石峰刚一上线 突然就感觉身体一沉 好久没有感受到重力变化系统 还真有点不适应 石峰活动了一下身体 感觉他所处的区域 重力应该是正常重力的1.5倍左右 神域第三次进化后 使战斗环境变得更加完善 不同区域不同地方 不光是冷热更加真切 就连重力也开始出现不同变化 不同区域的重力突然变化 很容易让玩家不适应 尤其是在战斗中 非常影响战力的发挥 原本武器可能有5000克重 因为重力有了变化 或轻或重 会让长期习惯这个重量的玩家 变得不适应 会使技能的使用也出现偏差 导致完成度大幅下降 就在石峰上线后 第一区的人也是纷纷上线 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 我的行动都有些迟缓了 一个盾战士很快发现不对 还真是的 就连我挥舞大剑都感觉有些别扭 同队的狂战士 也明显感觉到了自身的问题 相比板甲职业 其他职业虽然有些影响 但是影响没有板甲职业那么大 这应该是重力发生了改变吧 青霜作为第一区的顶尖高手 立刻就找到了原因 既然重力发生了改变 我们就先不要随便移动 适应上一会后 再离开这里 众人一听 顿时了然 纷纷开始适应现在的重量 此时黑暗洞窟里还是黑夜 野外出来捕食的怪物极多 虽然石峰他们 是从安全地点上线 但还是被一群40级的 精英魔光豺狼发现 在树林中快速左右移动 迅速接近石峰等人 不好有豺狼群靠近 无感敏锐的游侠急声喊道 这片区域的魔光豺狼可是一霸 一般行动夜晚行动 都是在七八十只 而且由一只头领 和树枝特殊精英带队 就算是平常 他们想要应对起来也不容易 还有可能死伤一些 现在团队人数不齐 又受到重力影响导致战力下降 应对起来问题很大 都准备战斗 青霜眉头一皱 连声说道 MT光牵制就行 不要乱来 此时团队还在适应重力 重力对于板甲职业影响太大 想要作为战力 还有些困难 只能靠法系职业 是 团队众人在青霜的指挥下 很快就摆好队型 准备迎战 果然在团队摆好阵型后 一只只魔光豺狼 也从幽暗的树林中冒了出来 三五成群盯着一个目标 而在这些魔光豺狼群中 还有体型更大的特殊精英级的魔爪豺狼 和头领级的黑魔豺狼 魔爪豺狼 恶魔系生物 特殊精英 等级40级 生命值36万 黑魔豺狼 恶魔系生物 头领级 等级40级 生命值100万 运气真是不好 竟然有八只魔爪豺狼 和两只黑魔豺狼 女牧师细连 看着月光下冒出来的豺狼群 脸色很是不好 难道是两群 平常的豺狼群 也就是一只头领怪 三五只特殊精英 现在翻了一倍 所有元素师用冰墙 尽量把它们分开 不要给它们机会 使用群狼战术 青霜已经不是第一次 和这些豺狼交手 很清楚 这些豺狼的攻击模式 十多名元素师听到指令后 都纷纷迎唱起咒文 用出一个个冰墙 来分离这些豺狼 就算分离不成 这些豺狼 想要合为一人 也会因为冰墙 而被减速 黑魔豺狼大吼一声 顿时足足八十多只 魔光豺狼都就醒起来 这些魔光豺狼 受到黑魔豺狼的指挥 三十多只从正面攻击 五十多只绕向 侧疑夹击 该死 一位二十九级的顿战士 被四只魔光豺狼围攻 虽然用盾牌拼命抵挡 但是因为重力变化 让得他动作变得有些迟缓 不小心被咬了三四口 生命值瞬间就掉了一半多 而其他近战应对起来 也颇为吃力 只有中央的法系职业 还算轻松 这些豺狼群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玩家假扮得的吗 在战斗一段时间后 众人很快发现不对 这一批魔光豺狼 竟然从他们的阵形中 撕开了几个小口子 那特殊精英级的魔爪豺狼 和头领级的黑魔豺狼 立刻就冲进了口子中 直奔治疗职业杀举 只见黑魔豺狼 仿佛一阵狂风 转瞬间跑到一个神官的面前 力爪猛然一挥 这名神官还没有来得及使用真言抵挡 就被扫飞了 化为一道星光消散 不对 这怪物变得更聪明了 近战立刻去牵制 我们立刻撤出这里 青霜脸色一沉 就算是傻子都看得出来 这些怪物的变化 以往有前方玩家牵制 这些怪物根本不会去对付后方治疗 现在竟然会用小弟阳弓 主要目标放在了治疗职业上 这样的变化 对于玩家团队来说 可是致命的 此时 一只魔光豺狼找准空隙 随即就冲着石峰身后扑了上去 魔光豺狼 恶魔系生物 精英级 等级四十级 生命值十四万 眼看魔光豺狼的血量力爪 要抓破石峰的后心时 石峰突然脚下往左迈出半步 身体一侧 力爪就划过了石峰的身旁 身形完全暴露在石峰的面前 魔光豺狼 足足一人来高 全身一片漆黑 头上长着一根力爪 就算是玩家身穿玄铁及铠甲 这根力爪 也能轻易洞穿 打破玩家的防御 在黑夜中是天生的杀手 石峰随即抽出深渊者 一招一接斩机 对着掠过他身前的暴躯一剑 三道银色的圆跃 随之在魔光豺狼的身躯上绽放 魔光豺狼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重重撞在了三人核爆的大树上 头上冒出3076 4622 9254的恐怖伤害 系统 斩机完成度92% 技能熟练度加4 造成125%的技能效果 只是一招就让魔光豺狼 损失了超过12%的生命值 嗯 1.5倍的重力 果然让完成度下降不少 石峰微微皱眉 对于刚才的一剑 他也是感到很不满意 至于这些怪物变聪明的事情 石峰倒是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随着神域的进化 这些怪物会越来越聪明 现在是偷袭治疗 以后就是指挥者 不过石峰可没有打算 让这些豺狼再嚣张下去 脚下步伐一转 随即就化为一道黑影 直接就冲向四世级的黑魔豺狼而去 擒贼先亡 这几乎是野外战斗的定律 精英级的魔光豺狼 就像是士兵 全都受到头领级的黑魔豺狼指挥 只要能快速击杀黑魔豺狼 豺狼群的凶猛攻势 自然瓦解 不过斩首行动 也是野外战斗最难做到的 身为怪物首领 除了是最强大的怪物外 对于危险的敏感度 也是最高的 在石蜂来到四世级的黑魔豺狼身后不远时 黑魔豺狼顿时停止了击杀治疗玩家的攻势 转身就注意到了石蜂的存在 刺着雪白的利尺 发出低鸣声 好像在下达命令 随着黑魔豺狼的低鸣声发出 四周两只特殊精英级的魔爪豺狼 第一时间就挡在了黑魔豺狼的身前 挥舞起锋利的爪子 扑向石蜂而去 我靠 这只豺狼成精了 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玩家 是目瞪口呆 以往遇到这些豺狼怪 头领级的黑魔豺狼 恨不得冲在第一个 把所有人撕碎 现在竟然召唤小弟来做护卫 自己去屠戮治疗职业 两只生命值足有36万的魔爪豺狼挡路 就算是同等级的精英小队都犯难 更别说现在的玩家等级 普遍比这些豺狼低得多 只是依靠无视等级的装备 才有一战之力 叶峰兄 我来帮你 青双此时也发现 斩杀黑魔豺狼的重要性 带着两个小队冲了过来 不 你们来对付这两只魔爪豺狼 我来对付黑魔豺狼 石峰立刻说道 如果是平常 以第一区一个小队的实力 足以对付一只黑魔豺狼 不过现在受到重力影响 战力影响很大 恐怕很长时间 都不能解决掉一只黑魔豺狼 还不如先解决掉魔爪豺狼 可是 那是两只黑魔豺狼 队长青双微微担心 不过想到石峰竟然能一人 就干掉一只大领主 哪怕现在因为重力影响战力下降 对付牵制两只黑魔豺狼 应该没有问题 随即感谢道 那就麻烦叶峰兄了 随后 青双带来的两个小队 分别开始 对付两只魔爪豺狼 石峰脚下 踏出虚无之步 瞬间消失在所有人的眼中 就连特殊精英级的魔爪豺狼也不列外 都是一脸茫然地望着四周 可是怎么也无法发现石峰的综艺 这是什么技能 难道见识这个职业 还能隐身 云牧师西连惊讶道 不对 这不是技能 隐身的技能都是缓缓消失 就算是消失技能 也有一个过程 应该是某种技巧 青双见多识广 很快就发现 石峰用处的虚无之步 不是技能而是技巧 不过这个技巧好厉害 我之前见一些独行者 也就是提升攻击速度 和闪躲的技巧 这种直接在人面前消失不见的技巧 我还是头一次见 看到石峰的虚无之步 心中除了震惊 就是感慨 这种技巧 简直就是保命绝技 不管是逃命还是暗杀 都有奇巧 有这种实力和这种技巧 以后绝对不能招惹 与之为敌 青双此时很庆幸自己和石峰 已经拉上了关系 没有与之为敌 要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石峰消失了一小会后 不远处的黑魔豺狼 也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声 黑魔豺狼 怒视着突然出现的石峰 眼神中多了一丝忌惮 向不远处的另一只黑魔豺狼求救 之前石峰突然出现在他的侧腹部 一箭就洞穿了他钢铁一般的皮肤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切口 此时这道切口还冒险 防御力倒是没有黑魔大蛇那么高 不过反应速度还真是惊人 竟然在我解除虚无之步的一瞬间 就做出应对反应 石峰仔细审视着黑魔豺狼身上的切口 心中很是诧异 黑魔豺狼身上的切口虽然长 但是并不深 并不影响黑魔豺狼的行动力 在神域开启第三次进化后 不光重力变化系统出现 就连怪物战斗系统也跟着做了一些改变 变得更为真实 这也算是对怪物的弱化吧 以往怪物就算是被砍伤 也只是掉一些生命值 攻击致命弱点 也就是多造成一点伤害 而行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但是在神域第三次进化后 怪物受到的一些伤害 是会影响怪物的行动力和攻击力的 当然玩家也是如此 不过玩家有治疗 可以快速恢复这些伤口 让生命值保持满状态 这可是占了很大的便宜 两只黑魔柴狼聚到一起 不由在石蜂身旁打转 想要寻找到石蜂的弱点 给予石蜂致命一击 以40级首领级怪物的攻击力 再加上伤害超高的技能 就连同级别的MT都能秒杀 更别说33级的石蜂 而黑魔柴狼正是这一类的头领怪 不像是黑魔大蛇使用猛毒消耗 而使用头上的利角撕裂一切敌人 头领级的利角攻击 就算是密营级的装备都会被冻穿 金金级的装备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此时 整个第一区的玩家也都关注着 石蜂和黑魔柴狼的一举一动 因为这一场战斗 将会决定他们双方的生死 哦 随着一声吼叫响起 两只黑魔柴狼同时发动了攻击 头上漆黑的利角 也跟着聚集了大量的蜂元素 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小型台风眼 直冲石蜂而去 不好 快躲开 青霜急声提醒道 这个小型台风眼非同小可 只要被这个小型台风眼命中 没有玩家能存活下来 不过石蜂并没有去闪躲 嘴角一翘 开启了龙之力 下线休息了十个小时 他的虚弱状态和所有技能CD也全都好了 要不然 他还真要开启空间移动闪人 龙之力开启后 石蜂力量倍增 不闪不闭 对着迎面来的黑魔柴狼 用出焰雷暴 系统 焰雷暴完成度91% 技能熟练度加4 造成120%的技能效果 虽然完成度减少不少 不过120%的效果 还是很惊人 一阶焰雷暴笼罩范围足有10码 立刻就变成了12码范围 雷火接触两只黑魔柴狼后 两只黑魔柴狼顿时速度骤减 变成七分之一 石蜂轻易就躲开了两个小型台风眼 足足七八秒被减速 两只黑魔柴狼 只能遭到石蜂的蹂躏 七八秒时间 两只黑魔柴狼的生命值 也掉了10%左右 眼看减速要解除了 石蜂伸冤者一挥 出现了一个分身 分身用出剑刃解放 又是一招燕雷暴 瞬间两只黑魔柴狼的生命值 就掉了一万多 还是被减速 有了分身的输出 石蜂的整体输出 上升了近一倍 而且 本尊对付一只 分身对付一只 很是轻松 风雷闪 烈地斩 天轮循环之剑 严陵风暴 火焰爆裂 火焰爆裂这个超级爆发技能 每一剑都有两万多伤害 分身也有一万多 暴击更是爽翻天 瞬间就带走了一只黑魔柴狼 近二分之一的生命值 不到二十秒钟 一只黑魔柴狼 就倒在了地上 剩下来一只黑魔柴狼 也是重伤 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尤其是四肢白骨可见 行动力大幅减弱 哪怕分身没有输出了 石蜂凭借持续时间 足有两分钟的龙之力 很轻松地 就干掉了最后一只黑魔柴狼 这瞬间爆发力 简直无敌了 女牧师歇连 看着死掉的两只黑魔柴狼 小嘴大张 目光呆滞 甚至忘了给前方的MT加血 虽然众人都亲眼看到了 大领主被石锋干掉 不过近距离看到两只头领怪物 被短时间秒杀 这种恐怖伤害带来的震撼 还是无法习惯 两只头领级的黑魔柴狼一死 整个柴狼群也顿时陷入混乱 攻击变得单调起来 而且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 柴狼群的怪物都有负伤 一些重伤的 甚至大幅影响行动力 反观青霜的团队 虽然死了十多人 但是有治疗恢复 全都是满状态 战力并不会受到影响 反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 开始适应这里的重力 此消彼长 青霜的团队 立刻就占了上风 开始一点点清理精英柴狼群 不愧是第一区的团队 水平都很高 这么快就找到了 对付这些柴狼群的办法 石锋收起两只黑魔柴狼的掉落 并没有去帮忙 只是扫了一眼激烈战斗的众人 此时近战职业都开始学会 攻击柴狼的四肢 尤其是强健有力的后腿 这样能大幅减弱柴狼的行动力 战斗起来会轻松很多 的确双方胜负一分 石锋也开始整理 两只黑魔柴狼的收获 他的等级已经到33级 哪怕击杀了两只头领怪 经验值增长的也不多 想要升级到34级 怎么也要单独 击杀个 两三百至四十级的头领怪 这次使用神人天赐后击 杀两只黑魔柴狼 收获颇风 足足掉落了六颗灵魂水晶 至于其他东西不值一提 都是四十级的玄铁级装备 还有一些材料 有了这六颗灵魂水晶 应该可以换上一本一阶禁忌了 石锋满意地笑了笑 一阶禁忌 在黑暗洞窟外 想要弄到很不容易 如果能给灵异的主力团 每人弄上一本 每个人都学会一阶禁忌 那么五十人的大型团队副本 也就不用愁了 一人一招一阶禁忌下去 就相当于五十个二阶技能 就算是二十八级大领主级别的boss 不死也要中伤 再耗一耗 也就差不多了 战斗结束后 元素师青霜立刻来到石锋身前 很是感激到 叶峰兄真要多谢你的帮忙 要不是你 恐怕我们这个团队 今天就栽了 如果叶峰兄以后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 能帮我兑换一些一阶禁忌吗 石锋早已经想好这些问题 承戒天堂 叶峰兄虽然是第五区的第三小队队长 不过能弄到的一阶禁忌 肯定有限 而眼前的青霜 可是第一区的第一小队的队长 手中掌握的一阶禁忌肯定很多 想要大量兑换 也容易一些 叶峰兄想要禁忌 青霜不由诧异 以石锋的身手 早应该弄上一套一阶禁忌了 虽然觉得奇怪 但也不好去问 随即点头道 这个简单 兑换就不必了 叶峰兄想要那一本 一阶禁忌 我送给叶峰兄 我不是想要那一本禁忌 石锋摇头道 不知道青霜兄能不能弄到二十本一阶禁忌 二十本 青霜原本还想一口答应 但是听到二十本 还是吓了一跳 不由苦笑道 叶峰兄 你是独行者 可能不知道 一本一阶禁忌 差不多需要五颗灵魂水晶的贡献点才能兑换 就算是庇护所的第一小队 也需要四颗灵魂水晶 如果要给他人使用 还要多贡献一颗 而且 一天最多兑换三本 如果放在以前 我还能勉强拿出二十本 不过 为了兑换阵魔节戒 我现在 也就只能拿出十本 如果叶峰兄想要 我也不赚你的钱 十本五十颗灵魂水晶 十本 石锋也是暗暗吃了一惊 他说出二十本 只是想要探一探青霜的底线 没想到会有十本之多 第一区第一小队的名号 果然不是吹的 十本就十本吧 我全要了 不知道青霜兄需要多久能弄到十本 石锋对于灵魂水晶这东西 并不在乎 只是多杀一些四十级头领怪而已 等一天就行 青霜听到石锋答应得如此痛快 心中很是震惊 一颗灵魂水晶 他们第一小队 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弄到 小队 现在库存的灵魂水晶 也不过十多颗 加上积攒的贡献点 回去后 他还要向其他小队去借很多才够 可是石锋一个独行者 一口气就能拿出五十颗 真是财大气粗 随后 青霜就带着石锋回第一区 一路上 众人多次遇到头领怪物袭击 小半天的路程 让石锋又赚了九颗灵魂水晶 青霜所驻扎的庇护所 算是最为深入高级区的庇护所 四周的怪物等级都在三十五级以上 比起第五区周边的怪物等级 都要高出五级 此时 第一区的怪物侵略已经结束 庇护所的城墙外 满地都是三十五级怪物的尸体 数量超过万只 其中不乏精英怪物的尸体 甚至还有不少头领级怪物 可想而知 这里的战斗有多惨烈 不过在神域第三次进化后 还能守住庇护所 可见第一区的底蕴很强 青霜等人一踏入庇护所内 大街上的玩家 就对青霜等人 投去仰慕的目光 不少美女玩家 因为被青霜扫过一眼 而惊声尖叫 在整个第一区内 青霜完全就是一个大明星 走到哪里都受到关注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 队长 你回来了 大领主诺雅搞定了吗 一位年纪轻轻 身材销售的二十九级狂战士 跑上前来兴奋地问道 时封一看到 这位年轻销售的二十九级狂战士 目光不由一鸣 这个狂战士他认识 名叫一剑追风 正式掌握五阶竞技 实力仅次于六阶神级玩家的人 同时也是千换万面手下的最强高手 大领主和高级领主 完全是两个次元的生物 就算有阵魔结界也没用 青霜摇了摇头 想到当时的大领主墨雅 就忌惮不已 不过这次多亏了叶峰兄 要不然我们还争斗回不来了 一剑追风 听到青霜提起石锋 目光不由转向石锋 眼神中既有一丝敬畏 又有一丝火热的战意 追风 不要胡闹 叶峰兄可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客人 再说 凭借你那些三角猫的战斗技巧 在叶峰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想要打 还是跟青牛去玩吧 青霜瞪了一眼 一剑追风 石锋的厉害 他可是亲眼所见 想不说 一人干掉了大领主墨雅 光是石锋那一路上 单独击杀的 头领怪就不知道多少 一剑追风 恐怕在石锋手里 走不过一招就要完蛋 被青霜训斥 一剑追风 心里有些不服 不过还是要听青霜的话 准备去找青牛较量 没关系 有冲劲是好事 我来第一区做客 也没什么准备 和一剑追风比试一场 就当助兴吧 石锋突然开口道 听到石锋接受一剑追风的挑战 知道石锋厉害的青霜等人都很诧异 虽然PK在庇护所里很常见 但是这种PK多为指点 就像是他们小队的 第一狂战士青牛 如果不是看在一剑追风 潜力挺大 进步神速 根本就不会跟一剑追风比试 去指点一剑追风 更不用说石锋这种 跟他们第一区 毫无任何关系的独行者 既然叶峰要指点追风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青霜自然很乐意 石锋指点一剑追风 立刻吩咐道 西莲 你立刻去熊市酒吧准备一下 尤其是白果佳酿 把今天的份全都包了 我这就去 女牧师细连一听 转身就飞速跑去熊市酒吧 不过 一些前来向青霜问候的众人 都不禁咋舌 这个叶峰是谁 青霜队长竟然这么大方 要包场熊市酒吧 我记得要包场熊市酒吧 不光要三个金币 你以为光是金币 包场熊市酒吧 还要不少贡献点才行 而且这些包场费 根本不算什么 白果佳酿才是大头 一瓶白果佳酿 不仅要一金币 还需要二百点贡献 我光是要做贡献任务 都要做上十个 才能凑齐二百点贡献 而白果佳酿 每天限量二十平 那可是二十枚金币 和四千贡献点 这比一颗灵魂水晶的价值 都要高 众人纷纷把目光 转向石峰的身上 心中多出一丝敬畏 而更多的是好奇 熊市酒吧 可是他们第一区 庇护所的最高级酒吧 就算是青霜的第一小队 去那里消费 都会感到肉疼 更别说包场宴请白果佳酿 就算是其他庇护所 第一小队的队长 也没有这个资格吧 随后青霜就带着石峰 漫步走向熊市酒吧 一路上给石峰 介绍第一区的情况 一剑追风 也是跟在一旁战役高昂 很想知道一下 被青霜如此敬重的石峰 到底有多少厉害 石峰敏锐的武感 远超普通玩家 自然也感受到了 一剑追风的火热斗志 性格果然还是一样 遇到强者 就想去不断挑战 也难怪 未来可以成为六阶职业之下第一人 石峰暗暗感慨 上一世 不管是青霜 还是一剑追风 都是神域中如雷贯尔的高手 千欢万灭 所统一的一流工会幻世神殿 就因为这有些高手 才成为了超越 士绅之蛇的强大工会 不过这一世 千欢万灭 并没有接到黑暗降临的史诗级任务 自然不可能跑来这里招揽这些人 而他却可以 如果能把青霜等人 招揽到灵异工会 灵异工会 无疑会变得更加强大 不一会 石峰等人就来到了雄狮酒吧 雄狮酒吧不同于其他酒吧 庇护所发展到一定程度 才能建造的酒吧 这里的助手NPC都非常强大 最低等级都在150级 而酒保更是180级的二阶NPC 老板娘更是200级的三阶NPC 足可以镇守一座小城市 就算是整个庇护所都被怪物攻破了 这里都不会被攻破 而雄狮酒吧 除了能过来喝酒外 还可以在里面进行PK 这种PK 更是向外界的下地竞技场 玩家可以下注 所以很受第一区的玩家喜欢 不过 此时已经被青霜包场 足有三层楼高的酒吧内 都没有什么人 在雄狮酒吧内 完全就像是一个古罗马的竞技场 中央是擂台 四周都是看台 可以一边喝酒 一边观看擂台上的比试 石峰刚一走到一个大包厢里 就发现包厢内做了不少人 一个个气势惊人 装备华丽 等级最低都有28级 全都不是普通玩家 叶峰兄 我来给你介绍 这些人都是我第一区排名前十的小队长和副队长 他们听闻叶峰兄要来这里 所以都想要过来认识一下 青霜为石峰一一介绍起来 你好 我是第二小队的队长 百事轮回 叶峰大哥你好 我是第三小队的队长浅月 这些人一个个都自我介绍起来 完全没有一点上位者的傲气 反而像是经常来往的朋友 其实这些人不用介绍 石峰也都认识 没错 都认识 这些人无意不是幻视神殿的高层 之前见到青霜和一剑追风就罢了 现在就连幻视神殿的高层都冒了出来 石峰都怀疑 这个第一区 是不是就是一流工会幻视神殿的大本营 简单的交谈过后 石峰才算真正明白 青霜为什么把这些人叫过来 和其他的庇护所不同 这小队的野心更大 根本就不在乎这片区域第一区的名号 他们更想要的是走出这片区域 成为所有区域里的第一庇护所 所以他们都抱成一团 不像是其他庇护所 小队之间根本不是同伴 更像是敌人 就因为如此 第一区庇护所才会这么快建立雄师酒吧 而其他庇护所还没有这样的高级场所 随着不断交流 青霜也把石峰击杀大领主诺雅 和一路上斩杀诸多头领怪的事情说了出来 一下让众人震惊不已 各大小队对于大领主诺雅 也是一筹莫展 只有第一小队才有那么一丝机会 没想到石峰一个人就击杀了大领主诺雅 那么诺雅是虚弱状态 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 青霜大哥 你太不厚道了 竟然连视频都不录下来 让我们看一看 就是 这绝对是整个神域的传奇 众人纷纷抱怨到 对于没有亲眼见识到石峰的表现 而感到可惜 同时对石峰也变得更加敬畏 哈哈 我当时不是都傻了吗 等到想起来时 战斗都已经结束了 青霜好不易地挠了挠头 不过 现在你们也不是没有机会 等一会 叶峰兄就要指点一下追风 自然能看到叶峰兄的厉害 队长 我能不能在比试前 喝一杯白果佳酿 一见追风之前 还以为石峰只是普通的独行高手 没想到 石峰竟然能单独击杀大领主 立刻就把石峰 当成了有史以来最强的高手 连忙向青霜不好意思地道 如果你是和比人交手 我还真舍不得白果佳酿 这一瓶你就拿去吧 青霜摇头失笑 从桌上拿了一瓶青蓝色的酒瓶 交给了一件追风 谢谢队长 一件追风 连忙接过白果佳酿 一件追风看到白果佳酿 就像是剑刀肉的恶狼 三两下就把一瓶白果佳酿 给喝个干净 喝完后 小脸顿时冒出一抹红韵 明显是有些醉了 哈哈 才喝一瓶就醉了 看来追风还要再多多磨练呀 其他人不由笑道 虽然醉了 不过石峰可以明显感觉到 一件追风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如果说之前是出鞘的利刃 那么现在就是血藏的利剑 不出鞘则已 一出鞘必要人命 而其他人并没有感觉到奇怪 反而理所应当一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石峰不由惊愕 难道这跟白果佳酿有关 石峰看了一眼桌上的白果佳酿 很确定就是他喝过的哪一种 不过上一时他喝完白果佳酿 并没有任何感觉 只是觉得非常好喝 让人欲罢不能 可是眼下一件追风的突然变化 要说跟白果佳酿没有关系 打死他都不行 难道这个白果佳酿 还有我不知道的作用 石峰越想觉得越可能 神域的食物和酒水 除了一些是满足食欲外 还可以短时间内提升玩家的属性 就如黑铁啤酒 喝下去可以让眼前的怪物等级下降 是一种可以无视一定等级的道具 虽然黑铁啤酒喝得越多 无视的等级越高 但是也有副作用 那就是酒醉效果 视野变得模糊 无感变得麻木 让战力下降 少喝一些倒无所谓 但是喝多了 可能连战斗能力都没了 眼下白果佳酿 明显也有这种作用 上一世的白果佳酿 我只是每次喝一杯 一件追风一次喝一瓶 应该是喝下去一瓶 才会有这样的改变吧 石峰对于白果佳酿 是越来越有兴趣 随即跳到擂台上 看着已经酒醉的一件追风说道 我们开始吧 石峰打算好好试一试 一件追风 让一个人的气势 发生如此变化 绝不是属性提升这么简单的效果 因为这个擂台比试 和普通PK略有不同 以往的擂台 不会限制玩家的自身属性 而熊师酒吧内的擂台PK 会把双方的基础属性 限制在同一水平 所以提升属性的物品 没有意义 完全比的是 双方技巧上的差距 随着擂台上的倒计时 开始读秒 观众席上的青霜等人 也都笑了 青霜大哥 你说这下谁会赢 第三小队的队长 神玉哲浅月笑道 这场比试双方属性一样 叶风大哥是剑士 而一剑追风是狂战士 在职业上 狂战士更有优势 而且一剑追风 还喝了一瓶白果佳酿 战力大幅提升 就算是青牛大哥 也应付不过来 虽然我觉得叶风兄很强 不过在属性一样的情况下 追风赢的可能性很高一些吧 怎么说都喝了白果佳酿 另一位守护骑士开口道 众人也纷纷点头 同意这位守护骑士说的话 一剑追风的技术 他们都知根知底 在第一小队的近战职业中 除了青牛能力压抑仇外 还没有人能击败一剑追风 而对付大领主 更多是靠属性 哪怕石风被青霜说的神乎其神 在他们看来 石风也就是比青牛厉害一些 不过一剑追风 喝下一瓶白果佳酿 就算是青牛 也只能无奈认输 石风自然也差不多 既然你们都不看好叶风兄 不如我们赌一下怎么样 青霜提议道 我最喜欢赌了 不过怎么个赌法 第二小队的队长百事轮回 突然有了兴趣 这个简单 就赌两人谁会赢 至于赌注吗 就灵魂水晶吧 由我来做庄 如果叶风凶赢率一比二 一剑追风一比一 只能赌一边赢 青霜能看出 众人对石风的实力有质疑 毕竟没有亲眼见过那种场面 就算是他 他也会有疑问 借此小赚一点 也能弥补一下 这次请客的费用 好 我赌一剑追风 两颗灵魂水晶 那小子最近进步很大 青霜兄可不要后悔 我也赌一剑追风 一颗灵魂水晶 不过一小会的时间 在场的队长和副队长 都赌一剑追风赢 可见 众人对石风的实力并不相信 只有跟在青霜一边的牧师 西连赌石风赢 青霜队长 能先赦账吗 我只有两颗灵魂水晶 不过 我想要赌十颗夜风大哥赢 西连眨巴着大眼睛 可怜兮兮地问道 青霜翻去一个白眼 很坚决道 不行 要是真让西连赌账 那他可就赚不上了 随着擂台上的战斗开始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石风 和一剑追风两人的身上 一剑追风一上来 就用出冲锋 化为一只矫健的猎豹 转瞬就来到石风的身前 而石风不闪不避 任由一剑追风的冲锋技能 撞过来 嗯 不招架吗 一剑追风 眼看距离石风 只有不到五马 石风却还是一动不动 没有丝毫抵挡的意思 随即一剑追风 手中的大剑猛然一挥 几乎是在撞上石风的同时 白银大剑也跟着 落下石风的头顶 动作简单训捷 滑的一剑 白银大剑就砍中了石风 直接落在地上 砸出一道深深的剑痕 残影 一剑追风立刻发觉不对 转身用出旋风斩 能对四周六马范围的敌人 造成重击伤害 白银大剑 在一剑追风的手中 就好像一根木棍 很轻易地就化为银色旋风 席卷四周的一切 哄 银色旋风旋转的同时 发出一声爆响 一道身影被击飞开去 好险 一剑追风 看到飞出去的身影 正是石风 不由松了一口气 如果他不是第一时间反应 用出旋风斩 恐怕石风手中的利剑 已经砍在了他的身上 好快的闪避速度 就连我都没有看清 还以为叶峰兄被击中了 二十九级的顿战士 百事轮回惊恶道 放射性物质标志T砍 放射性物质标志灵 这么厉害的闪避速度 难怪青霜队长如此推崇 光是靠着一手 想要击中叶峰就很困难 如果换成刺客 才有可能碰触到吧 其他人也对石风 展露的一手感到震惊 他们有些人 虽然也能像石风一样 弄出残影 但是绝对不像石风 那么翘无声息 直到砍中后 才让人惊觉 没砍中人 这其中的火候把握 简直妙到巅峰 嘿嘿 这才哪根啊 叶峰大哥 可是连热身都还没有做呢 西连无嘴嬉笑道 在回来的路上 石风可是多次使用虚无之布 来击杀头领怪 那鬼魅一般的步伐 根本让人防不胜防 像这种使用残影躲避的技巧 根本不算什么 其他人听了 都一笑了之 根本不信 擂台上 一剑追风 也是完全认真起来 一招一式 都是针对石风的要害 和死角攻击 其中技能的威力极大 尤其是在普通攻击中 附加技能攻击 使用时非常连贯 仿佛狂战士的所有技能 都是为一剑追风 量身定制的一般 原来如此 没想到白果佳酿 竟然有这样的妙处 难怪稀少无比 石风一边闪躲 一边仔细观察着 一剑追风的举动 一剑追风 虽然在自身的基础 掌控力上不错 但是还远远达不到 能让技能这么流畅的程度 在灵异中 也只有火舞和紫烟流云 两人能达到这个水平 不过两个人距离半只脚踏 入入微境界 只差一丝而已 反观一剑追风 还差得很远 唯一的解释 就是白果佳酿 可以让玩家的契合度大增 想到这里 石风都不由站立 提升契合度 这可是无数高手 梦寐以求的事情 要不然 也不会去大费苦心 打造适合自己的武器装备了 看清了白果佳酿的真正作用 石风也算是了解到 青霜等人 为什么技能完成度那么高 可惜 白果佳酿的产量太少 能培养的高手更少 最多也就是让在场的人用一用 人再多 根本就不够了 连续不断疯狂攻击了两三分钟 一剑追风 越打越心惊 他除了最初一招旋风 斩碰到石风外 就再也没有碰触到石风 每次他手中的大剑 以为快要碰到石风的身体时 大剑总是差一丝 就能碰到石风的身体 如果说几次十多次算是巧合 上百次的攻击都是如此 那就绝对不是什么巧合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为什么就打不中他呢 一剑追风 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以往战斗PK 双方总有所有消耗 只是多寡的问题 技巧高的一方 自然造成的伤害更多 积累久了 自然胜利 可是这种打不中人的战斗 简直让他抓狂 难道差距就真正大 一剑追风 把能用的技能全都用了 使出浑身解数 都摸不着石风的衣角 心中的打击不是一般的打 叶峰大哥的闪避技巧 实在太高明 我还是头一次 看到这种闪避技巧 第三小队的队长 神域者浅月 双目放光 拼命想要吸取石风闪避的技巧 不光是浅月一人 众人也都一脸严肃 死死盯着石风的一举一动 甚至还开启录像功能 把石风的战斗给录下来 要我能学会叶峰兄一半的闪躲技巧 以后击杀领主怪物 可就轻松多了 百事轮回赶凯道 可不是 领主怪的攻击非常高 如果能闪避掉50%的攻击 这样治疗的压力就小多了 可惜我们整个第一区里 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于牧师西连对此最有发言权 他是第一小队的第一牧师 每次MT抗在前面 那个生命值就跟喝了毒药一样狂掉 手中的治疗根本不能停 只要稍有差池就OT 这种压力不是一般大 真不知道叶峰兄 是怎么学会这样的闪避技巧 要是能让队里的近战都学会 我们第一区的庇护所 肯定可以很快开启下一个阶段 青霜不光是看到了石风的可怕 更多的是庇护所的未来 只要近战掌握这种鬼魅一般的技巧 以后去野外捕猎头领怪和领主怪时 收集灵魂水晶的效率 绝对可以提升几个层次 到时候 庇护所的晋升速度也会更快几倍 赶上其他区域的几个大型庇护所 他们第一区在恶鬼界域 虽然是第一 但是也不过是一个中型庇护所 其他庇护所连中型都不到 但是除了恶鬼界域 在其他界域里 却有大型庇护所 实力比起他们第一区 可要强出几倍 那发展速度更不用说 这个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青霜队长 难道没有什么办法 让叶峰兄加入我们第一区吗 身为第一小队的第一狂战士青牛 也是被石锋的技巧深深震撼了 这种技巧完全打破了 他们以往的战斗方式 如果能让叶峰加入第一区 成为庇护所的居民 这对庇护所来说 可是巨大的提升 听到青牛的提议 其他人小队的队长 也都看向青霜 你们呀 青霜无奈苦笑 我倒是想 可是叶峰兄是独行者 独行者怎么样 你们难道不知道 真是太可惜了 其他人想到独行者的风格 都不由摇头叹息 庇护所就像是他们的家 看着庇护所一点点强大 他们心中自然高兴 只是独行者都不喜欢受到束缚 随着众人的交谈结束 擂台上的石锋 也停止了闪避 也认识差不多了 就这样结束吧 石锋已经完全摸清楚 一剑追风现在的实力水平 和白果佳酿的作用 再战斗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 随即踏出虚无之步 消失在所有人的视野中 不见了 一剑追风 不可置信地看向四周 左边没有 右边也没有 甚至连上空也都没有 人呢 一剑追风 甚至都感觉不到石锋的存在 一般刺客前行靠近 就算看不见 多少也能感知到 有人存在 现在石锋 连存在感都没有 这比起前行可要厉害太多 观众席上的众人 此时也是嘴巴大张 目瞪口呆 一个大活人不见了 可是剑士这个职业 没有前行一类的技能 在比赛擂台上 只有奋出胜负 玩家才能下来 如果胜负奋出擂台 就会显示出胜利者的头像 突然一方玩家突然下线 也会奋出胜负 可现在胜负未分 唯一的可能就是 石锋真的看不见了 不过众人还没有 从惊恶中醒过来 石锋就突然出现在了 一剑追风的身旁 只见石锋单手一挥 三道银色满月 交汇在一剑追风的身上 好快的剑 一剑追风 虽然第一时间就挥剑抵挡 可是石锋出剑的速度太快太快 快到它完全都反应不过来 就中招了 石锋一招斩击 轰飞了一剑追风 哪怕属性在一个水平上 95%的技能完成度 发挥出来的威力 瞬间就消灭了 一剑追风50%多的生命值 这真是剑士吗 一剑追风 看着损失的生命值 心中大惊 同样属性的剑士 一招斩击 最多打掉它将近20%的生命值 可是石锋一招斩击 就超过50% 这差距太大了 一剑追风 甚至都怀疑 是不是系统出错了 一剑追风不知道 石锋手中的深渊者 有50%的几率暴击 再加上95%的技能完成度 造成的伤害自然恐怖 结束吧 石锋看着被轰飞的一剑追风 用出龙吸 龙吸是传说物品残片的 其中一个技能 相比其他技能 威力惊人不说 攻击时无需准备时间 而且攻击速度非常快 快到就算是它 如果不第一时间开启保命技能 就会被击中 更不用说 没有见过龙吸 还在半空中飞的一剑追风 只见一道轻芒 瞬间吞噬了一剑追风 TT Kappa ANO6倍的伤害 直接秒杀了一剑追风 剩下不到50%的生命值 这就结束了 众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虽然早就想过 石锋会轻松击败一剑追风 可是他们没想到 会直接秒杀一剑追风 这可是同样的基础属性 想要直接秒杀一个板甲职业 这么怎么可能办到 就算众人再难以相信 擂台上显示出来的 胜利者叶峰也不会出错 同样属性 都能轻松秒杀一剑追风 难怪可以单杀大领主 百事轮回等人 心中震撼不已 凭借他们的水平 就算是和普通玩家 同属性对战 也不可能做到秒杀 而石锋却能在同属性的情况下 秒杀他们 这其中的差距 他们已经不能去想象 如果说他们之前看石锋 就像是看待高手一般 那么现在 看石锋的眼神 都是看怪物 他们和石锋 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而擂台下的一剑追风 此时还没有缓过神来 追风 我早就说了吧 就凭你的三脚猫功夫 在叶峰兄面前 就是搬门弄斧 还不快谢谢叶峰兄的指教 青霜看向愣神的一剑追风 摇头失笑道 他对于石锋 秒杀一剑追风 并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之前看过石锋 和大领主诺雅的战斗 那才是惊心动魄 这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一剑追风一听 连忙向石锋感谢起来 这一战一剑追风 对于自己的实力 算是有了充分的认识 随后其他人 也纷纷向石锋 指教战斗技巧 石锋 对此也没有吝啬 都开始一一指导起来 不知不觉 时间就过去了三个小时 众人还意犹未尽 石锋的指导 都是针对个人的弱点 进行改进 立刻就能让众人的战力 有一些提升 这让众人无不叹服 实力强的 跟怪物也就罢了 指点人还能如此犀利 其实 石锋只是让这些人 改变一些不好的战斗习惯 学会掌控自身的基础而已 像指导活武他们 就完全不需要 因为他们 已经在雷暴的亲身训练下 深刻记住了 怎么掌握自身 不知道青双胸 可愿意长期出售一些白果佳酿 石锋对于白果佳酿 可是心动不已 第一句的人 空有白果佳酿提升契合度 却没有掌握基础 根本无法发挥出 白果佳酿真正的功效 如果把白果佳酿给活武他们使用 恐怕立刻就有巨大的提升 叶峰兄 你也知道 白果佳酿是我们庇护所 提升到一定程度 建立雄狮酒吧才有的特产 产量稀少无比 功不应求 如果只是几十瓶白果佳酿 就算送给叶峰兄 也没有问题 白果佳酿的效果你也看见了 可以让我们提升技能完成度 更好的去感悟技能 如果长期出售白果佳酿 对于我们庇护所的玩家 可是不小的削弱 青双解释道 这个我当然明白 如果我有其他办法 提升庇护所的实力呢 石锋笑道 提升庇护所的实力 众人都不有感兴趣起来 庇护所之间的竞争 可谓相当激烈 而且 玩家等级越高 越激烈 因为高等级升级的地图区域 越来越少 而且还集中 能用来让玩家升级的资源就那么多 庇护所能选择驻扎的地方 自然就越来越少 实力足够强大 自然可以选取高资源的地方 如果实力不足 自然就会被赶走 他们第一区 也没少和其他庇护所战斗 但是以后的高级地图 竞争的庇护所会更多更强 提升庇护所的实力 迫在眉睫 就是你们加入灵异工会 石锋开口说道 加入工会 众人都愣住了 工会这东西 众人都知道 虚拟游戏界里的工会 可是多如牛毛 不少庇护所 其实就是由工会成员组成 只是他们这里并没有工会系统 无法建立工会 与其说加入工会 更像是加入工会势力 不少庇护所实力不行 就加入工会势力 借此受到工会势力的保护和帮助 不过相应的 要给工会势力 提供各种资源和金钱 就他们所知道的工会势力 无一不强大 高手如云 那些大型庇护所 就是工会势力的 凭借他们 这样的中型庇护所 根本无法抗衡 怎么说工会势力 都有各种资金支持 都是职业高手 可不是他们 这样的自由玩家能比的 青双想了想说道 让我们加入不是不行 可是叶峰兄的工会 又能为我们庇护所提供什么 怎么增强庇护所的实力呢 其实 青双不是没有想过 加入工会势力 之前就有不少工会势力 跑来劝说他们加入 不过就算是加入 也要加入一个强大的工会势力 这样 他们才能争取更多的资源 要不然还不如自己干 如果你们加入灵异工会 灵异工会可以为你们提供魔法传送阵 让你们省去跑路的时间 更会为你提供各种资金和装备 同样会培养你们成为真正的高手 石峰说道 魔法传送阵 你们竟然能弄到这样的东西吗 众人都感到不可置信 就他们所知 就算是大型的庇护所里 也没有魔法传送阵 如果真有魔法传送阵这种好东西 不知道会为庇护所省去多少时间 庇护所的实力想不提升都难 叶峰兄 你说的是真的 青霜激动地问道 不信 石峰笑了笑 从背包里取出魔法传送阵的设计图 放在了桌上 你们可以看一看 哇 真的是魔法传送阵 西连小嘴大张 看着设计图两眼放光 众人也都震惊地说不出话 这东西 简直比任何武器装备 都来得震撼人心 东西你们也看了 现在知道 我不是在骗人吧 如果你们愿意加入灵异工会 灵异就会提供给你们庇护所魔法传送阵 到时候 你们庇护所就算不想发展都不可能 别说那些大型庇护所 就算成为高级庇护所都有可能 石峰很自信道 黑暗洞窟内的庇护所 也是分等级的 就和外面的小镇一样 小型庇护所 中型庇护所 大型庇护所 高等庇护所等等 随着等级的不断提升 功能也会越来越多 只是想要提升庇护所的等级不容易 需要大量的灵魂水晶 我明白了 既然叶峰兄看得起我们第一区庇护所 我代表第一小队加入灵异 青霜沉思了一会后 终于开口道 既然青霜都答应了 我的第二小队 自然也答应 百事轮回也点头道 还有我的第三小队 浅月也答应道 不一会 在场排名前十的小队 都答应加入灵异工会 众人也不是傻子 魔法传送阵着东西 对于庇护所来说 简直就是神兵利器 只要放出风去 无数庇护所 都会想要加入灵异工会 而且 石峰如此厉害 身后的工会自然不简单 在众人答应后 石峰也拿出了契约书交给众人 在场的众人 都不是普通玩家 都是第一区 站在最上层的玩家 加入灵异 自然不会是普通成员 起码都是中层管理 既然是灵异工会的中层管理 自然要签订契约 石峰在来到这里的庇护所后 心中就有打算 把这里经营成为灵异的分会 黑暗洞窟内的区域和外界不同 玩家更容易弄到宝石和一街禁忌 还有各种庇护所的特产 尤其是第一区的特产白果佳酿 这东西 可是提升契合度的超稀有物品 如果把这些东西带回外界 对于灵异工会 将会带来巨大的提升 相应的 在黑暗洞窟区域内 这里的生活职业发展缓慢 几乎没有玩家制作的高级商品 尤其是野外生存的这一类消耗品 非常缺乏 如果能外界的野外高级消耗品 带到这里 也是对庇护所极大的提升 上一世幻世神殿发展那么快 恐怕就是因为 两个地方互通有无吧 石峰突然想起 黑龙帝国的一流工会 幻世神殿 千欢万面上一世揭取的这个任务 让幻世神殿 成为了黑龙帝国的巨头之一 就算是龙凤阁的分部 也要给几分面子 都要看幻世神殿的脸色 成为黑龙帝国的头号工会 可想而知 两个地方互通有无 对于工会的帮助有多大 众人在仔细看了一遍契约书后 一个个都神情惊讶 这灵异工会还真是财大气粗 竟然会给出这么高的待遇 比起其他工会给的待遇 都要多出一倍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会 青霜之前 也和不少工会势力接触过 这些工会的名气他都听过 不少都是二流工会 给予他们的待遇 已经让他有些动心 只是上交的灵魂水晶有些多 会阻碍庇护所的发展 他们才最终拒绝 可是 十风给予的待遇 不仅可以让他们全职完神域 还有提供各种高级商品 促进灵魂水晶的发展 最重要一点是 不用上缴灵魂水晶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不敢想象的 灵魂水晶 可以说是灵魂水晶的根本 也是他们强大的来源之一 不用上缴灵魂水晶 别说成为灵异的中层管理者 就算是普通成员 他们也愿意 如果没有问题 就可以签字了 十风看着半天愣神的众人 不由孝道 他的契约书 可以说是保证青双等人 最大利益的契约书 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工会市里 都不可能给出这个价格 灵魂水晶 对于青双等人来说很重要 但是对于他来说 没有任何价值 众人被十风一提醒 这才连忙签上子 第一区庇护所内 排名前十的小队队长 都成了灵异成员 整个庇护所 自然也就掌控在了 灵异工会的手中 他之前已经了解过 庇护所的发展模式 每个庇护所排名前十的小队 都是有特权的小队 除了可以购买到一些特殊物品外 还可以参与到庇护所的建设中 拥有投票权 比如建立雄狮酒吧 这需要十个小队过半同意 才能建立雄狮酒吧 而建立雄狮酒吧这一类的特殊建筑 都需要用到庇护所积累的灵魂水晶 这些积累的灵魂水晶 就是玩家平常兑换成贡献点的灵魂水晶 所以掌控排名前十的小队 就相当于掌控了一座庇护所 到时候以第一区为中心 不断向外推广主火商行的商品 整个恶鬼介遇 都会成为灵异工会的资源仓库 到时候灵异工会想不发展起来都难 青双兄 你是第一小队的队长 对于这里的庇护所最熟悉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可以提升白果佳酿的产量 时封看向青双问道 上一世白果佳酿非常稀有 但是他还是能弄到一点 光凭借第一区那每天二十平的产量 幻世神殿怎么可能会出售白果佳酿 唯一的可能就是 每天出售的白果佳酿不止这些 可是每个庇护所内的特产都是随机的 一个庇护所想要随到白果佳酿这种 抄袭有特产的几率极小 就算有十个八个庇护所有卖的 也不够一个一流工会自己用 外界又怎么可能会有出售 我的确知道 怎么提升白果佳酿的产量 现在的熊市酒吧 不过是一星酒吧 如果晋升到二星酒吧 一天就是五十平 晋升到三星就是一百平 不过这需要大量的灵魂水晶 来晋升熊市酒吧 就凭我们庇护所现在的灵魂水晶数量 根本无法晋升熊市酒吧 青霜何尝不想增加白果佳酿的产量 只是需要的灵魂水晶太恐怖 原来如此 看来短时间内是无法增加产量了 时风微微皱眉 其实还有另一种办法 青霜又开口道 只是这种办法损失很大 没人愿意做 说一说吧 时风看向青霜说道 那就是私人去晋升熊市酒吧 这需要的灵魂水晶数量会大幅减少 相当于花自己的钱贡献给大家 而且还不会增加庇护所的贡献度和贡献点 青霜解释道 原本用大家贡献的灵魂水晶需要一万颗 现在只需要五百颗就行 不过五百颗 就算是我们十个小队联合在一起 也拿不出来 你们联合在一起 还差多少 时风想了想 看向众人问道 我们之前算过 全部加在一起才三百多颗 差了将近两百颗 青霜苦笑道 还真够多的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让白果佳酿从二十平提升到五十平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时风点了点头道 这样吧 青霜你这一段时间就全力收购灵魂水晶 我也会去弄一些 先把熊市酒吧提升到二星更重要 嗯 我会尽力去办 青霜其实也想 只是以前众人还不是很团结 总会有一些保留 深怕自己吃亏 现在排名前十的小队都成了灵异工会的成员 相当于一家人 这样办起事情可就简单多了 其他人也是一脸高兴 这一下 庇护所算是真正团结在一起了 在时风安排完庇护所的事情后 就离开了第一区的庇护所 前往了第五区 时间只是过去一天 时风再次来到第五区时 第五区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怎么会变成这样 时风看着眼前的景象 心中惊愕不已 原本繁华四景的第五区庇护所 现在竟然成了一片废墟 巍峨的城墙已经消失不见 里面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 空无一人 在宽阔的大街上 随处可见到怪物腐臭的尸体 这些怪物等级都很高 清一色在四十级以上 远远超过这一片区域该有的等级 大半都是精英级 还有不少特殊精英和头领怪物 灵主 时风走进第五区内踩两条街 就发现了一个足有三层楼高的大黑熊 梦魇暴熊 恶魔系生物 灵主 等级四十级 生命值二百八十万 灵主级的怪物 就算是在整个恶鬼界域都非常携手 就时风了解 怪物袭击庇护所几乎不会有灵主 都是一些头领怪 而言 足足有三四个灵主级怪物的尸体 躺在大街上 可想而知 这次战斗有多激烈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时风跑了几条大街 硬是没有看到一个玩家 仿佛一夜之间 第五区就成了鬼城 一般来说 就算是庇护所被攻破 玩家也不会那么快 撤离这一片地区 就在时风走到第五区中央大街时 远处传来玩家的惨叫声 这种痛苦的惨叫声 时风虽然不是第一次听过 但是那是在上一世 这一世 他还是头一次听见这么绝望和痛苦的惨叫声 时风随即开启风行 不直冲向惨叫的来源处 可是时风刚一踏足 距离声援处二百马时 顿时感觉身体一沉 仿佛跳入了泥沼中一般 不好 这是领域 时风立刻纵身一跃 跃出了领域的范围 领域 这是高阶生物才能掌握的东西 就好像白河城的执政官四阶魔导师怀斯曼 他可以张开魔法领域 能压制领域内的敌人 同时提升自身的力量 这对于没有领域的人来说 非常吃亏 除非拥有远远超出的实力 要不然只能逃命或者死 而使用领域的最低等级为四阶 也要就是声援处 哪里至少一个四阶生物 玩家发出惨叫声 不用想都知道 那个四阶生物是敌飞游 四阶生物怎么会来这脸 时风很是诧异 目前玩家的等级 根本不可能会接触到这种生物 何况还是这种低等级区域 时风连忙跃到坍塌的房屋顶上 悄悄望了过去 此时在中央大街上 还有三名玩家幸存 为首的正是时风见过一面的惩戒天堂 其他两人 一个是二十八级的刺客 一个是二十八级的狂战士 不过三人的生命值已经所剩不多 而四周全是各种四十级的怪物 想逃根本不可能 更不用说悬浮在半空中 高高在上 有着一对蝙蝠翅膀 全身漆黑一片的血眼恶魔 克奈特尔 恶魔系生物 大恶魔 等级六十级 生命值五千万 四阶大恶魔 怎么会来这脸 时风看到克奈特尔 心中惊恶不已 恶魔是整个人类的敌人 只要在神域范围内出现恶魔 各国大军就会去剿灭 所以 在神域大陆中 真正的恶魔很难见到 更不用说是大恶魔 虽然眼前的大恶魔等级不高 只有六十级 但是对于目前的玩家来说 也是无敌的存在 根本不能去招惹 见到 都要躲得远远的 卑微的人类 我给一个活命的机会 交出你偷走的摩洛克之剑 臣服于我 克奈特尔俯视着承戒天堂 冷声说道 要不然 我会让你尝一尝灵魂之火的滋味 就跟你的那些同伴一样 彻底灵魂泯面 时风一听 后背凉气直冒 灵魂对于玩家来说很重要 就好像他收集玩家的不朽之魂 会让玩家短时间内 无法登陆神域 不过他收集的 只是玩家一小部分的不朽之魂 如果玩家的不朽之魂 被灵魂之火烧尽 后果可想而知 这绝不是几天不玩不了神域的问题 是这个号就整个废了 只能重建一个新号 诞生新的不朽灵魂才行 这个承戒天堂 到底揭取的是什么等级的任务 竟然会这么可怕 时风看着大恶魔手中 那黑色的火焰 心中就冷汗直冒 四阶生物 尤其像是四阶大恶魔这种生物 根本不会无缘无故来这里 唯一的可能就是任务 因为特殊的任务 承戒天堂没有及时完成 才会冒出这样的惩罚 就好像他接受的任务 黑暗降临 想要让我臣服 再过一百万年吧 老子给你拼了 承戒天堂大喝一声 冲着大恶魔克奈特尔 扔出盾牌 金色的盾牌飞出 还没有到大恶魔克奈特尔的身前 就被克奈特尔一只手接住 随后轻轻一捏 嘎嘣一声 25级金金品质的盾牌 就被捏碎了 对于四阶生物来说 想要毁掉金金级的装备很容易 只有暗金级的装备 才能支撑一会 而承戒天堂身旁的两个玩家 直接看傻了 既然不愿意成为我的奴婆 那么就去死吧 大恶魔克奈特尔冷笑一声 轻轻一挥手 顿时漫天的黑色火焰 扑向承戒天堂而去 承戒天堂三人 根本无法抵挡灵魂之火的侵袭 不仅生命质在一点点降 灼烧的痛苦 也让他们忍不住的惨叫 直到黑色的火焰灼烧了十多秒钟 三名玩家化为灰烬 黑色的火焰才彻底消失 这我的任务不好做了 时风有些头疼 他好不容易拿到黑暗之章 可以通过承戒天堂去黑暗洞窟 现在倒好 承戒天堂接了一个 他根本完成不了的恐怖任务 现在直接重玩 这让他还怎么去黑暗洞窟 嗯 那是什么 时风超凡的势力 发现在承戒天堂的灰烬 闪着一抹黑芒 戒指吗 突然间 时风想到了大恶魔克奈特尔 说过的摩洛克之剑 戒指应该就是触发任务的东西 既然是任务物品 自然不会随着承戒天堂的消失而消失 都会保留了来 等待一个人去完成 黑暗洞窟和这个戒指有什么联系 时风不禁沉思起来 他之前向青霜打听过黑暗洞窟 可是青霜根本不知道黑暗洞窟 也不知道黑暗之章 可以开启黑暗洞窟的大门 堂堂第一句的领头人 知道的消息竟然不如承戒天堂 怎么想都不可能 唯一的可能就是 承戒天堂有一些特殊手段 而且承戒天堂 如此渴望黑暗之章 现在大恶魔出现 就为了眼前的戒指 要说戒指和他手中的黑暗之章没有关系 谁信 只能拼一拼了 时风咬了咬牙 随即飞速冲上前去 时风不过飞掠出十多马 大恶魔克奈特尔就察觉到了时风的存在 怎么还有一只小蚂蚁 去解决掉它 大恶魔克奈特尔高高在上 瞥了一眼时风 吩咐五只四十级的头领怪去解决时风 在大恶魔克奈特尔看来 时风这种一阶玩家 根本没有资格让他出手 击杀承戒天堂 完全是因为摩洛克之戒 要不然 早让手下的这些怪物 去干掉承戒天堂他们 眼看时风距离摩洛克之戒 还有一百马的距离 五只身形巨大的黑魔暴熊 就围了上来 来得好 时风微微一笑 对其中一只黑魔暴熊 用出无声步 二十马的距离 转瞬即逝 时风随即开启风之环的技能遇空飞行 一下让速度暴增220% 化为一阵狂风 眨眼间就摆脱了五只黑魔暴熊 直冲摩洛克之戒而去 小蚂蚁还挺厉害 大恶魔科奈特尔眉头一皱 随即伸出左手 只见一团黑色的火焰 在满是黑色灵甲的左手中绽放 这一团黑炎 虽然并没散发出灼热的高温 可是时风却能清楚地感觉到 这一团火焰的可怕 哪怕只要被碰触上一丝 它都会万劫不复 能死在我大恶魔科奈特尔的手中 对于你来说 也是无上荣耀了 大恶魔科奈特尔 对着时风轻轻一挥手 顿时漫天黑炎如海浪一般席卷去 但凡被黑炎碰触的怪物 无不发出惨叫声 转瞬化为虚无 时风不敢大意 身形一转 猛然冲向天际 在千军一发之际 躲开了漫天的黑炎 该死的蝼蚁 竟然敢闪躲 大恶魔科奈特尔大怒 手中冒出无数黑色电弧 每一道电弧都有大腿粗细 冲着时风微微一指 化为灰烬马 顿时无数黑色电弧化为一张大网 速度之快 比起时风开启玉空飞行 都快出一倍多 这是大恶魔科奈特尔的 拿手绝技四阶魔法暗窝 一招之下 就算是四阶NPC都无法闪避 只能抵御 对付玩家根本就是秒杀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时风看着已经把他包围的黑色电弧 心中满是无奈 只能用出王牌了 此时 时风不再闪避黑色的电弧 反而直冲向黑色电弧而去 知道躲不掉 想要自取灭亡吗 大恶魔科奈特尔 看着不要命的时风 不由露出满意的笑容 轰隆一声 半空中发出震天巨响 电闪雷鸣 仿佛世界末日 就算是四十级的头领怪 也扛不住这种恐怖的攻击 大恶魔科奈特尔刚想要转头 骤然发现不对 半空中竟然有一道金色的身影 向他飞掠而来 速度之快 都快赶上他了 为什么他还活着 大恶魔科奈特尔 不可置信地盯着毫发无伤的时风 就在大恶魔科奈特尔震惊的一小会 时风已经来到承接天堂化为灰烬的地方 一手拿起摩洛克之剑 立刻放入背包中 该死的小偷 你真的激怒我了 大恶魔科奈特尔血红的双眸中 闪现着隐隐寒芒 只见大恶魔科奈特尔手中 突然冒出一柄满是历次血红战斧 翅膀一挥 瞬间就出现在了时风的身前 一抚披下 一抚之下 光是挥舞的声响 就能产生暴音 力量之大 仿佛空间都被砍碎了一般 就连时风都无力闪避抵挡 哄 血色巨斧落在时风的身上 时风感觉身体 都快不是自己的身体了 一下被轰出三十码万 撞到一座四层高楼 这力量和速度 也太恐怖了 时风好不容易从碎石中爬起来 大恶魔科奈特尔的实力 绝对有四阶高等 要不是他把风之环 替换成地之环 开启绝对防御 此时他就算是六十级的二阶剑尸 也要死翘翘 时风此时生命值 虽然没有任何损失 不过全身都已经抹了 想要移动都不容易 四阶大恶魔 实在太可怕了 这种可怕 不管是体现在恐怖的属性上 更多是技巧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幅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就算是顶级高手 也才达到这种程度 拥有四阶职业的属性 顶级高手的身手 就算是时风巅峰时期 也只能转身就跑 大恶魔科奈特尔 发现时风还没有死 也不由诧异 一只小小的蝼蚁 能在他手中支撑过三招 这种事情 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大恶魔科奈特尔 还没有缓过来 时风就用初幻影杀 紧接着转身而逃 以最快的速度逃命 想走 你以为你能从我 大恶魔科奈特尔的手中逃走 大恶魔科奈特尔笑了 这种笑容充满了猙獰 时风这种三番四次的挑衅 对于高傲的科奈特尔来说 是绝对的侮辱 要是说出去 他大恶魔科奈特尔 也就不用在黑暗洞窟里面混了 大恶魔科奈特尔翅膀一扇 化为一道黑色流光 直追时风而去 速度好快 不愧是长翅膀的四阶大恶魔 时风看着距离 他越来越近的大恶魔科奈特尔 暗暗祈祷大恶魔科奈特尔 不要发现他的计划 预空飞行能持续的时间 本来就不长 只有24秒 从使用预空飞行 已经过去六七秒 绝对防御也用完了 想要从四阶大恶魔的手中逃走 只能声东击西 此时时风的分身 连忙开启剑刃解放和风行步 朝着本尊相反的方向直冲而去 四十级的头领怪根本追不上分身 不一会就甩掉了所有怪物 在本尊飞了四五秒钟后 大恶魔科奈特尔 也追上了时风本尊 卑鄙的人类 你很不错 竟然能让我大恶魔卡奈特 而如此劳神费力 对付你一个一阶见识 你也算是一个人物了 作为奖励 我会让你受尽无数折磨 永生永世 成为我的傀儡 大恶魔科奈特尔 看着一动不动的时风 一脸猙獰的冷笑道 是吗 但是 你要追上我才行啊 时风不屑道 追上 大恶魔科奈特尔脸色顿时一沉 因为他发现 眼前的时风突然变了 虽然属性更强 不过双眼 就跟人偶一般 没有一点生气 该死 竟然替换分身 说着 大恶魔科奈特尔猛然一跃 又冲回第五区 不过在大恶魔科奈特尔 离开三四秒后 原本没有一丝 生气的时风 又恢复了生气 正是时风 再次替换分身回来 深渊者的幻影杀 可以说是超强的保命技能 只要分身存在 时风就能无限制 和分身替换 只要有这一招在 就算是四阶职业的大恶魔 也别想轻易干掉它 随即时风调转方向 朝着第一驱飞去 一直到玉空飞行的 持续时间结束 大恶魔也没有再发现 时风的踪影 总算逃出来了 时风躲在一片大树林中 终于松了一口气 还好大恶魔并不知道 我的底牌 要不然真是死定了 希望摩洛克之界 可不要让我白忙活一趟 时风小心地从背包里 取出漆黑如默刻着 无数明文的戒指 全知之眼 时风扫一眼摩洛克之界 顿时神情惊恶 这怎么可能 时风都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摩洛克之界 竟然是传说集物品 时风看了两久 还是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传说集物品 在整个神域 都是凤毛麟角 就算是五阶职业的玩家 也不见得有一件 传说集物品 但凡传说集物品 都拥有着 让玩家越阶挑战的力量 就像是他的传说集物品 残骗天龙的圣西 开启龙之力 短时间内 力量就能匹敌 二阶的领主怪 如果拥有传说集物品 就能匹敌高等领主 领主怪物 不过是二是团队 副本的困难男 而高等领主 却是五十人副本困难级 这其中的厉害 可想而知 如果他现在能装备 一件传说集物品 完全可以带着团队 去攻略掉五十人的团队副本 更可以去挑战 地狱级难度 就算是百人团队的 困难级副本 也未尝不能去试一试 团队副本 是考验团队的整体实力 而一件传说集物品 就能让一个团队 整体提升一大截 这就是传说集物品的可怕 是可以达破常规的力量 不过看归看 数据读取后 显示出来的 的确是传说集 不过却是被封印的传说集物品 摩洛克之戒 戒指 传说集 被陨落的炎魔之主所封印 传说戒指里 蕴含着炎魔之主的秘密 和所有力量 只要戴上戒指后 就可以拥有炎魔之主的所有力量 在戒指封印之后 一直由大恶魔科奈特尔所保管 戒指中 有大恶魔科奈特尔的印记 每隔一段时间 大恶魔科奈特尔 就能感应到戒指的踪迹 系统 触发传说集任务 炎魔之主的陨落 任务内容 解除戒指上的封印 奖励未知 传说集任务 十封不有苦笑 难怪承戒天堂的惩罚那么重 光是一个史诗集任务的惩罚 就足以让玩家半残废 传说集任务自然不用 肯定是飞灰烟灭 只能重玩 不过这个传说集任务 我根本就没有听过 任务线索还这么少 说是解开封印 可是怎么解开都不说 戒指本身也没有提示 难怪承戒天堂会失败 十封可是很清楚 传说集任务的可怕 光是一个史诗集任务 就够让人头疼 更不用说传说集任务 但是 神域也是公平的 如果这能完成传说集任务 得到的奖励 也会非常惊人 神域玩家想要获得传说集物品 大多都是完成传说集任务才得到 可是绝大部分的玩家 都死在了传说集任务的路上 这也是为什么传说集物品 那么稀少的原因之一 如果可能 十封真不想现在就接触传说集任务 弄了半天 结果还是对黑暗降临一点帮助都没有 十封叹了一口气 现在只要有这个戒指在 等于说他 就会被一只大恶魔一直追杀 而且这个追杀时间还不确定 比起史诗集任务的时间限定 可要危险太多了 随后 十封把摩洛克之介放入背包 目前来说 完成黑暗降临这个任务最重要 就在十封要转身离去时 系统又发出提示音 系统 发现摩洛克之介黑暗之力 是否吞噬黑暗之力 吞噬黑暗之力 十封微微一愣 想了想自己背包里 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随后点击同意吞噬 只见系统背包里的十多颗灵魂水晶 瞬间不见 而摩洛克之介 也因为吞噬了灵魂水晶 戒指周身上的名文 也被点亮一点 系统 摩洛克之介第一封印解除 这就解除了 十封不由无语 又查看起摩洛克之介 摩洛克之介 戒指 传说集 被陨落的炎魔之主所封印 传说戒指里 蕴含着炎魔之主的秘密 和所有力量 只要戴上戒指后 就可以拥有炎魔之主的所有力量 在戒指封印之后 一直由大恶魔科奈特尔所保管 戒指中有大恶魔科奈特尔的印记 每隔一段时间 大恶魔科奈特尔 就能感应到戒指的踪迹 第一封印解除 开启部分力量 距离第二次封印解除 所需黑暗之力 6100 全属性提升10% 火炕加30 附带技能黑暗之门 可以开启黑暗洞窟中心区的传送门 持续时间10分钟 冷却时间24小时 果然黑暗洞窟 和这个戒指有关 十封笑道 这下可以去黑暗洞窟的中心区了 在十封戴上摩洛克之戒后 立刻就使用了黑暗之门这个技能 哄 大地突然颤抖 冒出滚滚黑烟 不到一会 黑烟就形成了一扇五米多高的大门 在大门上刻着无数金色神纹 散发出惊人的压迫感 好厉害 这压迫感都可以匹敌五接NP了 十封此时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 仿佛自己在这扇大门的面前 就是一只蝼蚁 让人根本没法反抗 不过 十封想要推开大门时 突然发现 这个大门根本打不开 反倒是在大门上 发现了一个凹槽 仿佛像是钥匙孔 原来如此 十封原本还以为承接天堂坑塌 现在看来 想要去黑暗洞窟 还真需要黑暗之章 随即拿出黑暗之章 放进了凹槽中 黑色的石板一放进去 顿时大门上的金色神纹 也连贯起来 绽放出金色的光运 而大门也缓缓开启 大门开启的一瞬间 十封明显感觉到 从大门里面 好像冒出来什么东西 一下让身体变得无比沉重 想要迈出一步都难 这个黑暗洞窟 到底是什么地方 光是从大门里冒出来的压迫感 就让我的战力实不存一 十封还是头一次感觉到 在大门的另一侧 有着让他恐惧的东西 之前就算是在神墓里 他也没有这样的感觉 难道里面有神灵存在 不过十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咬牙迈进黑暗之门的另一侧 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如果完不成任务 他只有死路一条 十封一进入黑暗之门 就好像有一种空间穿越的感觉 略越当空 一眼望不到顶的巍峨山峰 呈现在他的眼前 而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金碧辉煌的神殿 随着神殿越接近山顶 神殿也就越大 在山脚下的神殿不过十多米高 在网上的神殿就变成了二十多米 十封所能见到的最高神殿足有上百米高 这些神殿一个比一个巨大外 绽放出来的神威也是越来越强 在就十封一头雾水时 山峰上突然飞下来一道黑影 速度之快 仿佛瞬移一般 立刻就出现在了十封的眼前 运气不会这么差吧 竟然是五阶堕天使 十封看着头顶上 煽动着三对漆黑羽翼的妖娆女子 心中一阵恶寒 堕天使作为神域的高等生物 天生就比普通生物强出许多 号称同阶无敌 就算是掌握五阶禁忌的五阶职业高手 在五阶堕天使面前也只能逃命 这一下是真死定了 十封仰视着半空中的堕天使 只能露出一丝苦笑 他也许能从四阶大恶魔的手中逃命 但是在五阶堕天使面前 根本就没有反抗之力 在五阶领域自成空间 就算是七要之界里的空间移动技能 都无法使用 更别说其他手段 比速度 他连四阶的大恶魔都比不过 又怎么可能比得过五阶堕天使 要知道 四阶大恶魔科奈特尔 在五阶堕天使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人类 看来你的胆子不小 不过是一个一阶箭士 竟然敢偷走科奈特尔 一直保管的摩洛克之剑 堕天使弹幕的神情中 浮现出一抹戏虐之色 就好像小孩得到了新玩具一般 十封还没有反应过来 堕天使在半空中突然消失不见 等到十封反应过来时 妖艳的堕天使 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前 一只洁白无瑕的玉手 就洞穿了十封的心口 上万点生命值瞬间清零 这就是五阶堕天使的力量吗 十封看着自己快速逝去的生命值 心中满是震撼 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比他见过的五阶玩家 要厉害太多太多 不过最让人恐惧的 还是堕天使的战斗水平 完全是浑然天成 没有一丝一毫的多余动作 也难怪众多高手 谈到堕天使都是谈虎色变 十封虽然达到入微领域的 第二阶段流水领域 对于自身的掌控 已经非常人能比 不过还是做不到一举一动 都达到完美 只有达到玉的境界 才能做到如此完美 不过神域里 又有几人能达到玉的境界 此时十封也很庆幸 堕天使并没有使用 特殊的招式及沙塔 只是普普通通地干掉 这样 他最多掉一击 损失一些技能熟练度而已 而且被怪物干掉 玩家是不会掉落装备的 除非某些死亡必掉的特殊道具 这是怎么了 十封再次睁开眼 突然发现 他复活的地方 竟然还是在黑暗洞窟里面 不过复活的地方 距离微额的山峰很远 想要跑过去 起码要半个多小时 一般来说进入特殊地图 只要死了 肯定会回程复活 他被五阶堕天使干掉 按理来说也应该回程复活 结果却在荒郊野外复活 十封又连忙点开属性面板 检查了一遍自己的属性和背包 还好 只是等级掉了一级 损失一些技能熟练度 十封看完系统栏后 松了一口气 等级不管是33级还是32级 对于十封来说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封环视四周 顿时发现 一望无际的平原中 铺了一条黄金大道 无数的怪物 沿着这一条黄金大道 走向那个巍峨山峰 这些怪物的等级高低不等 最低有十级的 最高的组有一百多级 数量超过十万以上 而且这些怪物的种族繁多 其中大半都跟黑暗势力不挂钩 甚至十封 还看见了人类NPC 这些NPC 也都不是黑暗势力所属的NPC 更像是野外冒险者 等级从十级到一百级不等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类NPC在这里 十封心中暗精不已 不过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悄然跟了上去 为了小心一点 十封还特意开启幻影纱 让分身一点一点靠过去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 这些怪物和NPC 见到十封的分身 并没有攻击的意思 甚至在分身踏入黄金大道后 系统提示 这片区域内 无法攻击任何目标 没有危险 十封也就放心了 随即沿着这条黄金大道前进 他好不容易来到黑暗洞窟的中心去 黑暗之书超过八成 可能就在山上的某一处地方 十封做过不少史诗级任务 之前被五阶堕天使击杀 但是只是普通的死亡 证明任务并没有失败 很可能是进入的方式 不断导致的惩罚 要不然 他也不用活了 一只五阶堕天使 看守黑暗之书 他除非是六阶神级玩家 要不然根本无法完成任务 而上一世千唤万灭 能完成任务 说明绝对有其他办法混上山去 悄悄夺取黑暗之书 来到山前 黄金大道直通山脚以下的一个巨大神坛 在神坛上 有无数的怪物在相互厮杀 经过一番厮杀之后 胜利者可以得到一把金色的钥匙 随后上山 可以踏进他之前传送进来的地方 果然是我的进入方法不对 十封观察了好一段时间 并没有发现什么高阶镇守怪物 更没有五阶堕天使 在半空中巡逻 很快 十封就来到了神坛前 十封刚一脚踏入神坛中 系统提示音也响了起来 系统 击败眼前的所有敌人 就可获得进入世界风 系统 梅基沙一只普通怪 可以获得一分钟时间 一只精英怪 可以获得十分钟时间 一只特殊精英三十分钟 一只头领怪一百分钟 一只领主 怪五百分钟 系统 你可以选择十只你的对手 如果无法击败你的对手 你将会死亡 系统 你只有十九分钟选择时间 到时间还没有选择 是做放弃 如果放弃你 也会死亡 原来如此 进入世界风 还有这样的限制 看来要好好挑选 一下自己的对手才行 十封总算是 明白了这里的玩法 不过世界风这么大 如果只是击杀 十只普通怪 得到十分钟的时间 恐怕还没有跑几步路 就到时间了吧 黑暗之书这种东西 怎么看都不可能 放在简单的地方 说不定会放在山顶上 如果纯跑路到山顶 十个小时恐怕都不够 不过选择的怪物实力过强 也会让自己陷入不利 万一无法击杀选定的对手 那可是会死人的 一只领主级怪物 就等于击杀50只特殊精英 5只头领怪物 不过领主怪时间虽长 但是最难对付 而且领主怪联手 威力倍增 相当于同时面对两只BOSS 就算是十封也玩不来 可是不击杀高等怪物 时间可能不够用 在巨大的神坛中 十封考虑的良久 系统 你还有一分钟的考虑时间 请尽快做出选择 时间一点点流逝 十封的大脑也在飞速地运转 单的选择 其中牵扯到的问题却很多 这个考验可以说是 用来确定一个玩家 对自己的认识度 如果没有对自己清楚地认识 很可能因为选择的怪物过于强大 而导致自己灭亡 相反 如果选择的怪物过于弱小 很可能因为时间不够 而导致无法完成任务 也就是说 对自己的实力认识越清晰 能取得的利益也就越大 十封虽然有装备传说物品残片 不过爆发性的龙之力和剑刃解放这种技能 短时间内的确有很大可能击杀一只同级领主 但这并不是用来对付一群领主及怪物的技能 所以在选择上很不容易 系统 你还有30秒的考虑时间 请尽快做出选择 我选择一个领主怪 9个头领怪 十封想了半天 终于才开口道 系统 对手确定 根据你的战力分析结果 难度判定为A级 胜利后可以获得最高开启暗金级神殿大门的钥匙 是否确定这个选择 暗金级 十封顿时感觉不对 联盟说道 我重新选择两个领主怪 八个头领怪 他的任务是史诗级 想要得到黑暗之书 明显不是暗金级神殿能办到的 必须达到史诗级才有可能 要不然 他这一战就算是赢了 任务也是失败 系统 对手确定 根据你的战力分析结果 难度判定为A级 胜利后可以获得最高开启暗金级神殿大门的钥匙 是否确定这个选择 我靠 两只领主怪物都不算S级 十封心中大骂 我重新选择三个领主 怪七个头领怪 两个领主怪 对于十封来说 已经是极限 胜率不会超过五成 三只领主怪 按照十封的估计 他的成功率不到两成 毕竟领主级怪物的叠加 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 系统 对手确定 根据你的战力分析结果 难度判定为S级 胜利后可以获得最高开启使师级神殿大门的钥匙 是否确定这个选择 确定 十封咬牙道 希望三只领主怪的阵容不要那么好 不一会 神坛上就冒出十只怪物 三只领主级怪物 七只头领级怪物 这些怪物清一色都是人形战斗傀儡 体型和人类一样大小 不过在属性上玩爆十封 黄金傀儡 领主级 等级三十二级 生命值一百六十万 白银傀儡 头领级 等级三十二级 生命值五十五万 总算运气还不错 这些傀儡都是近战 生命值也不高 拉开距离 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十封松了一口气 随着战斗的开始 十只傀儡纷纷纷启动 一步一步走向十封 并没有像生物那般机灵敏捷 不过十封也不敢大意 随即开启龙之力 力量提升百分之一百 防御力和生命值提升百分之三百 十封的生命值瞬间提升到三万多 领主就是领主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就在十封前脚开启龙之力 战斗傀儡后脚就直冲而来 速度比起正常的头领怪和领主 都要快一截 不到五十码的距离 转瞬就到 白银傀儡手中的长枪 纷纷刺向十封 而且黄金傀儡也抽出身后的双剑 紧随其后 十封二话不说 开启冰蓝魔焰和奥义黑黄 不再有任何保留 深蓝的火焰遍布十封的全身 火系和兵系伤害提升在百分之四十 立刻用出天轮循环之剑 立刻封锁了十只战斗傀儡的行动范围 紧接着用出颜灵风暴 冲天冰蓝魔焰吞噬了十只战斗傀儡 冒出超过两万点的伤害 触发暴击更是达到四万点 一直持续了五秒 转瞬就干掉了这些战斗傀儡 十万多点生命值 大型毁灭魔法的可怕 净显无遗 而十封累积的死气 也转瞬积累到三十层 先干掉你一个 十封又从背包里 拿出一瓶白果佳酿 一口气全部喝下 瞬间让契合度提升一截 一步迈出 来到一只生命值不到三十万的白银傀儡身前 用出幻影杀和火焰爆裂 二十四连杀 二十四道剑光照亮了整个神坛 白银傀儡也跟着消散 虽然击杀了一只白银傀儡 可是剩下来的六只白银也冲了上来 更有三只黄金傀儡从两侧夹击 爆发技能已经用完 十封在用出燕雷暴来给 战斗傀儡减速的同时 造成上万点伤害 因为契合度的提升 燕雷暴的完成度勉强达到95% 可以让这些傀儡减速十多秒 随后开启风之环和分身转身就跑 同时面对两只领主 就足以让十封应接不暇 更不用说应对三只领主和六只头领怪 有风之环的提速和燕雷暴的减速 白银级的傀儡根本追不上 就算是黄金级的傀儡 也会因为攻击十封导致速度骤减 拉开距离 想要围杀十封根本不可能 而十封开启九头龙斩 十二把深渊幻影不断攻击远处的白银傀儡 时不时还用赤火飞星攻击 伤害虽然没有用深渊者来得高 不过一次两三千点的伤害 还是不小的消耗 距离近了就用风雷闪来附加伤害加深效果 在十封不断累积死气减少燕雷暴和风雷闪的技能CD 其中火焰爆裂减少的CD最多 就这样一边减速 一边消灭白银傀儡 时不时用火焰爆裂来秒杀残血的白银傀儡 不过两分钟的时间里 所有白银傀儡全灭 只剩下三只黄金傀儡 这三只黄金傀儡形影不离 根本无法找机会单独下手 而且长时间的战斗 三只黄金傀儡已经恢复满血 就算十封开启玉空飞行 可以疯狂攻击其中一个 不过剩下两个黄金傀儡 会用双剑拼命牵制 让十封根本不敢在黄金傀儡的身边 多停留一回 该死 虽然黄金傀儡没有任何技能 但三只黄金傀儡仿佛一体 攻守兼备 根本就没有机会单杀其中任何一个 十封悬浮在半空 剑眉紧皱 三只黄金傀儡联手太强 要是龙之力的时间到了 想要打消耗战斗难 难道只能现在用吗 十封从背包里 拿出一张水蓝色的魔法卷轴 心中有些不甘 这可是他最大的底牌 就连对付大领主默雅时 他都没有去想过使用 坚毅点点过去 十封只好摊开水蓝色的魔法卷轴 十封这次为了得到黑暗之书 来之前做了很多准备 其中水蓝色的魔法卷轴 就是其中之一 领主怪虽强 但也是二阶怪物 只是在生命值和伤害上 远远超过普通玩家 才会变得那么难对付 十封开启龙之力 力量属性 已然不在同级领主之下 凭借高超的闪躲技巧 和绝杀技能 完全可以 耗死一只同级领主 只是三只黄金傀儡配合无间 光是拼命闪躲 都是极限 更别说攻击 随着十封摊开水蓝色的魔法卷轴 无数的水元素蜂拥而至 不断向魔法卷轴里聚集 不过片刻时间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六星魔法阵 去 十封对着冲过来的三只黄金傀儡一指 骤然六星魔法阵里 喷出瀑布一般的激流 瞬间漫过三只黄金傀儡的身躯 方圆五十码内 形成了一个小型湖泊 虽然湖水只漫过黄金傀儡的膝盖 不过湖水就仿佛有生命一般 数十道水流成形的长边 把三只黄金傀儡给束缚住 三只黄金傀儡 疯狂挣脱这些水边的束缚 在领主及怪物的面前 这些水边还是被挣脱开 不过这些水边 好像无穷无尽 断了一根 还会扑上来一根 让三只黄金傀儡 行动异常困难 你们不过是领主 在二阶领域魔法水流拘束面前 还是会受到巨大影响 还是死心吧 石锋在用完二阶魔法卷轴 水流拘束后 心中还是有些肉疼 灵异宫会中 二阶的魔法卷轴并不少 但是水流拘束有些特殊 这是领域技能 比起大型毁灭魔法还要稀有 虽然没有任何攻击力 但是却能大幅限制敌人 所以非常稀少 而石锋手中也就这么一张 用完后 以后再想拿到就难了 水流拘束可以持续十分钟 在这十分钟内 领域内的任何敌人 都会受到水流的束缚 极大的影响行动力 就算是领主怪 能发挥出来的实力 也有限 死吧 石锋顿时冲向其中一只黄金傀儡 有了水流的无尽束缚 三只黄金傀儡的配合不再完美 石锋轻易就对着一只黄金傀儡 疯狂攻击 斩击 眼雷暴 风雷闪 一个个技能下去 黄金傀儡的生命值 也是羞羞羞地往下掉 因为奥义黑黄 让技能的冷却时间大幅减弱 斩击技能 几乎是无CD 加上石锋喝下的白狗加酿 石锋在使用技能时的感觉 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完成度都在95%以上 一次就是两三万伤害 160万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速下滑 直到黄金傀儡的生命值 下降到30%以后 石锋突然生出一股危机感 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哄 石锋不过刚退出去几步 一股强大的冲击力 就把石锋震出十多马万 这是 绝对领域 石锋一脸震惊 此时生命值 只剩下30%的黄金傀儡周围 形成了一层淡淡的灰色薄膜 无数的水边和湖水 都被灰色薄膜驱逐 根本无法进入领域内半分 没有了水流的束缚 黄金傀儡的速度完全恢复 大步一踏 转瞬就来到了石锋的身前 手中的双剑舞动 就好像变成了长鞭 狠狠抽象石锋的身躯 来得好 石锋不由一笑 仿佛早看穿了黄金傀儡的一切举动 身躯一弯 如长鞭一般的剑芒就划过了石锋的身前 几乎擦着石锋的身体而过 不过并没有真正碰触到石锋本人 流水之境 面对黄金傀儡的疯狂攻击 无数剑芒 石锋就好像流水一般穿过 随后对着黄金傀儡的关节处发动攻击 如果黄金傀儡是使用其他技能 石锋还真有些忌惮 但是绝对领域这一类解除所有限制的技能 对于石锋来说最没有威胁 在力量上 他丝毫不比临主叉 在速度上虽然有一定距离 不过凭借流水伸法还是能躲开 如果闪避不行 他还能硬碰硬 根本不距离主机的进展 不过十多秒钟 一只黄金傀儡终于倒下了 一只黄金傀儡的死亡 对于石锋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顾虑 胜算立刻提升到五成以上 随即就冲着第二只黄金傀儡杀去 终于在龙之力持续时间结束时 石锋用出第二章二阶魔法卷轴烈焰刀 击杀了第二只黄金傀儡 最后只剩下一只黄金傀儡 没有了龙之力 对付最后一只傀儡 石锋看了一眼火焰爆裂的CD 微微一笑 终于可以结束了 在经过不到两分钟的消耗战后 终于把黄金傀儡的生命值 消磨到一百万以下 石锋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于是开启戒刃解放 力量属性提升90% 敏捷属性提升90% 再次玩虐黄金傀儡 相比开启龙之力时 虽然伤害略低一些 不过攻击速度的大幅提升 总体伤害要提升一大截 在黄金傀儡要开启绝对领域时 石锋也用出了绝杀技能 火焰爆裂和龙吸 直接秒杀了生命值 才20%多的黄金傀儡 战斗一结束 石锋的耳边也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系统 玩家完成S级难度 奖励使师级神殿钥匙 获得时间2200分钟 考验结束后 石锋也并没有急着进入山内 而是先休息 见任解放后 他会有三分钟的虚弱时间 而且山里面的情况 他并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所以要恢复到最佳状态 顺便等待龙之力的冷却时间 他既然已经有资格 进入世界风里面 他也不急于一时 顺带还能恢复一下精神状态 毕竟高强度的战斗 非常好神 不过是山门前的一次考验 就让我用出那么多底牌 不知道山里面的考验会怎么样 石锋想到 之前突然出现在的五阶堕天使 现在心里还有一阵发寒 三个小时很快过去 石锋也拿着奖励的紫金色 钥匙打开了通向世界风的大门 石锋刚一步踏入世界风内 之前考验获得的时间 就开始倒计时 没有怪物马 石锋诧异 他没有急着深入 看了看四周 还有不远处的十米来高的神殿 根本没有任何怪物来阻碍他 随后 石锋开启风行步 跑向最近的十米来高的神殿 金碧辉煌的神殿前十门紧闭 石锋只是一处摸石门 耳边就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系统 检测位史诗级神殿钥匙 有资格打开青铜级神殿大门 是否花费五十分钟来打开 我靠 打开神殿 还需要花费时间 石锋原本还想着 他的时间应该够用啊 现在来这一手 顿时感觉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不过神殿里面具体什么情况 石锋也不清楚 必须了解一下 后面才更好应付 打开大门 石锋咬了咬牙说道 在石锋确定后 厚重的石门随着缓缓打开 而石锋剩下来的时间 瞬间就少了五十分钟 如果换成之前击杀的怪物 相当于击杀了两只特殊精英 走进神殿内 是一条通向神殿顶部的阶梯 在阶梯四周的墙壁上 刻画着诸多神文和图画 其中步伐一些大破灭之前的神灵 石锋一步一步沿着阶梯 走向神殿顶部 初期石锋还没有什么感觉 不过走到阶梯中部时 石锋就发觉不对 重力怎么变强了 石锋对于自身的掌控很强 此时他不过才多踏上一层阶梯 重力就提升了一程 别看重力从一提升到1.1差别不大 但是会影响到技能完成度的发挥 导致战力下降 不过石锋既然来了 自然没有想过离开 要是一个青铜级神殿都闯不过去 想要拿到黑暗之书 根本就是做梦 在一步一步前进时 石锋的速度也不再那么快 因为每走十层阶梯 重力都会变得更强 石锋多少都需要适应一下 直到石锋登顶神殿的最上层时 重力已经达到了2.4倍 在这样的重力下 就算是石锋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神殿顶部空间不大 大概一个篮球场大小 而在最里面摆放着一座黑色的石棺 此外什么都没有 石锋才走上前去 距离石棺还有十多码的距离 石棺上突然浮现出金色神纹 随之在周围形成了一个金色的魔法阵 瞬间就把石锋包裹住 这是结界 石锋环视四周 四周全都被淡金色的半透明墙壁挡住密布透风 可以说是他完全困在了里面 就在石锋想着怎么出去时 结界内部凝聚出一道半透明的身影 而这个身影竟然就是石锋本人 不管是穿着还是面貌都一模一样 神殿守卫等级32级 生命值2万 难道让我干到他 石锋看了一眼神殿守卫 神色有些凝重 2万点的生命值 对于石锋来说 他只需要一招暴击就能秒杀 但是石锋却不敢随便上前 因为石锋的直觉告诉他 上去就是死 就连灵主级怪物石锋都能应付 可是现在对于一个生命值 只有2万点的神殿守卫 彻底没有办法 你不上吗 神殿守卫笑着开口道 看着神殿守卫 充满人性化的表现和言语 石锋不由吃了一惊 在他的记忆中 除了高阶NPC能有如此表现外 他还从来没有 从一个普通怪物身上看到过 可见神殿守卫很不简单 我可不想死 石锋摇了摇头 心中更加坚定 神殿守卫的强大和他的直觉 你很不错 竟然能看出我们实力的差距 不过你放心 你来到这里 并不会有任何危险 反而会有奖励给你 神殿守卫笑着说道 奖励 什么奖励 石锋并不认为一个NPC会耍他 也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NPC绝对比他还要强 想要对付他 直接杀了不就行了 让你变强 神殿守卫解释道 我可以指点你一个剑士的技能 能学会多少 就看你自己 不过你的时间不多 现在只剩下不到49分钟 指点剑士的技能 十分诧异 在想到青铜神殿开启所需要的代价 顿时明了 连忙说道 我想要你指点一下斩机技能 剑士的技能很多 不过有些常用 有些不常用 其中斩机技能 是非常他常用的技能之一 虽然有魔器让的完成度提升不少 不过 距离100% 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你的判断很好 那么 你看清楚了 神殿守卫点了点头 开始演练斩机技能 只见神殿守卫身体往前一倾 手中的深渊者一挥 深渊者就开始模糊起来 随之前方的空间出现了一丝破碎 显露出一条淡淡的空间裂缝 和十封所用出来的斩机 有着天壤之别 这怎么可能 十封心中 卷起惊涛骇浪 他使用斩机技能的完成度 超过95% 可以说非常接近完美 可是他出剑时 三道剑光宛如圆圆 交汇于一点 可是神殿守卫用出斩机技能 根本就没有三道剑光 从始到中都是一道剑芒 而且神殿守卫挥剑的速度并不快 他看得非常清楚 也非常确定 只有一道剑芒 不过最恐怖的 还是斩机 展现在出来的威力 十封可以感觉到 神殿守卫的力量和体质 是和他一样的 只是生命值较多而已 可是斩机却能撕裂空间 看出一道空间裂缝 虽然很小很小 不过这威力足以秒杀他 速度不快 力量不大 可是却能造成如此恐怖的威力 看不明白 神殿守卫笑道 嗯 十封点了点头 很干脆地承认道 他怎么说 也是神域里达到流水境界的顶级高手 虽然还比不上 上一世那些巅峰高手 不过相差已经不远 但是神殿守卫使用的一阶斩机技能 完全打破了 他对斩机技能的认知 既然看不明白 就多看几次 也可以过来亲身感受一下 你可以放心 在节节内 你是不会受伤的 神殿守卫就好像一位老师 对于十封这个学生 很是细心教导 十封一听 连忙向神殿守卫指教 技术想要提升 战斗来得最快 之前是担心神殿守卫把它干掉 现在既然是奖励他提升技能水平 他自然不客气 直接展现出最完美的技巧 去和神殿守卫战斗 看到十封使用斩机弓过来 神殿守卫也同样用出斩机技能 两剑相碰 火花四射 砰的一声 十封前脚一招 斩机砍向神殿守卫 后脚就印在了结界的墙上 在十封之前站的位置上 还留有一道淡淡的空间裂缝 这是 超越完美的技能吗 十封一脸惊愕地 看着神殿守卫 脑海中不断回想 之前神殿守卫挥出的一剑 说到初剑速度 明明是他更快 而且他也做好了闪避的准备 可是他还没有闪避 神殿守卫的剑 就碰触到了他的剑上 瞬间他就感觉 手中传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随后整个人就飞了出去 此时十封还惊魂未定 幸亏这只是指导 要不然神殿守卫真的一剑 就能秒杀他 他和神殿守卫的差距 根本就是两个世界 完美 神殿守卫笑了 这个世界上哪有完美 只是你的眼界有限 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已 没有完美 十封想到技能完成度100%的限定 可是神殿守卫又说没有完美 难道技能完成度还能超过100% 十封越想觉得越有可能 要不然他接近100%的斩击技能 为什么会和神殿守卫使用的斩击技能 差距这么大 随后 十封一次又一次和神殿守卫战斗 每一次战斗的结果 虽然都是十封完败 但是十封越战越兴奋 因为他感觉抓到了什么东西 这是他已经从来没有发觉的 他已经太注重自身 想要把技能使用的和系统展示的一模一样 可是却忘了外在的东西 随着一次次交手 十封的完成度也在不断提升 96% 97% 98% 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吧 十封猛然身躯一清 不在追求速度的极致 跟着空气的阻力而挥出一箭 顿时前方的空间中冒出一丝空间裂缝 斩击技能完成度101% 这感觉真是美妙 十封看着身前那一抹黑缝 不由回想起之前初见的感觉 可惜这种超越完美的完成度 十封也只是偶然触发 想要抓住这种感觉太难了 就仿佛梦境一般 十封还想着再跟着神殿守卫对练一番 耳边就突然想起了系统提示音 系统 神殿开启时间结束 玩家还有三秒将被传送出神殿 这么快时间就到了吗 十封不由诧异 他感觉和神殿守卫对战 只是过去一小会而已 他还有太多的问题想要知道 可是不知觉竟然过去了50分钟 等到十封反应过来 已经出现在了神殿外的大门前 这 十封还想要打开神殿进去 不过系统提示 这座神殿已经打开过一次 次打开需要再等候7天 真是太可惜了 要是能再多练上几个小时 说不定我就能抓住那个感觉 十封暗暗叹息 在神域里 玩家的战斗技术也还 还是技能使用也好 都是没有老师教导的 系统只是给出全息图像 让玩家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练习 现在能有人专门教导 怎么使用好技能 这绝对是天大的机遇 毕竟有人指点 比起玩家黑灯瞎火的去投石问路 这效率提升了不止十倍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玩家 无法达到一百程度 现在打开大门花费五十分钟 里面待了五十分钟 只花费一百分钟 已经算是赚大了 不知道其他神殿会有什么奖励 十封有些期待起来 光是一个青铜级神殿 就有这样的指点奖励 之上的玄铁级 秘银级 金金级 暗金级 史诗级呢 想到这里 十封不再浪费时间 开启风行 不直冲世界风的山巅 神殿的级别 是根据世界风的高度决定 越是高级的神殿 距离山顶就越近 不过世界风太大了 比起白河城 都要大了多少倍 哪怕石峰一路狂奔 不断使用风行 不加速卷轴翼空飞行 可是跑了三个多小时 才跑到世界风的中部 还是望不到山顶 倒是山峰的巍峨神殿 变成了一个小点 三个小时 才达到金金级神殿的区域 一百八十分钟 可是要击杀六只特殊精英 才能得到 就算高手玩家来了 恐怕也拿不到 金金级神殿的奖励吧 石峰是一世经 金级神殿的石门 足足需要二百分钟的时间 才能打开 要知道 目前的神域精英玩家 一人也就对战 一只同级精英 普通的高手玩家 也才对抗一只 同级的特殊精英 只有一流高手 才能对抗一只 同级头领怪 顶级高手 才能和一只 同级的领主对战 只有击败两只头领怪 和八只特殊精英 才能获得四百四十分钟 达到这里打开大门 也就是说 非常厉害的一流高手 才能勉强打开 金金级神殿的大门 取得奖励 这才勉强到中层 不知道跑到 史诗级一层 需要多久 石峰心中有些担心 因为他发现 越是往上跑 神殿相距的距离就越远 这才到 金金级神殿区域的边缘 之上的暗金级 还有史诗级 不知道要跑多远 而且他才勉强 拿到史诗级的神殿钥匙 不知道打开史诗级神殿大门的时间 需要多久 万一不够用 那可就完了 真是可恶 空之环的空间移动 在这里无法使用 只有风之环的提速 和预空飞行 才有一些帮助 石峰对于世界风的规定 感到很无语 要是能使用空间移动 一秒横跨四十万码的距离 他不知道能节省多少时间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石峰一路狂冲 终于在花费五个小时后 来到了一处三百多米高的神殿前 这里的神殿 跟石峰之前见到的神殿 完全不同 这就是史诗级神殿吗 石峰望着大山一般的神殿 之前的神殿如同死雾 而这里的史诗级神殿 却带着惊人的威压 甚至石峰都怀疑 在这些神殿里面 住着恐怖的怪物 石峰走过去 触摸了大门 系统 检测位史诗级神殿钥匙 有资格打开史诗级神殿大门 是否花费一千分钟来打开 一千分钟吗 石峰松了一口气 我现在还有一千六百多分钟 打开一个史诗级神殿 还有不少剩余时间 六百分钟应该可以找出 存放黑暗之书的神殿 世界风的神殿极多 哪怕是史诗级神殿 石峰一眼望去 都看到星号座 更别说更上面的史诗级神殿 粗略估计都超过百座 这些神殿各不相同 光是从魔法元素上 就有极大的差距 有的神殿绽放出光明的魔法元素 有的神殿绽放出火焰魔法元素等等 哪怕是同一种魔法元素 在神殿的大门前 还可有不同的图画 有的是天使 有的是恶魔 还有很多其他种族 有的甚至是神灵 所以 想要找到黑暗之书存放的神殿 并不是那么难 只要时间足够 黑暗之书是恶魔一族的质保 应该存放在恶魔系黑暗元素的神殿中 石峰对于世界风不了解 但是对于魔法有些了解 诅咒乃是黑暗系技能之一 既然是能诅咒他的大恶魔 证明就是会黑暗系魔法的大恶魔 那么 黑暗之书肯定跟黑暗系的神殿有关 有了目标 石峰一路疯狂寻找 很容易就找到了 五座黑暗系的神殿 其中 恶魔种族的神殿只有两座 这两座神殿 一座是毁灭之主的神殿 一座是恶梦之主的神殿 黑暗之书 据传是毁灭之主编写的书籍 里面记述着所有恶魔 传闻只要掌控黑暗之书 就能成为恶魔之主 让所有恶魔都听从号令 石峰二话不说 就打开了毁灭之主的神殿 厚重的黑色大门打开 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 石峰可以从气息中 赶到毁灭的源泉 威压之强 里面散发出来的威压 比起五阶座天使 都要强很多 真是厉害 不过是一座神殿 明明里面什么生物都不存在 还有这样的威压 不愧是毁灭之主的神殿 石峰惊叹道 龙之力开 强大的威压 让石峰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 不过石峰 在开启龙之力后 这种威压就小了不少 很容易就进入神殿里面 石峰才踏入神殿内 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鸟语花香 草木茂盛 完全是一座庭园 根本不像是神殿 堕天使 石峰立刻就在庭园内发现之前 击杀过他一次的堕天使 黑色的羽翼 妖娆的完美身姿 修长的双腿 还有那白皙如玉的皮肤 和完美无瑕的容颜 也就只有大神观夏莲能比一比 其他女子在他跟前 都会黯然失色 人类 你来得还真快 五阶堕天使 闭绿色的瞳孔看向石峰 开口嬉笑道 你们冒险者 真是受到上天恩贵 天生就有不朽之魂 就算是我们想要彻底 击杀你们这些冒险者 都不容易 石峰想到 之前堕天使秒杀他的一幕 此时还后背发寒 那种近乎完美的战斗技巧 在整个神域 也没有几个玩家能媲美 要不是他知道 在神殿里只有奖励 没有惩罚 恐怕早就转身逃出神殿了 我叫塞莲娜 过来吧 这一次 你是正常来到世界峰 我是不会击杀你 堕天使塞莲娜招了招手 笑着说道 既然你能来到这里 证明你也有些本事 我可以给你两个选择 两个选择 石峰好奇道 说是选择 其实就是两种奖励方式 堕天使塞莲娜 微微点头 第一种就是得到这里 一直存放的黑暗之书 第二种是通过一个小小的考验 你不仅能得到黑暗之书 还能得到这些东西 堕天使塞莲娜 轻轻一手 半空中突然就冒出三个七彩宝箱 第一个七彩宝箱里 放着大量灵魂水晶 粗略估计都超过100颗 在黑暗洞窟内 灵魂水晶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一次得到100多颗灵魂水晶 绝对可以让庇护所的实力 提升一大截 第二个七彩宝箱里 存放着一个黑色的石板 感觉和黑暗之章有些像 不过显示的名称 却是庇护之章 可以让一个庇护所 直接晋升一个级别 最高提升到大型庇护所 竟然连这样的好东西都有 史诗级奖励果然惊人 时封看得激动不已 庇护所在黑暗洞窟内 是非常难晋升的 除了需要海量灵魂水晶 还需要完成一系列任务 才能晋升 这里面花费的人力物力非常恐怖 就算是第一区的庇护所 到现在也没有晋升为大型庇护所 可想而知其中的难度 也就只有那些 有大工会撑腰的庇护所 集合工会掌控的 所有庇护所资源 才能弄出一座大型庇护所 现在得到庇护之章 立刻就能让中型庇护所 晋升到大型庇护所 这对于灵异掌控的 第一区庇护所 可是巨大的提升 不过在第三个七彩宝箱打开后 石峰是彻底愣住了 魔导器设计图 石峰死死地盯着 第三个七彩宝箱里的一张残 旧设计图 恨不得立刻抢到手 嗯 没想到你一个人类 还知道这东西 既然知道魔导器 那么你肯定知道 魔导器设计图所代表的意义 其价值也就比黑暗之书差一些 但是对于你们人类来说 魔导器的价值 恐怕远在黑暗之书之上 舵天使塞莲娜 看到石峰的反应 满意一笑 说吧 你要选择哪一种奖励 石峰不禁沉默来 魔导器可是神域魔法 文明发展到巅峰的产物 集合了炼金锻造工程 三大技术的巅峰之作 也是终结神魔时代的象征 哪怕只是最低等级的青铜级魔导器 都可以让一个玩家的实力提升一个层次 更别说是一张魔导器的设计图 哪怕是最低等级的青铜级魔导器设计图 都可以引发工会大战 上一是一张玄铁级魔导器设计图出世 足足十多个王国 上百家大工会去争夺 其中不乏超级工会 那一场大战来 死伤不计其数 粗略估计都超过五百万人 最终被一家超级工会得到 至于二流的幽影工会 根本不敢去参与 只能在一旁看一看 现在一张魔导器设计图摆在眼前 石峰怎么会不眼红 魔导器是可以用来安装到武器上的装置 每把武器只能安装一个 有些像是魔能护甲片 不过魔导器不会提升任何技术属性 但可以提升武器的强度 在神域完成第三次进化后 不管是玩家之间的战斗 还是玩家与怪物之间的战斗 都会因为受伤导致战力降 只是玩家可以依靠治疗恢复状态 但是武器的消耗却不可避免 尤其是和高等怪物战斗时 武器想要对皮肤坚硬如生铁的领主怪物 造成战力影响非常难 除非武器品质非常高 而魔导器就可以强化武器 不仅变得更为锋利 同时还会附带一些特殊状态 如轻盈厚重坚硬幻影麻痹等等 可以让战力提升很多 此外最重要一点就是 魔导器并非消耗品 是可以如宝石镶嵌一般拆卸的物品 不管是一级的普通武器 还是二百级的史诗级武器 都可以随便提换 所以玩家都对魔导器趋之若鹜 不过魔导器的制作非常难 产量也非常稀少 很多玩家哪怕是升到一百多级 还没有一件自己的魔导器 就算是石锋本人升到一百多级 用的也只是玄铁级魔导器 它还是二流工会的一会之常 其他自由高手 也就是有一件青铜级魔导器 如果现在就能得到魔导器的设计图 这绝对是灵异工会的一大底牌 想好了吗 舵天使塞莲娜 手中把玩着魔导器设计图 微微笑道 时间可不等人 你只有三分钟的考虑时间 如果你不选择 那就是默认第一种 得到黑暗之书就可以离开了 拼了 石锋看着舵天使 心中火热 我选择第二种 不管是庇护之章 还是魔导器设计图 都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东西 甚至魔导器设计图到手的难度 在史诗集物品之上 要不然魔导器也不会那么稀少 好 我就知道你是聪明人 那么就开始吧 舵天使塞莲娜满意一笑 只见塞莲娜一挥手 顿时整个庭园消失不见 而是变成了一片火山地狱 方圆三四十码的区域外 都是炙热的岩浆 灼热的高温 普通玩家恐怕都会被慢慢烫死 也只有石锋这种高火炕的玩家 才能长期待着 而重力也变成了三倍 能大幅影响玩家的行动力 来吧 击败我 你就赢了 舵天使塞莲娜 悬浮半空 俯视着石锋笑道 舵天使塞莲娜 原本还想要看到石锋惊恶的神情 不过在他说完什么考验后 石锋并没有表现出吃惊的表情 反而觉得理所应当一般 你难道你就不觉得有一点惊讶 最后的考验 竟然是要击败我 舵天使塞莲娜 诧异地看着石锋问道 一个一阶人类 面对一个五阶舵天使 这样巨大的差距 就算心态再沉稳 也会绝望之色 就算没有绝望 起码会有一点怒火 因为这明显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 可是石锋却平静如水 不为所动 怎么能不让他惊恶 既然是如此丰厚的奖励 我自然做了最坏的打算 而且我也 没有选择不是吗 石锋笑了笑 笑容中充满了无奈 神域里从来就没有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何况奖励的物品那么惊人 看来你很清楚规则 并非侥幸选择了第二种的考验 舵天使塞莲娜 碧绿色的瞳孔微微一眯 终于正是起石锋 血红的嘴唇 扬起一抹诱人的弧度 如果你是选择第一种 那么你 最终能得到的黑暗之书 不过是一个赝品 第二个选择你 虽然有失败的可能 却能得到黑暗之书 石锋虽然心里面这么猜测 但是真等到 舵天使塞莲娜说出口 心中还是松了一口气 黑暗之书怎么说 都是毁灭之主流来的质保 怎么可能 让玩家轻易得到 既然你已经明了 那我就说考验的规则 舵天使塞莲娜 眉目轻轻一扬 陈生说道 规则很简单 在这一片区域里 你并不会死亡 我们的实力 都会压制到一截 只要你能在剩余的时间里 击败我就行 都压制到一截水平 石锋眉头紧皱 虽然双方的实力 都压制到一截水平 不过舵天使可是高等生命 天生就比其他生命更强大 更不用说所掌控的技能 哪怕是只是一截水平 恐怕战力也有二截巅峰以上 战力比起同等级的 高等领主都要强 说不定会非常接近 同级大领主的战力 如果没有问题 你就尽管攻过来吧 舵天使微微一笑 对着石锋投出挑逗的眼神 放心 我不会太用力 也不会使用三四阶的高阶技能 虽然舵天使塞莲娜这么说 不过石锋 还是没有冲上去的打算 一个五阶舵天使 就算不使用三四阶的技能 高阶技能 二阶随便用 也是可以清风击杀我的 石锋看着悠然自若的塞莲娜 心中苦笑不已 石锋对于自己的实力很清楚 虽然掌握不少强大的技能 不过都是一阶技能 伸手也有不少二阶魔法卷轴 不过他卷轴再多 恐怕也比不过塞莲娜 可以无限制使用二阶技能 唯一的保障就是双爆发 开启龙之力和剑刃解放 短时间内 可以和一只高等灵竹打一打 但是这种白刃战 跟五阶堕天使文 根本就是找死 时间还剩将近十个小时 就算我现在冲过去战斗 也没有意义 只能等到龙之力的冷却时间结束了 石锋也不急 直接一屁股坐来休息 静静看着塞莲娜 之前进入神殿时 为了抵抗强大的威压 不得不使用龙之力 现在面对塞莲娜 足有匹敌高等灵竹的属性 没有双爆发 根本就是找死 只能想一想别的办法 好在条件 只是击败塞莲娜 并非击杀塞莲娜 这其中的差距 可是非常大 击败只用让塞莲娜 受到一定程度伤害即可 要不然 凭借三十二级高等灵竹 那五百万的生命值 就算让塞莲娜站在那里 让他随便砍 他也无法在二十秒内 没有办法 比拼战斗技巧 塞莲娜又远超于我 想要战胜她的唯一办法 就只有靠二截魔法卷轴了 石锋手中 虽然还有绝杀技 火焰爆裂 不过这种提升武器伤害的技能 如果打不中人 根本没有意义 何况硬碰硬塞莲娜 能轻松完胜塔 想到这里 石锋突然站起来 把风之环替换成火之环 对着塞莲娜 用出阎林风暴 整个场地不过两三十码范围 阎林风暴可以轻易覆盖 凭借七级阎林风暴的威力 足以匹敌二阶大型毁灭魔法 漫天大火从天而降 转瞬就要吞噬塞莲娜 不过塞莲娜手指一挥 转瞬就在半空中书写出 二阶大型毁灭魔法冰霜风暴 一兵一伙对撞在一起 让整个空间都弥漫起大物 而石锋的阎林风暴 根本没有碰触到堕天使半分 高智能的堕天使 果然不容易应付 石锋看着消散的阎林风暴 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意外 在以往的虚拟游战斗中 只要玩家使用技能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没有打中 一种是打中了 根本没有第三可能 不过在神域里 技能的攻击有多种情况 除了打中和没打中 还有抵挡抵消破解 抵挡技能 可以让自身受到最小的伤害 一般领主都可以做到 不过像是破解和抵消这两招 只有高等怪物和NPC才能办到 抵消后可以 让自身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就像是堕天使塞莲娜 使用的手法一样 不过他这个手法 更直接暴力 阎林风暴都如此了 估计其他二阶魔法卷轴 也都差不多吧 石锋望着静静悬浮在半空中的塞莲娜 很是头疼 如果凯特在这里 就好了 凯特是暗精的专属护卫 凭借他二阶剑尸的实力 虽然打不过三阶的大领主怪物 但是却可以牵制抵挡 实力并不再压制到 一阶堕天使塞莲娜之 同阶无敌吗 石锋看着面带微笑的塞莲娜 突然灵光一闪 禁忌 禁忌的力量远超同阶 塞莲娜的实力被压制到一阶 不过凭借惊人的基础属性 和掌握的二阶技能 在二阶水平里近乎无敌 但是玩家 如果在二阶时 掌握二阶禁忌 同样是在二阶里无敌的存在 还好二阶禁忌顺开我 没有放到仓库里 一直待在身上 只要学会二阶禁忌顺开 就算不能击杀塞莲娜 但是击败他 还有有一定可能的 石锋双眼一亮 立刻从背包里取出技能书 开始细细演练 过了半个小时 石锋也觉得差不多了 想要学会二阶禁忌顺开 第一种拿到一百克雷晶 明显不可能 只有第二种一百能完成度 之前达到一百能完成度 的确不可能 不过在魔气晋升后 气和度大增 还有从青霜拿里得到的白果佳酿 完全有可能达到一百能完成度 于是 石锋喝一瓶白果佳酿 开始演练二阶 禁忌顺开 练习二阶禁忌吗 堕天使塞莲娜 嘴角露出一抹淡淡微笑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 可惜你的时间 恐怕根本不够吧 禁忌的掌握 都是靠长期的苦练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就算是天赋一柄 也需要几天 甚至十几天的时间 现在石锋的时间所剩无几 想要学会太难太难 就在石锋不断演练 二阶禁忌顺开时 恶鬼介遇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五区被一夜之间被毁灭 整个第五区的玩家 也消失了大半 这对于恶鬼介遇的玩家来说 完全无法想象 到底是什么原因 竟然能灭掉恶鬼介遇 排名第五的庇护所 如此恐怖的力量 恐怕恶鬼介遇里 任何一个庇护所 都无法抵挡 顿时整个恶鬼介遇里 都弥漫起一股浓郁的危机感 第一区庇护所 青霜队长 这我们怎么办 第二队的队长 百事轮回单优道 就我们锁得到的情报 第五区好像是被非常多的 强大怪物袭击造成毁灭 这些怪物的等级 都在40级以上 以我们第一区的实力 虽然也能应付 这个等级的怪物袭击 但是从回来的玩家口中得知 这些怪物袭击 竟然还有很多领主怪 不过 这不是最可怕的 在第五区的外围 我们的人遇到了 第五区的幸存者 听第五区的人说 真正灭掉他们第五区的 根本不是那些领主级怪物 是更加可怕的怪物 不过相隔距离太远 那人也没有看清楚 只知道那个怪物只是一挥手 就用黑色的火焰 弹掉了数百玩家 就连第五区的最强者 行天都被那个怪物秒杀 我们要是再待在这片区域 很可能也会遇到 那只怪物的袭击 我的第一区的实力 虽然比第五区强不少 但是面对那种级别的怪物 我们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百事轮回的一番话 在场的众人都沉默起来 毁灭第五区的敌人 太可怕了 庇护所提升到这个级别 可是十分不易 如果被攻破 庇护所的等级也会跟着掉一级 从中型庇护所掉到小型庇护所 一直以来的白果加酿优势 将会荡然无存 次晋升中型庇护所 还不知道能不能随即到白果加酿 可是转移庇护所到低等级区域 这跑路可不是一般的麻烦 白天的时间恐怕都不够来回 大幅限制了庇护所的发展 大家听我说一句 现在可是我们第一区的机会 青霜沉思良久 嘴角扬起一抹兴奋的弧度 机会 什么机会 众人完全不理解 青霜是怎么想的 我想你们也听说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 不少之前不想加入 工会实力的庇护所 现在也纷纷要加入了 他们都想要得到 工会实力的庇护 实在不行 还可以转移到 工会实力的大型庇护所里发展 青霜说道 而我们也加入了灵异工会 不过和其他庇护所不同 我们加入的灵异工会很强大 魔法传送阵的设计图 你们也都看到了 叶峰兄也说了 只要我们凑齐 魔法传送阵的材料 就给我们庇护所建造一座 如果能吞并其他庇护所 我们在灵异工会的地位也会提升 我想 大家也不想只当一个 庇护所的小队长吧 众人也都很赞同 灵异展现出来的一些东西 已经充分显示出 灵异的强大 尤其是石峰的恐怖战力 和已经入账的大笔资金 甚至开提供了训练场所 只要他们对灵异的贡献和地位 能再进一步 就可以去金海市的 北斗健身中心 进行战斗技巧特训 他们在现实里 每个城市里都有训练馆和健身中心 想要提升战斗技巧 有人专门指导肯定好 不过不打听不知道 一打听下一条 北斗健身中心 竟然有武术大师坐镇 已经成为了知名的健身中心 周边不少城市的格斗选手 都会去哪里锻炼 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去哪里 而且 哪里每天花费的信用点 就不知道要多少 普通人根本承受不起 他们对一流工会的概念并不清楚 但是他们知道 一位武术大师是多么可贵 那可是人类的极限武力 如果能从武术大师 哪里学上一招办事 对神域里的战斗 绝对有巨大的提升 而灵异工会 能让他们直接在北斗进行特训 财力和势力之大 简直超乎他们 对普通游戏工会的认知 他们虽然通过神域赚了一些 但是根本在那种地方消费不起 如果能混上灵异的高层 未来绝对衣食无忧 一座魔法传送阵 代表什么 我想大家也清楚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收编其他庇护所 尽快弄到魔法传送阵的材料 撤离这片区域 以后就可以靠魔法传送阵 来这一片区域 众人听到轻双的解释 纷纷点头赞同 他们之前想要掌控 其他庇护所太难了 但是这件事情一出 想不掌握都难 凭借魔法传送阵 就不知道能赚到多少钱和资源 于是 各小队的队长 纷纷开始组织人手 收集魔法传送阵的材料 与此同时 去劝说其他庇护所 加入第一区庇护所的灰 黑暗神殿内 石峰不断演练二阶竞技顺开 已经有五个小时 不过是五个小时的演练 石峰就好像变成了 练习多年的老手 动作行云流水 仿佛合技能书中 提供的全息影像一模一样 还是差一些 二阶竞技果然不是那么好提升 石峰虽然已经尽力 去提升完成度 不过始终维持在93 最高一次才是95% 根本无法寸进 这还是在拥有了 魔气深渊者和白果佳酿 要不然想要达到95程度 起码需要几天时间 而且白果佳酿一瓶 只能持续一个小时 他手里的白果佳酿 只剩三瓶了 人类 你还是放弃吧 二阶竞技威力巨大 不是我小瞧你 想要掌握二阶竞技 你起码还需要十多天的苦练 舵天使赛莲那一眼 就看穿了石峰现在的水平 你的动作已经完全掌握 可惜领悟不够 就凭你剩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 你再能稳定提升一措了 领悟不够 石峰也是这么觉得 总觉得差一点 就好像上次斩击突破到101% 可是那种感觉一傻而逝 他想抓都抓不住 领悟 契合度 赛莲那时候的领悟是契合度吗 石峰也不多想了 时间不够 如果失败 他已经没有时间等一次来挑战世界峰 因为挑战世界峰 有十天的冷却时间 随即拿出所有白果佳酿 一口气三瓶全部喝去 哪怕以石峰的意志和精神力 也都晕呼起来 白果佳酿这东西 就和黑铁啤酒一样 喝得越多 效果越好 不过相应的副作用也会越大 喝一瓶最佳 能保持清醒 稳固提升完成度 找出不足点 喝多了 很容易醉死过去 现在石峰又喝去三瓶 契合度也瞬间提升一大减 这感觉真是太棒了 石峰头一次有了一种 人见合一的感觉 不由挥舞起深渊者用出顺开 每一动作都很轻柔 并没有用过多的力气 原本行云水流的招式 骤然一变 原本因为速度过快 而导致的模糊的剑影全不见了 石峰手中的深渊者变得清晰可见 隐隐带着一丝青色的电弧弥漫周围 空气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青色电弧所碰之处 皆化为焦炭 系统 顺开技能完成度100% 一道道青色电弧 不断浮现在石峰的周身 青色电弧虽然细微 但是破坏力 简直和二阶电雷魔法差不多 它竟然成功了 舵天使塞莲娜 绝美的熔岩上浮 献出一丝惊恶 竞技的学习 不管是玩家还是高智能NPC 想要学会都非常难 需要长期的刻苦练习 还需要领悟到一定程度才行 不光是塞莲娜吃惊 就连石峰自己也很震惊 一阶职业 想要学会一阶竞技 都非常不易 更别说二阶竞技 顺开这种二阶竞技的要求 更是高得不像话 竞技100%的完成度 就算是它上一世 达到三阶巅峰剑王的程度 也无法达到这个水平 那可是 站在神域巅峰的高手领域 而这一世 他竟然在一阶职业时就达到了 简直像是做梦一般 还差99次 必须加快速度了 石峰虽然被罪意影响 不过意识还能保持相当的清醒 为了保障不忘掉之前的感觉 连忙又接着演练起来 一连演练的两三次 结果是 完成度都不到100% 最高一次达到97% 之前顺开达到100% 绝对是侥幸 这一点石峰很清楚 但是有了第一次的100% 之后还想要达到100% 就要容易很多了 随着石峰不断回想之前的感觉 完成度也是在一点点提升 很快就达到99% 距离100%之差一丝 不光要掌控自身 还要学会适应外在的环境 跟随外部的环境改变而改变 石峰在回想中 不光想到顺开达到100%完成度的时候 还有斩机技能达到1010%的感觉 入微之境也好 更深入的流水之境也好 都是追求内在掌控 在动作上 塞莲娜这种五阶堕天使都说了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只是缺乏一些领悟 如果说领悟就是契合度 契合度就是适应 那么他要做的 就是适应外在环境 不同的环境 使用相同的技能 得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 就像是高重力环境 和普通环境 对于玩家的技能完成度 影响非常大 但是这种环境的改变 非常微小时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微小的改变 哪怕玩家的动作 已经非常完美了 但是忽略了细微的环境 导致技能完成度 始终达不到100% 就在石峰不断挥剑 适应空气的流动时 剑与空气的摩擦 产生了微妙的电流 顿时这些电流 吸引出无数青色电弧环绕周身 系统 顺开技能完成度100% 果然掌控的提升 是由那而外 这就是更深一层次的境界吗 石峰总算是知道了 自己接下来前进的方向 知道了前进的方向 石峰也不再把所有精神 集中在自己身上 更多的是去关注四周的环境 随着对环境越来越熟悉 顺开技能的完成度 也是越来越高 几乎现在没使用四次顺开技能 就有一次达到100%的完成度 而且 在挥剑的过程中 石峰也把动作不断微调 以更好的适应外部环境 半个多小时的练习 石峰的提升很明显 几乎没使用两次顺开 就能有一次达到100%的完成度 从喝下三瓶白果加酿后 不到一个小时 石峰终于完成了100次顺开技能 达到100%的完成度 在石峰完成度 第一百次顺开技能达到100%后 石峰的躯体也被电流活性化 皮肤变得更为光 全身的肌肉也更为觅食有力 系统 玩家学会顺开技能 获得初级雷电肢体 怎么感觉身体变轻了不爽 石峰看着隐隐带着青色电弧的身躯 感到震惊不已 又仔细感受了一遍 惊叹道 这个雷电肢体还真是神奇 虽然没有提升任何属性 不过现在的重力 应该还是三倍 但这个身体受到的影响少了很多 现在受到的影响 大概应该和1.5倍重力差不多 在神域第三次进化后 重力系统等等问题 都对玩家的战力影响很大 而现在的身体有了一丝改变 以后去适应外部 也会变得更为轻松 就好像时刻保持 喝下白果加酿差不多 虽然效果 要比白果加酿差得多 但是能时刻保持 这一点的优势非常大 这个顺开禁忌也太厉害了 竟然会改善玩家体质 难怪那么难学会 时封多少也听过 神域中有一些禁忌技能 只要学会 就能得到额外的奖励 不过这一类禁忌 都是高阶禁忌 没想到二阶顺开 就是这种禁忌 体质在神域中 算是一种隐藏属性 如玩家属性达到一定程度 就能激发超凡体质 可以让玩家做到 现实躯体绝对达不到的程度 这种隐藏属性玩家 是无法查看的 想要提升改变更是非常难 但是这种隐藏属性 对于战力却有不小的影响 明明双方属性差不多 但是巅峰高手和顶级高手的差距 却非常大 达到令人绝望的程度 塞莲娜小姐 终于让你等久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时封在恢复了一下精神状态后 走到塞莲娜身前孝道 二阶禁忌顺开已经掌握 更是得到初级雷电肢体 身体不仅更为轻盈 就连身体的灵活度都增加不少 甚至时封感觉自己的反射神经也都快了一丝 只是比起藤蛇那种天赋异禀的神速反射 还差一段距离 你很不错 区区一介凡人 竟然能在一阶时掌握二阶禁忌 尽管来吧 希望你能让我快乐一回 塞莲娜审视着时封 舔了舔红唇 浅浅一笑道 塞莲娜才说完话 顿时四周的岩浆翻滚 大地开始震动 洒发出惊人的威势 这就是五阶多天使的力量吗 时封吞了吞口水 时封知道 塞莲娜终于认真了一些 仅仅是气势 就让人喘不过来气 如果放出五阶领域 他根本就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龙之力开 剑刃解放看 时封也不甘落后 在开启龙之力和剑刃解放后 威势也在不断提升 在力量属性上 已经丝毫不亚于同级的高等领主 在开启双爆发的瞬间 时封身躯前倾 开启幻影杀 让分身也做好准备 堕天使塞莲娜微微诧异 没想到时封能达到这种程度 于是一伸手 手中显现出一把黄金圣剑 无数封之力刃缠绕在黄金圣剑上 顿时对着时封 用出二阶技能风暴力刃 无数剑盲转瞬把时封 本尊和分身包裹 必无可避 而时封的本尊和分身 同时用出二阶竞技顺开 刷的一声 本尊和分身 纷纷消失在原地 转瞬出现在塞莲娜身旁 纷纷挥出一剑 顺开可以短时间内 提升百分之五百的攻击速度 原本时封的剑速就非常惊人 现在连挥手的速度都看不到 深渊者已经挥出 不过一呼吸的时间 时封和分身就挥出数十道剑盲 这数十道剑盲 好像同时出现一般 不分前后 好快的剑 塞莲娜瞳孔一凝 另一手也冒出一把黄金圣剑 双手不断抵挡剑盲 砰砰砰 塞莲娜完美无暇的剑技 一招一试都没有一丝多的动作 一连挡住了数十剑 不过提升百分之五百的攻击速度 就算塞莲娜的防御在完美 因为攻速的限制 还是被深渊者击中玉璧 造成了一点伤害 不由往后退了一步 时封看到强制性的一点伤害 眼睛都差点瞪出来 这要打到何年何月 才能伤到塞莲娜 好厉害的二阶晋级 竟然能攻破我的防御 塞莲娜看了一眼 手臂上的血红剑痕 手指轻轻一抹 剑痕消失不见 看向时封说道 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你能伤到我 也算你赢了 这些东西 你都也可以带走了 堕天使塞莲娜说完后 顿时消失不见 四周的熔岩地狱 也便回了金碧辉煌的神殿 在神殿之上 摆放着一本厚重的黑皮书 在黑皮书面 放着三个七彩宝箱 终于赢了 时封不禁松了一口气 塞莲娜太强了 不管是在技巧上 还是基础属性上 都要超过她 一连在三秒内 本尊和分身 疯狂砍出上百剑 这才终于 在顺开持续的最后一秒 击中塞莲娜 这实力 简直太恐怖了 恐怕就算是换成直属护卫凯特 也不是把实力 压制到一阶塞莲娜的对手 如果塞莲娜 把等阶压制到二阶 她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虽然时封好不容易通过考验 但是收获同样很大 在三秒钟的疯狂攻击中 时封可以说是 亲身感受了一遍 塞莲娜的完美剑法防御 体验了站在神域巅峰 NPC的剑法 可不是谁都有的机会 通常都是直接怕死 在时封回忆了一番之前的战斗后 走到神坛前 小心地取得厚重的黑皮书 时封刚一入手黑皮书 就感觉被什么东西盯上一般 而且 这种感觉不是被一个人盯着 而是无数人注视着 每一道感觉都阴冷狂暴 仿佛置身于寒冰地狱一般 黑暗之书 果然不是一件简单的物品 时封开起全知之眼 查看起黑皮书 黑暗之书 传说及物品残片 在大破灭时被摧毁 不过残存的黑暗力量非常强大 只要及其散落的其他残片 就能恢复所有力量 统一所有恶魔生物 成为万魔之主 竟然是传说及物品残片 我听说千欢万灭得到的黑暗之书 明明是史诗级 难道千欢万灭得到的是赝品 时封看着黑暗之书的品质 微微差一道 不过想一想也是 塞莲娜的实力这么强 凭借千欢万灭当时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让塞莲娜受伤 很可能选择的就是第一个奖励 而千欢万灭 当年能成为黑龙帝国一时无二的高手 就是考黑暗之书 因为黑暗之书的帮助 千欢万灭不仅实力强大无比 还让工会的实力大增 之后才是青霜他们第一去的这一批 人大放光彩 当时无数大工会都羡慕不已 一件史诗级物品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只是黑暗之书 不是普通的史诗级物品 是拥有强化工会整体实力的力量 可以让玩家获得黑暗之力的强化 属性大增不说 还可以得到相应的强化技能 所以 幻世神殿才会有一支所向无敌的黑魔军团 就连当时龙凤阁的血色军团都不是对手 让幻世神殿一跃成为黑龙帝国的老大 千欢万灭 凭借一个赝品都有如此成就 如果换成真正的黑暗之书 恐怕黑龙帝国全都会落在幻世神殿的手中吗 时封看着手中的黑暗之书 心中激动不已 他终于算是完成了争霸神域的重要一步 不管是魔器还是天龙的圣兮 都是强化他个人的实力 对于工会整体的实力却没有什么提升 但是黑暗之书不同 是一个注重提升整体实力的物品 有了黑暗之书 他就能打造出一批黑魔位 再加上他的特训计划 很快就能弄出一批超越血色军团的黑魔军团 到时候 星月王国内还有谁能争锋 时封收起了黑暗之书 看向三个七彩宝箱 这次史诗级任务真是赚大了 不仅给一件传说级物品残片 还有庇护之章和魔导器设计图 时封笑道 不一会 时封就把三个七彩宝箱的物品 都收入了背包里 第一个七彩宝箱中 放着188克灵魂水晶 虽然对它没用 不过有了这些灵魂水晶 就能晋升雄狮酒吧成为二星酒吧 得到时候 白果佳酿的产量也可以大幅提升 勉强可以供给第一区的高层和灵异高层 第二个七彩宝箱的庇护之章更不用说 时封之前可是向青霜详细打探了大型庇护所的信息 如果说小型庇护所是一个小村落 中型庇护所就是一个小镇 而大型庇护所就是城镇了 为什么那么多的工会势力疯狂累积资源 非要把一个庇护所晋升到大型庇护所 就是因为大型庇护所拥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 庇护所内的玩家并非无限制 想要进入一个庇护所生活就必须登记 而庇护所登记的玩家是有数量限制的 如果没有登记制度 玩家也不止在一个庇护所发展了 早就跑去最好的庇护所升级 就是因为数量上的限制 所以严重制约了一个庇护所的发展速度 小型庇护所能登记的人数 最大数量为1万人 差不多是一个小工会的程度 中型庇护所能登记的人数 最大数量为3万人 一个玩家小镇也就差不多这么多人 此外可以建立一些特产建筑 实力整体比小型庇护所强出一大减 大型庇护所的登记数量就有一个质变 直接提升到10万人 几乎可以匹敌一个二流工会的玩家数量 而且庇护所的功能也会增加很多 不光是在提供技能书和特殊商品 还能训养座棋 座棋对于黑暗洞窟内的玩家来说 可是命根子 没有魔法传送阵 只靠双腿闯天的时代 有了座棋就意味着机动性大幅提升 可以更快地提升实力 所以各大工会势力都拼命集中资源 想要弄出一个大型庇护所 这也是为什么无数的闲散庇护所 想要加入工会势力的原因 只要加入工会势力 就可以去大型庇护所购买座棋 要不然只能得到庇护所 晋升为大型庇护所 或者是去大型团队副本里面靠运气 现在有了庇护之章 第一区庇护所 就能直接晋升为大型庇护所 庇护所里的玩家 就能开始积累资金和资源 只要等到等级够了 就能去购买座棋 比起其他庇护所 节省了太多时间 虽然拿到了庇护之章 不过我现在也无法回庇护所 看来只能等到四街卷轴冷却时间好了 再去一趟第一区的庇护所吧 是通过传送门过来的 至于回恶鬼介遇的方法 他也不知道 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石峰也不再久留 直接拿出回城卷轴 读取回白河城 在静静等待20秒后 石峰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在神殿内 白河城传送大厅 因为灵异工会的名气越来越大 还有烛火商行的众多高端商品 吸引过来的玩家也是与日俱增 宽广的大厅内 随处可见到 很多玩家都在祖人下副本 热闹繁华的程度 甚至比起星月王城还要夸张 石峰只是刚踏出传送大厅的大门 就感到繁华后辈的汹涌 大街上除了大量的自由玩家外 还有不少其他工会的玩家 这些工会玩家的等级普遍很高 虽然不如暗黑洞窟的玩家 但是等级也有27、8级 在神域里绝对算是高等级 一身装备品质 都在金金级和秘银级 献煞普通玩家 这个工会好厉害 装备这么华丽 都快赶上白河城的那些豪强工会了 那个工会我听过 是白河城最近才组建的工会 名叫天葬 虽然是新工会 不过实力超强 已经攻略了很多20人地狱级团队副本 已经开始着手50人团队副本 听说这个叫天葬的工会后辈的势力很硬 天葬工会可不止后辈的势力很硬 几个小时前 天葬工会的一个名高手 击败了神魔竞技场的第四层关卡 已经成为白河城第十个 踏入神魔竞技场第四层的工会 新出现的神魔竞技场 我可是去过 也化为了一颗魔水晶挑战一次 那挑战模式真不是一般的难 我累死累活 才打通第一层进入第二层 可是一进入第二层就被顺杀 只拿到了一个迎币的奖励 简直亏大了 这个天葬还真厉害 才组建不久 就能这么快踏入第四层 白河城里最强的灵异工会 现在也不过进入神魔竞技场的第五层 大街上不少玩家 都对新出现的工会 和神魔竞技场很感兴趣 都聊起这个话题 神域在系统第三次更新后 玩家的战斗变得更难了 不过神魔竞技场 却是一个锻炼技术的好地方 只是消费过高 而且使用的货币都是魔水晶 一下让魔水晶的价格暴涨 现在都翻了一倍的价钱 果然 该来的总是还会来 十风扫了一眼天葬的成员 心中多了几分无奈 神域开服不久 世界各大财团都在准备阶段 其他财团和企业 也没有花费太多的投入 不过随着神魔竞技场的开启 已经有了取代现实格斗大赛的趋势 这让那些财团和企业都重视起来 所以 纷纷加大了投入 一时间 整个神域里 就冒出无数新工会 都在现在神域世界里 奋一杯羹 其中在新月王国里 就有几家很大的企业进驻 一些是直接入股老牌工会 一些是自己组建新工会 其中这些工会里 最出名的有三家 分别是风烟九霄 光暗之亭 天葬 这三个工会 都掀起了新月王国内新的波澜 再加上神魔竞技场内的训练机制 让不少地方的工会势力 重新洗牌 上一世天葬 是在新月王城发展 可谓野心极大 在新河联盟和世神之蛇 两大工会不断消耗时 让两大一流工会 吃了不小的苦头 一举奠定了新月王城的地位 一个新兴工会 能让两大一流工会吃苦头 还能在新月王城 成为一方霸主 这份实力 绝对不容忽视 时封没想到 在白河城 隐隐成为新月王国 第一玩家大成后 天葬会跑来白河城发展 而且 时封看的新兴工会中 可不只是天葬一家 还有另外两家工会的成员 真是有意思 全都跑来白河城 想要争强我好不容易 经营起来的肥肉 真当灵异 很好欺负吗 时封不由一笑 灵异工会的敌人的确很多 一个暗中的名副 再加上招惹了天龙阁 如果大大出手 的确有可能让这些工会得力 一跃成为白河城的霸主之一 在掌握大量玩家资源后 以后再想吞并其他地方 就会容易很多 在时封一路 前往白河城图书馆的路上 他不过才离开白河城一段时间 在白河城的市中心内 就看到了不少 带着NPC护卫的玩家 NPC护卫 已经成了不少 无力战斗玩家的希望 同时也备受各大工会关注 发展的速度是异常的快 其中想做商人的玩家 尤为看中这些NPC护卫 神域里也不光是野外刷怪 玩家也可以做任务 很多商人没有战斗力 做一些特别任务 就可以靠这些NPC护卫 不过绝大分布的任务 普通的护卫 是无法协助玩家的 只有直属护卫才行 有了强力的直属护卫 不亚于玩家自身 有着强大的战斗力 这样通过完成高等任务 就能获取很多稀有物品 就在石峰来到白河城图书馆前 系统通话提示响了起来 打来电话的正是战无极 叶峰兄弟 你可算是上线了 这段时间 我是一直想要联系你 不知道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战无极有些担心道 石峰可是他保举的高手 如果石峰没有通过选拔 对于他来说 可是很丢面子的事情 我没有任何问题 随时都能去过去参加选拔 无极兄这时候联系我 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石峰问道 万寿城的选拔是明天一早 现在距离选拔的时间还早 战无极此时联系他 肯定有事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上面临时对这次的选拔 改了一下要求 如果选拔通过后 加入战队就必须签约 成为公司的职员 当然 在各方面的待遇上 也大幅提升 向比赛获胜后 个人就可以得到半成的比赛赌注 战无极解释道 如果叶峰兄加入战队 凭借叶峰兄弟你的实力 恐怕能轻易就赚到 比一流工会会长还要多数倍 乃至十多倍的信用点 等到战队出名了 地位恐怕比起那些一流工会的会长 还要高很多 不知道叶峰兄弟你的打算 战无极和他们一帮兄弟 对于签约的事情无所谓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公司的员工 不过十峰不一样 十峰隶属于灵异工会 而且是灵异工会的核心成员 肯定有签约 如果加入了战队 以后就不能再加入工会 除非公司允许 说白了 就是限定战队选手的自由 不再是合作方式 当然 如果叶峰兄被选拔为战队成员 关于工会违约的事情 公司会全权处理 这一点叶峰兄可以放心 战无极对于十峰的实力很肯定 也希望十峰能加入战队 以他的眼光来说 一个虚拟游戏的工会算什么 怎么能比得上世界级财团 战无极说出来的福利 可谓无比诱人 黑暗竞技场 是各大世界级财团 暗中较量的场所 其中涉及的资源和资金 远非普通竞技场能比的 哪怕只是半成的赌注奖励 也足以让人一夜之间成为富豪 而且 随着战绩越来越辉煌 赌注的金额也会越来越恐怖 那收入恐怕世界级的格斗选手 都会心动不已 更别说虚拟游戏的高手玩家 那就是天文数字 不过这些还不算什么 就十峰所知道的消息 上一世但凡和战队签约的选手 在财团内的身份都非同一般 要是知名选手 如战无极这样的人 就算是世界级财团内的高层人士 都要给几分面子 地位甚至超过一般高层 像二流工会的会长 根本连八届的结会都没有 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神域第三次进化来得太快 没想到让这些世界级财团 这么快就发现了高手玩家的重要性 十峰脸色一沉 暗暗可惜 如果这些世界级财团 能在晚上几天发现就好了 不过世界级财团已经发现 他也不能改变什么 他是灵异工会的会长 而且他在玩神域时 就已经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绝不想受人所致 无极兄 既然是你们上面的安排 只能说我不能去参加选拔了 十峰直接拒绝道 黑暗竞技场 固然能赚取大量资金和资源 甚至还有名气与地位 不过对十峰来说 更看重大量资金和资源 名气也好 地位也罢 在神域时代 只要玩家有实力 就能得到相应的地位 既然无法去黑暗竞技场 赚取大量信用点 那么就从其方面来赚取 他一个大活人 还是一个众生者 还不相信从其他地方 赚不到大量的信用点 尤其是从黑暗洞窟里回来 他手中可是有着 魔法传送阵设计图 和魔导器设计图 两大赚钱神器 只要原料到手 数钱都能数到手抽金 叶峰兄弟 难道你不再考虑一下 游戏工会 毕竟只是游戏工会 比起能影响 世界经济的大财团来说 根本微不足道 以叶峰兄弟你的身手 我不敢保证其他 至少一个副队长的位置 跑不了 战无极微微一愣 没想到石峰拒绝得如此干脆 不过想到石峰的身手 连忙劝解道 一个战队的强大 光是靠一个人肯定不行 毕竟是十对十的比赛 战队中的高手 玩家越多 战队获胜的可能性 自然就越大 在战无极看来 石峰的实力 很有可能排在战队里的前三名 战队失去一位前三名的高手 对战队的影响可不小 无极兄 你就不必再劝了 而且 我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做 现在无法加入战队也挺好 我还有事 就先挂了 石峰说完就挂了通讯 缓缓走进去图书馆内 而在另一边 战无极 不由叹了一口气 真是可惜了 可惜 这有什么可惜 不就是一个小工会里的核心成员 再强能强到哪里去 这算他有自知之明 不知道多少神域高手 和格斗选手 想要加入光辉战队 他就算来了 也不可能被选上 一旁穿着华柜的中年妇人不屑道 在这位贵妇人的身旁 还站着四名黑衣保镖 这四名保镖每一个都散发着浑厚的气息 就连原本做保镖职业的战无极 都感到心悸 尤其是这四人中的 一位粗狂大汉 在保镖界里很有名 被称为钢铁护卫 就连一些世界级的格斗选手 都不是对手 华董事 这个叶峰并不是普通的高手 如果你能把招收条件改回来 叶峰加入光辉战队 下一场对付白昼之狼 把握也会大一些 这对公司也能带来更大的利益 战无极小心说道 战对招人的条件改变 全是因为眼前的这位贵妇人华秋水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华秋水突然改变条件 不过这样临时的改变条件 让他这个队长也不好做 虽然心中有些厌恶 不过华秋水的地位非凡 一句话就能免了他的职位 让他近身出户 所以也不敢说太多 改变条件的事情 我自然有考虑 你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击败下一场的对手 不过是一个无名高手而已 难道因为一个无名高手 就会让你输给下一场的对手吗 华秋水低声质问道 不过是一个无名玩家 不来参加考核罢了 这次前来参加考核的神域高手很多 其中不乏业内的知名高手 其中水平比他高的 不知道有多少 我看这次的考核 就由副队长程景叶来吧 你这段时间好好想一想 怎么对付白昼之狼 华秋水明显对于战无极的话语不满 二话不说 就让战无极休息几天 不过战无极也没有办法 只能答应 白河城图书馆 石峰一路来到图书馆的最高层 两位180级的二阶白衣骑士 站立在大门两旁 普通玩家就连接近都不敢 不过石峰早已经轻车熟路推门 进入大厅内 你来了 高座在大厅之上的夏莲 翘起洁白的星号星号 俯视着石峰一脸柔和道 听到夏莲那亲切的问候 石峰不禁有些警戒起来 不好 这次背包里的金币还没有清理 石峰看到夏莲的亲切笑容 顿时想起自己背包里的金币 这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 夏莲虽然是NPC 仿佛比真人还要真 总是一副亲切的模样 不过做起事情来 却是要他的命 几次下来 他要不是有一点手段 恐怕早就成穷光蛋了 哈哈 过来 让我看一看 你又带回来什么好东西 夏莲微微一招手 石峰顿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所牵引 身体不由 飞到夏莲身前 这让石峰心中暗惊不已 这才一段时间不见 夏莲的实力又提升不少 原本是四阶巅峰 现在直接变成了二百的五阶职业红衣大神官 这实力已经比起白河城的执政官 怀斯曼强出数倍 站在了整个星月王国的巅峰 虽然石峰早就知道 夏莲不简单 每一次见面时的实力都会提升不少 但是这提升的速度 就连他这个玩了十年神域的老手都感到惊讶 这个夏莲到底是什么人 石峰心中满是诧异 就在石峰暗暗猜测夏莲的身份时 夏莲金色的眼眸中浮现出一抹惊恶 你竟然真的拿到了 夏莲不由上下打量了一下石峰 我还以为 你会拿着一本赝品过来 帮你解决问题 石峰一听 神色诧异 赝品的事情 也就是舵天使赛莲娜说过 没想到夏莲也知道 夏莲看出石峰的疑问 笑着解释道 黑暗之书非同小可 那可是毁灭之主制作的物品 是用来统一所有恶魔的质保 哪怕现在被毁坏了 黑暗之书依然威力无穷 无数强者都想要得到手 以前不少强者都去过暗黑洞窟 想要得到黑暗之书 不过拿回来的黑暗之书 全是赝品 虽然拿回来的黑暗之书是赝品 但也附带一定的威能 解决你被大恶魔盯上的这点小事 是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赝品 毕竟是赝品 对于你们这些弱小的冒险者 还是有一定的用处 但是对于高阶强者来说 形同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难怪上一世千幻万灭 到了四阶职业 以后不再使用黑暗之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时风听后恍然大悟 上一世千幻万灭 凭借黑暗之书名造一时 让幻世神电力压龙风格分布一筹 不过在千幻万灭 晋升为四阶地灵师后 黑暗之书也就不再使用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 千幻万灭的黑暗之书 被人爆掉了 史诗集物品 尤其像黑暗之书 这种特殊的史诗集物品 只要放在背包里就有效 跟等级根本不挂钩 就算是五阶职业的巅峰高手 都会一直使用 毕竟传说集物品残片 和传说集物品太过稀有 六阶神级职业都不见得有 能有这一类的史诗集物品 就不错了 就没有什么帮助了 自然也就不再使用了 拿出来吧 夏连美眸一弯 轻声说道 石峰小心地从背包里 取出黑暗之书 放在了一旁的书桌上 嗯 果然是正品 你的能耐还真不小 不知道多少强者 想要得到黑暗之书 结果得到的都是赝品 如果让他们知道 像你这样的小家伙 得到了正品 估计都会去疯掉 夏连仔细看了看黑暗之书 点了点头笑道 既然你拿的是正品 那么我就给你两个选择吧 第一个选择 是不用支付任何费用 就可以解决掉大恶魔降临的事情 第二个选择 是支付1500斤外加100颗灵魂水晶 可以一劳永逸 完全消灭掉 盯上你的大恶魔 果然如此 石峰不由对夏连头去鄙视的眼神 他的背包里 总共也就放着1600多斤 这可是烛火商行这段时间赚取的钱 要是给了 夏连他又成穷光蛋了 不过就算如此 石峰还是咬牙交了出去 如果选择第一种 看似解决了大恶魔降临的问题 其实只是把降临的大恶魔弱化 可以让玩家对付 也就是说 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对付一次大恶魔的意志降临 直到把完全巅峰状态的大恶魔 完全击杀 要不然会一直持续下去 上一世的千欢万灭 也是被黑暗降临一直困扰 时不时就要对付降临下来的弱化大恶魔 弄得整个幻世神殿鸡飞狗跳 现在他还有第两种选择 已经算是很幸运了 这也许就是赝品和正品的差距 面带圣洁微笑的夏莲 收到了金币和灵魂水晶 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好了 你先退开 石峰按照夏莲的要求 退到了三十多马外的地方 而夏莲也拿起黑暗之书 在翻了几页后 开始吟唱书中的咒语 手中不断在半空中 描绘出各种咒文 随着书写的咒文越来越长 整个大厅的黑暗之力 也是越来越浓郁 肉眼可见的 能看到淡淡的黑雾 这些黑雾疯狂地聚集在夏莲的面前 形成了一个四重魔法阵 四周的空间也开始模糊 强大的魔力 就连大厅内的空间被都镇压 这魔力也太强了 我竟然不能动了 石峰看着悬浮半空的四重魔法阵 心中震惊不已 一个魔法阵 竟然能自成空间 也就只有五阶职业的夏莲才能使用吧 在咒文书写完后 夏莲拿出一百颗灵魂水晶 随手一洒 顿时一百颗灰色的灵魂水晶 就化为灰色的烟雾 形成了一扇银灰色的大门 古老的大门上雕刻着无数恶魔 每一只恶魔都在神域里 有着极大的名声 寻常的四阶强者 根本不敢去招惹这些存在 这是要召唤恶魔吗 石峰看着灰色的大门 能清晰感觉到 这个大门的可怕 如果打开大门 恐怕会有恐怖的东西降临 你猜得不错 的确是要召唤恶魔 而且就是召唤盯上你的那只大恶魔 要不然怎么干掉它 夏莲白了一眼时风 金色的眼眸又转移到灰色大门上 以黑暗的名义 在这里召唤你 出来吧 大恶魔基尔罗德 随着夏莲的话语说完 灰色的大门轰然打开 是谁敢敢召唤我 灰色大门内 传出一声幽暗阴冷的声音 随之一道身影 从灰色大门里窜出 一对黑色的蝙蝠翅膀 头上长着两只漆黑的山羊角 全身都被黑色的鳞片所覆盖 血红的瞳孔里满是杀戮 基尔罗德一出现 血红的目光环是四周 嘴角不由流露出一丝冷笑 我还因为是谁 原来是你这个小神官 和那个愚蠢的冒险者 基尔罗德山护着翅膀 不屑道 真没有想到 你们这样的蝼蚁 竟然能得到真正的黑暗之书 作为召唤我的奖励 我就收下你们的灵魂 和黑暗之书了 这个大恶魔是傻了吗 十封一脸不解地 看着基尔罗德 基尔罗德是180级的四阶大恶魔 可是夏莲是200级的五阶红一大神官 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手 竟然敢说夏莲是一个小神官 难道基尔罗德以为他 自己是六阶魔神不成 嗯 不对 十封立刻发现了问题 眼前的夏莲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五阶红一大神官 变成了三阶神官 小弟弟 你可不要发愣了 你现在的任务 可是要击杀他 夏莲丝毫不在意大恶魔基尔罗德的挑衅 看向十封吩咐道 想要击杀我大恶魔基尔罗德 你们真是疯了 现在我就让你们知道一下 召唤大恶魔的后果 大恶魔基尔罗德露出猙獰之色 手中突然冒出黑色的火焰 黑色的火焰灼灼燃烧 很快就化为一只张牙舞爪的猛兽 扑向夏莲 哄 随着一声爆炸声响起 黑色的火焰在半空中骤然瓦解 消散无形 你 大恶魔基尔罗德 猙獰的神色顿时一变 一脸凝重地盯着夏莲 在没有之前的轻视之色 灵魂之火的强大 就算是四阶职业也不好应付 可是夏莲一动不动 就让灵魂之火消散 可想而知夏莲的强大 不对 灵魂之火并不是被击溃 是我的魔力 大恶魔基尔罗德 惊恐地发现了自己的问题 他的魔力正在飞速的流逝中 因为魔力的匮乏 导致无法支撑灵魂之火 所以灵魂之火才会消散 而远处的石峰也是一脸震惊 大恶魔基尔罗德的等级 在飞速下降 就连等级也在下降 五 一百八十级 一百七十级 一百六十级 不过一会的时间 大恶魔基尔罗德 就变成了三十五级的二级恶鬼 不再是一百八十级的四级大恶魔 你到底做了什么 大恶魔基尔罗德 惊恐地看向夏莲质问道 没什么 不过是用了一个五级镜咒诸神黄昏 夏莲卿笑道 在诸神黄昏中 只要等级在二级以上 都会强制性下降两个等级 当然 等级也会蹲着下降 大恶魔基尔罗德一听 顿时脸色发青 石峰也是吓了一跳 五级镜咒 这可是堪比六级神级魔法的力量 基尔罗德你 现在的出路只有一个 那就是击败眼前的冒险者 要不然 你就只能死在这里了 夏莲的声音虽然悦耳 但是说出来的话 却让大恶魔基尔罗德浑身一寒 此时 石峰也抽出了深渊者 这就是最后的考验了吧 石峰看着悬浮半空的大恶魔基尔罗德 舔了舔干色的嘴角 他早就知道 想要真正得到传说级物品 残片黑暗之书 没有那么容易 神域里的史诗级物品众多 但是之上的传说物品残片 和传说级物品都异常稀少 想要得到一件 都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 像他这样 就能得到一件特殊的传说物品残片 已经算是很容易了 上一世很多大工会 为了得到一件传说物品残片 都要忙碌一两个月 有的甚至三四个月 除非运情逆天 遇到了奇遇 如星河流域这一类的地方 要不然就能靠做任务 来慢慢获取 蝼蚁一般的一阶剑士 也敢向我大恶魔基尔罗德拔剑 你胆子不小 不过 你以为我被压制到二阶 你就能击败我吗 大恶魔基尔罗德 感觉自己的自尊心 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怒急而笑道 不试一试 怎么知道 石峰笑了笑 一步一步靠近大恶魔基尔罗德 基尔罗德、恶鬼、大恶魔等级35级 生命值100万 二阶恶鬼相当于怪物中的灵主一级 因为高智能的缘故 战力比其普通的灵主怪妖厉害上许多 而在生命值上要薄弱一些 不过就算如此 生命值也要比玩家后世很多 在石峰一步一步接近大恶魔基尔罗德时 石峰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在诸神黄昏中 他所有的技能 CD重置不说 冷却时间还减半了 看来这次的考验是要让玩家在满状态下 击败一只二阶恶鬼 原本石峰还担心不能使用剑刃解放 现在是完全放心了 你找死 大恶魔基尔罗德怒吼一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手中多了一把黑色长枪 从半空中俯冲而下 黑色的长枪挥舞起来 化为满天黑雨 落向石峰所站的区域 二阶技能黑雨杀 石峰不敢保留 立刻开启龙之力和剑刃解放 再用出风之环的玉空飞行 一跃而起 百分之二百八十的速度提升 速度已经堪比三阶大领主程度 轻易就躲开了黑雨杀的范围 而且因为飞行能力 并不拒大恶魔基尔罗德 在空中远程攻击 躲开了黑雨杀 石峰再次开启冰蓝魔咽 幻影杀 九头龙斩 黑黄 猎狱之力 一下把战力发挥到巅峰 顿时双方较量起来 石峰凭借玉空飞行的速度优势 很轻松的 就能对大恶魔基尔罗德造成伤害 而大恶魔基尔罗德手中的长枪 根本摸不到石峰的身影 一道道剑光划过 轻易就刺破了大恶魔基尔罗德身上的灵甲 斩击 25641 眼雷暴 47156 风雷闪 14527 18546 24716 每一招的技能完成度都在95%以上 让技能的效果提升很多 只见大恶魔基尔罗德的生命值 飞速流逝 100万生命质疑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 不到5秒钟 大恶魔基尔罗德的生命值就剩下70% 不过石峰越是攻击 越发现大恶魔基尔罗德的力量和速度都在增加 原本双爆发下 他的力量可以堪比高等领主 力压大恶魔基尔罗德 经过一番激战 大恶魔基尔罗德的力量已经和他一样 在速度上也快追上他了 不行 虽然不知道他是随着战斗时间变长而变强 还是因为生命值减少也变强 必须尽快干掉他 石峰直接用出火焰爆裂 太阳一般的剑芒照亮了整个大厅 24连杀 本尊和分身同时用出火焰爆裂 24到剑光滑破大厅 每一道剑芒的伤害都超过2万 分身也能造成1万多的伤害 触发暴击更是两倍 只见剑芒吞噬了大恶魔基尔罗德 造成的总伤害超过50万 这 石峰看着被砍中的大恶魔基尔罗德不由一愣 大恶魔基尔罗德的生命值 竟然还有40% 而在大恶魔基尔罗德的身上 还散发着淡淡的黑芒 二阶魔法黑暗护盾 可惜吸收相当的伤害 该死 石峰双眉紧皱 火焰爆裂可是他的绝杀剂 竟然被大恶魔基尔罗德 抵挡了一部分 生命值剩下40%的大恶魔基尔罗德 变得更为可怕 而时间只剩下不到10秒 哈哈 我现在的力量已经完成超过你 死吧人类 大恶魔基尔罗德宁笑一声 长枪一挥 一道黑芒漫过大片区域 速度之快 就连石峰也只能勉强用剑抵挡 碰 石峰直接落在地上 大地碎裂 头上冒出将近1100点伤害 这个伤害还只是抵挡住的 要是没有抵挡住 损失的生命值远超1000多点 不过大恶魔基尔罗德 还没有攻击完 只见大恶魔基尔罗德 一下变成了两个 而且 两个大恶魔基尔罗德一模一样 属性都一样恐怖 一个冲向石峰的分身 一个冲向石峰本尊 两只一模一样的大恶魔基尔罗德 猛攻向石峰的本尊和分身 原本在力量属性就不占优的石峰 一下落入下风 只能不断闪躲回避 虽然石峰已经达到流水之境 总能预判出大恶魔基尔罗德的攻击轨迹 提前做出回避动作 但是大恶魔基尔罗德手中的长枪 就好像一只毒蛇 总是纠缠不清 一次次对准石峰的死角 发动致命的一击 要是换成其他人 别说闪躲 就是抵挡都非常难 石峰面对不能回避的攻击 就只能用剑抵挡 不过大恶魔基尔罗德强大的力量 一下就能把石峰震退术步 造成1000多点的伤害 还好是开启了龙之力 防御和生命值提升300% 让石峰的生命值超过3万点 勉强可以缠斗一段时间 只是石峰在双爆发状态下 只能维持20秒 20秒一过 进入虚弱期 就再也没有反抗之力 不过一小会的时间 分身就被大恶魔基尔罗德干掉 哈哈 人类你的确了不起 不过是一切件事 就能把我大恶魔基尔罗德 伤成这样 作为奖励 我会让你成为我的傀儡 一辈子听我使唤 大恶魔基尔罗德 看着拼命抵挡他攻击的石峰 冷冷一笑 远处的夏莲看这一幕 月眉微皱 叹息道 果然还是太勉强吗 石峰的分身没了 爆发手段火焰爆裂 还在冷却中 就算在诸神黄昏的领域下 冷却时间减半 还需要一分30秒 最重要一点是 还要面对两个属性一样 生命值 还有40%的大恶魔基尔罗德 石峰已经没有半点胜算 只等两个大恶魔基尔罗德 一起加攻石峰 就是石峰的死期 人类 你就安心成为我的奴仆吧 转眼间 两个大恶魔基尔罗德 出现在石峰眼前 流露出争鸣之色 一前一后 夹击石峰 不过是双生之法而已 真当我不知道怎么破茧 看着两个大恶魔基尔罗德 前后夹击而来 石峰之前 一脸严肃的神色 骤然消失不见 反而露出一丝 不屑胜利的微笑 听到石峰说出双生之法 大恶魔基尔罗德的脸色 变得凝重起来 双生之法乃是特殊技能 没有等阶 而是借助于宝物 制作一个实力一模一样的分身 分身和本尊共享生命值 不过 分身要承受的伤害 会提升300% 在大幅提升战力的同时 也会大幅提升受到的伤害 算是一把双刃剑 用好了威力无穷 用不好自断后路 你认出双生之法又怎么样 你能分清 哪一个是本尊 哪一个是分身吗 大恶魔基尔罗德 可不相信石峰能认出来 双生之法一模一样 根本无法用肉眼分辨 就算知道分身是哪个 但是你能挡住两个我的攻击吗 石峰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用伸冤者对天一指 半空中浮现出无数金色圣剑 顿时无数光之圣剑落下 两只大恶魔基尔罗德的头上 冒出两个不同的伤害 石峰前面的大恶魔基尔罗德 受到了5000多点伤害 而身后的大恶魔基尔罗德 受到了15000多点伤害 哪个是真身 那个是分身一目了然 不过石峰的攻势还没有完 紧接着伸冤者一挥 伸冤诅咒 顿时30码的范围内的空间 变成了泥沼一般 两只大恶魔基尔罗德都动弹不得 大恶魔基尔罗德 虽然免疫眩晕效果 和一般的限制效果 不过伸冤者已经有史诗级品质 虽然不一定能把大恶魔基尔罗德 限制五秒 但是限制两三秒 对石峰来说就足够了 这一刻 我可是等了好久 石峰一个无声部 出现在了分身基尔罗德身后 手中的伸冤者 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耀眼的火光 这怎么可能 你能还能使用哪个技能 原本淡定的大恶魔基尔罗德 脸色突然一变 石峰现在用出的这一招 正是刚才对他造成严重伤害的火焰爆裂 可是石峰刚使用不久 现在又用出来对付他的分身 他怎么能不惊恐 死吧 石峰根本不解释 就在大恶魔基尔罗德的分身 击杀他的分身时 他就用积累的30层死气 给了火焰爆裂 一层死气 可以减少技能三秒钟的冷却时间 30层正好90秒 然后故意表现的 勉强能抵挡住一个大恶魔基尔罗德的攻击 让大恶魔基尔罗德用两面加攻 好给他机会 干掉基尔罗德的分身 一连12件 挥砍在不能动弹的分身基尔罗德身上 原本石峰用火焰爆裂 就能造成超过2万点伤害 暴击就是4万多 现在提升300% 一件就是6万多伤害 暴击就是12万多 一个个恐怖的伤害 40万点的生命值 根本不值一提 直接顺杀了大恶魔基尔罗德的分身 不 大恶魔基尔罗德不甘地惨叫一声 可惜双生之术 让生命值共享 分身死亡 即本尊死亡 大恶魔基尔罗德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石峰是众生者 对于神域的技能非常熟悉 也知道各种技能的弱点 就在石峰击杀了大恶魔基尔罗德后 身上也闪现出一道金色的光滑 一连闪现两次 石峰的等级 立刻就从32级提升到34级 好丰厚的经验值 石峰惊讶道 他因为是隐藏职业坚人圣者 升级需要的经验值 是正常玩家的两倍 每提升一级 所需要的经验值 都非常恐怖 一下提升两级 不仅把在世界风损失的一级弥补回来 还提升了一级 系统 完成史诗级黑暗降临任务 奖励涂抹勿士称号 新月王国的声望加武林 白河城的声望加500点 自动晋升为白河城伯爵 系统 其玩家晋升为白河城伯爵 可以征召100名护卫 其中包括4名直属护卫 在白河城里的所有消费 可以打8折 不愧是史诗级任务 一个任务做下来 就提升到伯爵了 以后去神魔竞技场的花费 也能减少不少 石峰笑道 紫爵如果说是一个城市的大贵族 那么伯爵 就是大贵族里的顶级人物 在神域的玩家设定里 像白河城这样的大城市 爵位封顶就是侯爵 只有星月王城一级才有公爵 所以能成为白河城的伯爵 已经很了不起了 伯爵和紫爵最大的不同 除了护卫和地位的不同 对于玩家来说就是神魔竞技场 神魔竞技场 是提升玩家战力的地方 所有的花费都是磨水晶 而紫爵是不打折的 但是伯爵却可以打折 这也是为什么 那么多玩家 想要提升到伯爵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一大笔的钱 相比普通玩家 对于拥有私人领地的玩家来说 伯爵的意义更大 因为伯爵还有拥有更厉害的特权 那也是玩家在一个城市里崛起的资本 在大恶魔基尔罗德死后 石峰还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东西 那是一张设计图 不过和普通的设计图不同 从大恶魔基尔罗德掉落下来的设计图更大 足有普通设计图的三四倍大小 兽篮设计图 石峰拿起设计图 仔细意犹惊讶 在玩家等级达到四十级以后 神域的玩家就可以使用坐骑 来替代双腿走天下的时代 普通的坐骑 玩家都可以在各大城市里购买 当然还需要达到一定声望才行 至于更高级别的坐骑 就只能靠坐任务下团队副本 击杀野外大boss才有可能得到 而对于工会玩家来说 却还有一种获取方式 那就是工会坐骑 工会坐骑 不同于城市里购买的大众坐骑 而是工会特有的坐骑 也是象征着一个工会的标志 不仅比普通坐骑的移动速度快 还晋升品质 只是想要晋升很不容易 但是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高品质的坐骑根本就是做梦 能通过其他方法 晋升坐骑的品质 已经是来之不易 而工会坐骑怎么来的 那就是寿篮 需要在工会里建立一座寿篮 招揽NPC 培育工会特有坐骑 只有工会的贡献点才可以购买 而且不能交易 但是可以晋升 所以很多自由玩家 光是为了工会坐骑 就拼了命地想要加入 不光是坐骑速度更快可以晋升 更关键一点是 坐骑特殊 与众不同 走在外面和大街上是异常耀眼 不仅有面子 还是搭讪力气 神域里的普通坐骑都是马 区别也只是颜色不同而已 但是工会坐骑的种类很多 不管是马这一种 具体有多少种 就石封锁之族有几千种 所以各大工会 都有别具一格的工会坐骑 为什么工会坐骑的种类 会有这么多 全是因为工会的坐骑 都是从野兽魔兽里面抓捕驯化 培养繁殖 最终成为工会坐骑 所以种类非常多 同样想要弄一个工会坐骑 也不容易 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和人力才行 现在有了兽篮设计图 也可以让灵异 提前开始培养坐骑的计划了 石封可是知道 不少稀有坐骑的抓捕地点 上一世 各大工会为了工会坐骑 都没有少头疼 因为抓捕的野兽不同 培养后得到的坐骑属性 也会有变化 如果培养得好 一开始就能达到接近青铜级品质 移动速度达到115% 这对于一个工会的提升 可想而知 众人还在使用普通坐骑时 就能拿到接近青铜级的坐骑 稍加培养 就是一批青铜级坐骑 可以辅助玩家 仅此一条 就能拉开不小的差距 所以 各大工会对于工会坐骑的培养非常用心 起码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 越早拥有兽篮设计图 就能越早地准备工会坐骑 只是兽篮设计图非常稀少 就是攻略20到60级的百人团队副本 都可以获取到兽篮设计图 只是掉落率低地让人发指 不少工会出价到五六千斤 也没有人愿意卖 石峰原本还想要等到工会众人实力差不多了 就开始不断攻略百人团队副本 尽快获取兽篮设计图 大恶魔基尔罗德 这一次就掉落了一张兽篮设计图 可是省了他不少时间 石峰激动地收起兽篮设计图后 夏莲合起黑暗之书 风轻生说道 你做得不错 竟然真的击败了大恶魔基尔罗德 不过大恶魔基尔罗德明明已经彻底消亡 为什么你的身上还有一股浓郁的黑暗之力呢 连不解的神情 石峰很快明白 于是从背包里取出了摩洛克之剑 应该是这个东西的缘故吧 摩洛克之剑 夏莲一下就认出了戒指 惊讶到 这个戒指你怎么得到的 从一个叫科奈特尔的大恶魔手里抢过来的 石峰实话实说道 抢过来的 夏莲双眸大针 明显不相信石峰说的话 一只没有被压制的四阶大恶魔 只要一挥手 就能轻易抹杀石峰 石峰根本没有半点机会 你还真不怕死 还是无知者无畏 胆子达到 竟然敢打开戒指的封印 还好你现在得到了摩洛克之剑 也算是你的运气 摩洛克之剑传说 跟炎魔之主的陨落有关 而且这个戒指 是完整的传说级物品 以你的力量 恐怕很快就被这个戒指吞噬吧 吞噬 石峰想起大恶魔克奈特尔的追杀 如果不是他运气后 的确会被干掉 我所说的吞噬 就是字面意思 你以为传说级物品 就是那么好掌控的东西 夏莲白了一眼石峰 就我所知道的消息 在几百年前 保管这个戒指的恶魔 是一个五阶大魔王 在那个五阶大魔王被吞噬后 才有了现在的大恶魔 克奈特尔保管 石峰一听 顿时后背一寒 他已经非常明白夏莲的意思 所谓的保管者 不过是用来吞噬的祭品 而那些恶魔还浑然不知 而他却愚蠢地抢了过来 五阶大魔王 都无法抵挡被吞噬的命运 以石峰现在的力量 恐怕还不够色牙缝的 当初分为了封印这个戒指 可是牺牲了十位五阶大人物 你现在打开了一丝封印 想要再封印 至少也需要三名五阶职业才行 要不然 不管你去哪里 都多比不了被吞噬的命运 夏莲色阴沉得不由孝道 不过我也说了 你也算是有一点运气 运气 石峰不由好奇道 没错 你的运气真的很好 竟然能得到真正的黑暗之书 如果只是赢品 恐怕就连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挽救你的小面 夏莲轻轻揉了揉额头 很严肃地说道 黑暗之书 乃是毁灭之主制作的质保 有了黑暗之书 就可以统一所有恶魔 就算是阎魔之主也不列外 之所以可以统一所有恶魔 全是因为 黑暗之书 乃是所有恶魔的本源 这些恶魔 都是由黑暗之书所演化而来 有了黑暗之书 就能克制所有恶魔之力 当然 以现在的黑暗之书 是无法压制摩洛克之界的 只有完整的黑暗之书 才能克制摩洛克之界里面的力量 你要做的 就是修复黑暗之书 现在你明白了吗 修复黑暗之书 十封心中苦笑 在神域里 很多传说级物品残片 都可以修复 恢复巅峰状态 也就是晋升传说级物品 只是真正能修复 传说级物品残片的少之又少 要不然 传说级物品 也不会那么稀少 像是传说级物品残片 天龙的圣西 多少还有提示 怎么去修复 但是黑暗之书 连一点提示都没有 这让它怎么去修复 想要修复黑暗之书 当然不简单 就凭现在的你 也没有实力去修复 好在摩洛克之界封印初开 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夏莲使用魔法 感知了一下摩洛克之界 缓缓说道 夏莲大人 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多久 石峰急切问道 这要看你 夏莲挑了一眼石峰笑道 我 石峰差然 没错 你的实力越强 摩洛克之界 需要累积的力量就越大 以你现在的水平 大概五六十天的时间 最好是你 能在五十天内晋升二阶 摩洛克之界 就需要积累更多的力量 当然这是有一个前提的 如果你再继续解开戒指的封印 戒指累积力量的速度 也就会越快 所以要看你 夏莲这么一说 石峰顿时了然 上一世的顶级高手 在开服三个月时 就已经有人晋升到二阶职业 不过他是坚人圣者 神级所需要的经验值 是普通玩家的两倍 虽然他是众生者 但是花费五十天 晋升二阶职业 还是有些难度 这个难度 并不是在等级上 而是在进阶任务上 很花时间 所以 上一世 哪怕是顶级高手 也要到开服三月后才办到 这一世石峰 自然能在开服三个月内 轻松办到 只是那是普通职业 像是隐藏职业的进阶任务 更难 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更多 如果是五十天时间 他还真没有什么把握 如果换成六十天 那么他的把握就打多了 可是夏莲所说的时间 是五六十天 到底哪一天谁知道 石峰都怀疑 是不是主神系统 故意设置的这个时间点 竟然能卡得这么准 你已经很幸运了 如果不是有黑暗之书在 摩洛克之界 根本不需要这么长时间来吞噬你 不过凭你现在的实力 想要修复黑暗之书 也不可能的 等你晋升到二阶职业后 再来找我吧 夏莲轻轻一挥手 黑暗之书就落在了石峰的身前 悬浮半空 对了 别忘我 交给你办的事情 夏莲说完后 身形消散 整个大厅内在 没有夏莲的任何气息 这是 意志投影 石峰看着消失的夏莲 惊讶到 意志投影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能 只是一个四阶普通技能而已 不少四阶 法系玩家都会 但是意志投影 只拥有本体一小部分实力 并不能用来充当战力 只是用来试探和探查的技能 但是从他来到大厅内开始 夏莲召唤恶魔之门 并且用出五阶静咒 一直压制四阶大恶魔的 竟然不是夏莲本尊 只是一个分身就轻松办到了 这份实力 绝对是站在了 五阶NPC里的最顶尖 等石峰回过神来 手中的黑暗之书 也有了一些变化 黑暗之书 传说及物品残片 在大破灭是被摧毁 不过残存的黑暗力量 非常强大 只要极其散落的其他残片 就能恢复所有力量 统一所有恶魔生物 成为万魔之主 技能一 恶魔召唤 通过黑暗之力 唤起恶魔之门 从而召唤出一只 不高于持有者一个等阶 和十个等级的恶魔 最高等阶不能超过五阶 召唤出来的恶魔持有者 可以指挥五个小时 冷却时间三个小时 技能二 暗黑之门 可以传送到黑暗洞窟内 也可以从黑暗洞窟内 传送到外界 一次最多可以传送五人 冷却时间一天 技能三 黑暗之光 可以通过黑暗之力强化玩家 让玩家拥有黑暗之力 可强化数量600人 每强化一人持有者 可以得到一点黑暗之源 技能四 黑暗之力 让黑暗之力充斥全身 所有属性提升60% 所有技能冷却时间 减少30% 伤害提升50% 持续时间 为黑暗之源的数量 星号一秒钟 冷却时间六个小时 黑暗之力不可叠加 最高可强化五阶职业 原来如此 难怪千唤万灭 提升到四阶职业后 不再使用赝品的黑暗之书 时封仔细查看了一下 黑暗之书的具体属性 心中欢喜不已 上一世千唤万灭 能在三阶职业里面称王称霸 一个是靠召唤出来的恶魔 一个是靠黑暗之力 不过千唤万灭能召唤的恶魔 只是同阶恶魔 而且只能召唤一只 不过就算这样 也非常厉害了 同阶的恶魔 可要比同阶的怪物厉害多了 虽然比不上精精级的直属护卫 但是恶魔死了可以再招 直属护卫死了 可不是那么好复活 可惜 赝品的黑暗之书 最多用到三阶 但是正品却可以用到五阶 差距真不是一般的大 最可怕的是 可以越阶召唤恶魔 他现在一阶 就可以召唤二阶恶魔 到了二阶 就能召唤三阶恶魔 这谁是对手 唯一的可惜的是 召唤是随即的 不一定会召唤出 高出一阶的恶魔 而黑暗之力 更是在神域里出了名的爆发技能 虽然提升的属性不多 但是持续的时间却非常久 比起厉害的爆发技能 持续时间多了两三倍 而且没有虚弱效果 千唤万灭的黑暗之力 能持续六分钟 而我的黑暗之力 却可以持续十分钟 就连能强化的人数 都提升到六百人 时封想到黑魔军团 心中就是一片火热 足足六百人的黑魔军团 只要黑魔军团的成员等级差不多了 完全可以去讨伐 黑暗势力所掌控的小镇 建立一个工会小镇 随后 时封收起了黑暗之书 黑暗之书并非装备 只要放到背包里就有效果 所以 别人想要爆掉黑暗之书 非常难 现在有了黑暗之书 时封自然也不会闲着 连忙离开了图书馆 赶往了灵异工会 就在路上 时封就联系起水色强威 水色 你把工会的主力团员都召集回来 时封说道 会长 主力团都在忙着攻略副本 现在叫回来 可是会攻溃一溃的 白河城不少工会 已经在攻略 最终暴死了 水色强威不明白时封要做什么 现在各大工会都拼了命的 想要抢到武士团队副本的手通 把主力团成员召集回来 可是要浪费不少时间 放心吧 不碍事 时封对于武士人团队副本的 最终暴死很了解 想要攻略那么容易 不由笑道 我找他们回来 就是为了让他们通过副本 会长你说的是真的 水色强威双眼大睁 为了武士人团队副本 各大工会手段进出 伤透了脑筋 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副本boss会那么难 实在没有办法 众人只能硬着头皮一次又一次杀 如果有攻略之法 那么攻略副本就容易多了 当然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时封玩耳一笑 好 我现在就通知他们 水色强威双眼一亮 挂了时封通讯 立刻向主力团联系 武士人团队副本 巫神废墟内 dt.com 一只足有三十多米高的黑羽乌鸦口中 不断喷出青色的火焰 所过之处 皆化为青色火海 但凡被碰触的玩家 活不过三秒 这只黑羽乌鸦 正是最终boss 青火巫王 青火巫王 高等领主 等级28级 生命值1000万 在副本中的boss 比起野外的同等高等领主的战力稍弱 但是在生命值上 越要高出几倍 再加上一些特别的技能 对付起来 要比野外同等级的高等领主难得多 尤其是最终boss 在智能上很高 知道怎么对付一个团队的弱点 这对玩家的配合要求提升不少 是一个完全考验团队能力的boss 想要通关这样的boss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靠团队配合的综合性实力 第二种就是靠个人力量达到压倒性优势 不过对于现在的各大工会来说 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都非常难达到 小心躲开火焰 但凡被火焰碰触的人 立刻远离人区 火舞力声喊道 这青色的火焰 可以说团灭大招之一 光是火焰领域不能去也就罢了 但凡被青色火焰碰触过的玩家 就好像中了瘟疫 一般会传染 每三秒都会去四周十码内的玩家 造成两千点伤害 几乎赶得上一个不假职业一半多的生命值了 而且被传染后 一样会再传染其他玩家 形成连锁反应 很快就能让整个团队完蛋 在场的50人都不是新人玩家 光是对付这只青火巫王 已经数十次了 一个个早就熟练得不得了 第一时间就躲开了青色的火焰 不过一些运气不好的人 被火焰直接喷倒 只能立刻脱离人群 一阵青色火焰后 青火巫王的心红瞳孔一缩 盯住了后排的一位治疗 翅膀一挥 卷起一阵风暴冲天而起 巨大的雨翼遮天蔽日 要俯冲向那一名治疗 该死 虎巫王早就盯住紫燕了 火舞月眉紧皱 连声喊道 可乐 使用钢铁抑制 好脸 壮硕如雄的可乐大喝一声 顺身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让人不容忽视 这一下立刻就引起了 青火巫王的关注 黑色如钢铁一般的翅膀 落向可乐的头上 钢铁抑制 一阶技能 可以让所有敌人 强制攻击自己 并且防御力提升70% 持续4秒 如果敌人忽视自己 可以让自己的力量 提升70% 速度提升100% 伤害提升100% 持续5秒 冷却时间2分钟 对于守护骑士这种职业来说 力量属性本来就很高 如果力量提升70% 伤害再提升100% 就算是同级别的boss 也吃不消 所以不得不攻击可乐 哼 黑色羽翼造成的巨大攻击力 直接击退了可乐 让可乐不得不往后退了七八码 就算是用盾牌抵挡住了 但是可乐还是受到了800多点伤害 俯冲连击的力量 还真大 可乐连连用盾牌抵挡 每一次撞击 都让他不断后退 双手发麻 如果不是防御力提升70% 伤害轻松破千 一连十多次攻击 完全能秒杀他 而在可乐疯狂掉血时 后排的紫燕流云御手一挥 一道道治疗魔法 就落在了可乐的身上 让可乐的生命值一上一下 非常及时 最终稳定在安全线上 不至于被轻火勿王秒杀 就因为紫燕流云的治疗手法犀利 整个团队才能如此轻松 只靠紫燕流云 一人治疗主MT 让其他治疗轻松不少 不至于因为boss的一些小技能 而导致减元 而其他的职业 也不断趁机输出 直到可乐钢铁抑制的效果 没了 轻火勿王想要再次对付紫燕流云 一旁的女骑士班鸠 也同样用出钢铁抑制 再次吸引轻火勿王的攻击 女骑士班鸠 原本是时封大闹传送大厅 认识的一名女骑士 当时的实力也就是精英水平 不过现在也成了灵异的主力成员 仅次于可乐和顿战士夜无眠 不过班鸠的装备终究差一些 需要至少两名治疗 才能稳住生命值 这时 火勿等近战 不断从背后攻击青火勿王 火勿手中的真火流刃化为无数火光 每一击都能对青火勿王 造成过千点伤害 比起使用史诗级法杖的黑子 强出一大截 而在众多近战中 有一名狂战士非常显眼 虽然拿的武器 只是25级的金鸡级大剑 但是打出来的伤害 却能排在DPS里面的第七名 这人正是和班鸠一起的狂战士剑影 比起五魔将之一 排名第六的战魔 一刀成风都差不太多 而一刀成风使用的武器 是25级的暗金级战刀 伤害比起金鸡级大剑强出一截 可是两者的DPS却差不多 可见剑影的技能完成度有多高 剑影 你的进步也太快了 昨天我技能完成度不过78 今天就能稳定在80% 的第一狂战的位置 是要不保了 一刀成风郁闷倒 那时你还不够努力 剑影这段时间不是下副本 就是去神魔竞技场提升 身为以前队长的夜无眠比一道 好了 都专心对付BOSS 火舞呵斥道 其实除了剑影外 还有不少强力新人加入主力团 让灵异现在的主力团实力提升不少 灵异主力团不断有强力新人进入主力团 经过长期的磨合 配合已经相当好 战斗到这里 青火巫王的生命只只剩下50% 去死吧 所有入侵者 青火巫王怒喝一声 可乐你拖住BOSS 其他MT和近战对付小怪 火舞神色一沉 立刻喊道 不过一会 就多只三米多高的青火巫 从天空中飞下来 每一只青火巫 都是28级的特殊精英 生命值足有30万 想要对付很不容易 如果不快速干掉 这些青火巫 这些青火巫就会长大 也是这些青火巫的唯一技能成长 只要使用这一个技能 青火巫就会变成头领级的怪物 生命值变为70万 更难对付 时间过长 还会再成长为领主 生命值足有150万 就算是再厉害的团队 也吃不消 同时对付一只BOSS 还要对付十多只领主 几分钟后 巫神废墟外的复活点上 冒出一批人 而在四周 还有不少团队 都坐在地上休息 其中不乏 白河城里的大工会 他们都是 被青火巫王团灭回来的 众人冒出来的一批人 都不由 投去羡慕的目光 这一批人 正是灵异的主力团 整个白河城的团队里 拥有着最好装备的团队 这些青火屋 实在太难清理了 我们整体DPS 还是差太多 黑子郁闷不已 要是会长来 一起下副本就好了 凭借会长的DPS 通过这个阶段 应该很轻松 众人也不有点头 在众人风已经不是人 一个人就能荡成一个团 这次火舞 接到了水色强威的通讯 聊了几句后 火舞一脸喜色 我们都回城休息一下吧 火舞在团聊中说道 回城 今天不是还要再试上五六次吗 黑子差一道 你不是想啊 会长一起下副本吗 火舞笑道 现在会长回来了 让我立刻回工会 说有事情 就跟副本有关 真的 众人都不由兴致高昂起来 回去不就知道了 火舞说着 拿出一张回城卷轴 开始读取 其他人也纷纷拿出回城卷轴 瞧 灵异的主力团竟然走了 难道是放弃了攻略 应该吧 巫神废墟的最终BOSS实在厉害 估计也没有团队能通过 何必浪费时间 不少关注灵异的团队聊了起来 灵异的主力团离开巫神废墟后 消息很快传开 白河城里要说那个工会 最有可能拿巫神废墟的手通 无疑是灵异工会 因为灵异不仅团队装备极好 高手也很多 接来才是一笑倾城和其他工会 尤其是最近才崛起的天葬工会 攻略速度只比灵异和一笑倾城慢一些 团长 灵异的人好像都走了 一个28级的灰衣游侠 向一位身穿白袍的青年汇报道 现在已经到了通关副本的关键时刻 灵异竟然这时候不打了 白袍青年微微沉思 对于灵异的举动很是不解 团长 估计是灵异已经知道无法攻略 所以才放弃了吧 一旁身穿低胸的青红色的 发袍的艳丽女子倾笑道 外面都传灵异高手如云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哪怕我们天葬晚这么长时间 才开始攻略巫神废墟 还不是追了上了灵异的Boss 打到了最终Boss第三阶段 只要我们再熟悉Boss第三阶段 说不定今天就能超过灵异工会 成为白河城里 第一个打进最终Boss第四阶段的工会 听到艳丽女子这么说 团队里的人都一脸自豪 团长就别管灵异工会了 我们怎么都是公司招来的高手 灵异只不过 比我们早来白河城几天 要是我们早点过来 白河城里 谁是霸主 还不一定啊 一个身躯灵灵 体型高大的二十八级顿战士笑道 他们虽然是新兴工会 不过他们身后的底蕴 可要比一笑倾城强出太多了 而且 他们的公司花费的大价钱 请来了不少虚拟游戏界的知名高手 其中 主力团领队的严血 更是上一届虚拟游戏界的十家新人之一 曾经也是在一款大型虚拟游戏里 称王称霸的高手 现在带领这么多高手来白河城 要是还超不过一个白河城的灵异工会 那么他们这些人 也就是白玩这么多年的虚拟游戏了 的确 不管灵异怎么样 这次巫神废墟的手通 我们一定会拿 白袍青年言写爽朗一笑 再等一会 鬼影子 他们就到了 到时候 我们天葬工会 就可以一口气拿巫神废墟 众人听到鬼影子 一个个眼神里 都充满了敬畏 鬼影子工作室 可以说是业内一流的游戏工作室 在不少虚拟游戏中 都和超级工会对抗过 核心成员的实力都非同一般 而鬼影子本人的知名度 更是超过冰雪女神白清雪 和鲜河联盟的会长鲜河往昔 就在两天前 公司终于收购了鬼影子工作室 让鬼影子工作室的所有成员 都加入了天葬工会 让他们天葬的实力大增 有了超越灵异的底气 除了天葬这一边 一笑倾城也是准备十足 不知道什么时候 原本应该在枫叶城的苍狼占天 也跑来了白河城 此外 身边还跟着一批气势逼人的高手 如果石峰在这里 一定会吃惊 原本世神之蛇的最高战力 都跑来了这里 其中 天赋异禀的藤蛇 更是金飞锡比 不仅等级达到二十九级 身上还背着两把 让人看不清品质的青色长剑 这两把长剑造型 和颜色都属同源 一看就是一套 苍狼兄 这次灵异已经放弃离开 接来就靠你们了 风轩阳看着苍狼占天恭敬说道 经过几次的失败 风轩阳在民府的地位 也跟着降不少 不过他 还是不放弃 只要一笑倾城 能在白河城第一个 拿巫神废墟的守通 他就还有机会 所以这次特地邀请 苍狼占天等人过来帮忙 风勺你就放心吧 神域终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 哪怕黑炎再厉害 在大型团队副本中 也帮助有限 有苍狼老大出马 加上我们这些高手 巫神废墟的守通是拿定了 一旁的元素师 很自信道 苍狼占天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如今神域第三次进化 各大工会身后的势力 也是越加看中神域的高手 苍狼占天实力非凡 在民府中的地位 也是直线上升 不仅提供了各种资源 还用民府掌控的各大工会 来武装苍狼占天等人 在装备上 并不是灵异的主力团员 差不多少 就在一笑倾城和天葬 开始全力攻略巫神废墟时 白河城的灵异工会驻地内 已经炸开了锅 沸腾一片 会长 终于愿意带我们副本了 等一会 我都想要好好看一看 一笑倾城那帮孙子的脸色 可乐大笑道 上次会长就说 要带我们副本 现在总算是实现了 顿战士叶无眠也笑道 灵异工会的实力 已经让众人见识到 不过工会实力 不管是在能打上 大型副本攻略也很重要 到时候拿巫神废墟的手通 才算是真正坐稳了 白河城的霸主宝座 要不然 总有其他工会借机崛起 想要赶灵异 不过 相比白河城的霸主宝座 众人真正期待的是 石峰本人亲自带他们一次 大型副本 这样 就可以让他们学习到更多东西 对于提升 也会有极大帮助 不一会 会议室的大门轰然打开 石峰缓缓走了进来 此时石峰已经用恶魔假面 变成了黑炎模样 虽然样貌没有任何改变 不过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势 却比以前更强了 所有人都按惊不已 原本的石峰气息内敛 宛如一个路人甲 不过在多次极限挑战提升后 实力已经远非从前可比 想要做到完全内敛 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次叫你们回来 就是通知你们一件事情 也可以说是灵异的核心机密 石峰坐在最上面的会长宝座上 撒了一眼众人 缓缓说道 众人一听是核心机密 顿时都安静来 光说也没有用 我先让你们看一看吧 石峰淡淡一笑 目光一到狂战士剑影身上 剑影 你过来 剑影对石峰 可以说是崇拜 自从传送大厅一战 剑影就迷上了石峰的战斗技巧 不断地通过视频学习 想要学到一灵半爪 听到石峰叫他 哪怕是冷静的他 也不由激动起来 立刻走到石峰身前 只见石峰一伸手 掌心凝聚出一颗 手掌大小的黑色圆球 圆球的中心 就好像一个小宇宙 深邃无比 让人着迷 石峰一弹指 这颗黑色圆球 就没入了剑影的身体中 在黑色圆球 彻底融入剑影的身躯后 剑影整个人的气质 顿时一变 散发出魔兽一般的惊人气势 这事 剑影也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 他从来没有体验过 如此强大的力量 剑影尚且如此 众人更不用说 好强 火舞看着剑影 隐隐感到了一丝危机感 火舞身为主力团的团长 对于主力团每个成员的实力很清楚 剑影这段时间提升不少 但是战力也就是团队里的中上水平 别说对他造成威胁 就连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但是现在的剑影却大不相同 仿佛一下子变成了洪荒猛兽 能对他造成一定的威胁 他在雷暴和石峰的不断指导下 差不多已经学会掌控自身的力量 有了半步如威的水平 技能完成度更是在85%左右 绝对算是真正的顶级高手 在凭借一阶套装的强大属性 整个星月王国能胜过他的少之右手 也就只有石峰这一类的怪物 才能击败他 而剑影此时却有可能击败他 可想而知剑影的提升有多大 会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水色强威死死看着石峰 非常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场众人也纷纷看向石峰 很想知道剑影为什么如此强大 如果武士人团队副本里能多几个 那么他们也就不用在最终播 SS的第三阶段卡那么久了 众人都是灵异工会的核心成员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那是绝对的高手 不仅无感敏锐无比 直觉也是异常灵敏 除非对方能做到气息完全内敛 才有可能骗过他们的直觉 如以前的石峰 完全就是路人甲 不过直到真正动手时 才惊觉石峰一只怪物 绝对不能招惹 石峰看了眼中人火热的眼神 不由笑着说道 我得到了一个物品 可以让提升玩家的实力 至于提升多少 你们也看到了 通过黑暗之力强化过的玩家 基础属性都可以提升30% 30%的属性提升 相当于把玩家的战力 硬生生提升一大截 也就是说 玩家如果有一击中等战力 提升30%的属性 就拥有了近一阶巅峰的战力 剑影的等级28级 实力也就是一阶中等偏上 接近一阶高等 经过提升后 就攀升到一阶巅峰 30级的火舞 就是一阶巅峰的战力 面对同样是一阶巅峰的剑影 自然会有一定威胁 当然这个提升不是永久性质 但是玩家可以自由使用 就像是多了一个爆发技能 只是这个爆发技能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足足10分钟 冷却时间5个小时 只是因为剑影才融合黑暗之力 所以立刻爆发出来 不过这个爆发只持续几秒 随后变成玩家能使用的主动技能 这可以说 就是黑魔军团的恐怖之处 爆发技能在整个神域都非常吸手 一个军团的人都会爆发技能 而且可以持续10分钟之久 这样的恐怖可想而知 所以 龙凤阁的血色军团 才不是对手 会长 那个道具可以提升多少人 水色强威身为副会长 对于这个问题 可是非常关心 如果数量较多 绝对可以让主力团的战力提升一个级别 众人也都心动起来 很想变得跟剑影一样 不过众人也知道 这么好的事情 肯定数量稀少无比 想要拿到这名额 估计不容易 放心 但凡主力团成员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力量 石峰并没有说出具体数量 主力团的正式成员一共100人 此外还有后辈成员 数量达到200之数 他手中的600名额绰绰有余 全都行吗 会长你没有骗我们吧 水色强威已经无法想象 心中震撼非常 如果主力团成员都有这样的力量 那么发挥出来的战力将会非常可怕 别说是困难级的巫神废墟 就算是地狱级的巫神废墟 也可以去打一打了 我还没有说完 我准备从第二梯队里面 也选一些成员 组成黑神军团 专门对付野外拨SS 和地狱级的20人团队副本 这件事情就交给水色你来了 石峰可不想浪费手中的黑暗之力 上一世幻视神殿的黑魔军团 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大量收集装备 攻略各种地狱级10人 和20人的团队副本 在工会里 哪怕是有精英成员组成的团队 想要攻略地狱级的10人 和20人副本也非常难 但是有了黑暗之力后 让副本难度直线下降 想要通过就容易多了 就因为这样 幻视神殿积累的大批的财富 最大的财富就是魔水精 普通的团队副本掉落很少 但是地狱级团队副本掉落却很多 几乎是普通团队副本的10倍以上 有了魔水精在 就可以利用神魔竞技场 不断培养工会精英和高手 所以才让幻视神殿的总体实力不断提升 最后称霸黑龙帝国 让龙凤阁的分会都不得不让步 这一世时封手中的名额更多 自然要好好利用起来 不一会的时间后 正式的主力团成员都拥有了黑暗之力 30%的属性提升 对于火舞和紫燕流云来说非常大 他们本来就是一阶巅峰战力 使用黑暗之力后 就有了初步对抗二阶领主怪的资本 虽然还打不过 但是可以抗住相当长的时间 几乎可以匹敌苍狼战天 这样的大高手 只是在技巧上要差一些 在强化完主力团后 石峰就带着火舞等人前往了巫神废墟 虽然石峰手中还有很多东西 如魔法传送阵和寿篮 但是建造这两个东西都需要材料 这些材料只能在大型团队副本里面获取 所以现在拿出来也没有意义 一个多小时后 巫神废墟 此时巫神废墟的攻略已经相当紧张 偌大的废墟平原中到处占满了玩家 而且这些玩家大多是工会玩家 白河城的各大工会都知道 这是巫神废墟最后冲刺的关头 说不定下一秒运气好 就能完成手通 所以很多工会成员都在外面待命 只要团队需要什么职业 立刻就补上去 或者是需要什么物品 都要第一时间送上 瞧 那是灵异工会 嗯 他们怎么又来了 他们不是放弃了吗 应该不是放弃 你看 就连会长黑炎都来了 估计是要火力全开吧 这下有意思了 之前天葬工会来了一批高手 听说是鬼影子工作室的成员 一个个强的都不像话 至于一笑倾城也派出了好多高手 现在三方争霸 不知道谁能获得桂冠 我想应该是天葬吧 那可是鬼影子带队 就连超级工会 都想要吸纳鬼影子工作室 而且天葬的团队早就进入巫神废墟了 灵异现在才来 恐怕已经晚了 众人看到灵异工会的到来 一个个都开始议论起来 会长 这下不好办了 那个鬼影子我也听过 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 而且他的身边还有一批实力可靠的队友 他们进去那么长时间 我们现在争夺手通 恐怕有一点难了 水色强微月眉一皱 鬼影子的大名 他可是如雷贯耳 在高手中绝对是超一流 石峰摇了摇头笑道 谁说要跟他们争困难及手通了 众人不由诧异 可是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石峰就选择了地狱级难度 一下子众人就进入了副本内 瞧 那是地狱级传送门 不会吧 灵异竟然要挑战地狱级巫神废墟 难道他们疯了不成 我听说地狱级的巫神废墟 可是要面对大领主级别的boss 比起高等领主级的boss要厉害数倍 对于现在的工会来说 那根本就是无敌的存在 会不会是灵异的领队选错难度了 巫神废墟外的众人 看到那扇漆黑如墨 隐隐浮现骷髅头的传送大门 一个个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50人的大型团队副本本 本来就不容易攻略 光是能在困难级里打到最终boss 已经是让人仰望的存在 地狱级就从来没有去想过 就在石峰等人进入副本后不一会 这个消息就传遍了白河城 一个个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而最震惊的 要属白河城里的各大工会 白河城经过长期的发展 驻扎在白河城的大小会 超过100多家 而灵异工会 就是白河城的霸主 一直受到各方关注 困难级的巫神废墟都没有通过 就敢挑战地狱级 没想到 黑眼也会有头脑发热的时候 风宣扬看着最新收到的消息 嘴角不由流露出一丝绩效 明府的信息网笼 照十多个王国和数个帝国 身份明府中层的风宣扬 非常清楚 五十人团队副本中的地狱级 代表什么含义 那是绝望 在这些王国和帝国中 可是有几个顶级大工会 攻略掉了五十人的困难级团队副本 但是面对地狱级 根本连第一个boss都打不过 甚至连生命值都没有掉到90%以下 不管对付任何MT都是一招秒杀 多少治疗都没有用 让这些顶级大工会 不得不放弃攻略地狱级 转到百人团队副本上 之前的灵异工会 不过打到最终boss的第三阶段 现在挑战地狱级 别说有十封领队 就算是有三四个十封 也没有可能通过 而在巫神废墟里 地狱级的巫神废墟 相比困难级并没任何变化 到处都是坍塌的神殿 和耸力的雕像 不过活屋等人 却是异常紧张 一个个严阵以待 你们不是打到最终boss 轻火窝往哪里了吗 现在这么紧张 做什么 十封看着众人 都已经拿出武器的架势 不由孝道 团队副本 和六人小副本不一样 每三天才会刷新一次 不管是通过普通级 困难级 地狱级 都只能三天刷一次 而且 不会随着难度的改变 再重新打一遍 之前干到的boss 之前 打到第几个boss 改变难度 还是第几个boss 只是实力变了 而神域和其他虚拟游戏的副本 有一处不同 就是 难度只能上升 不能下降 也就是说 之前攻略时是困难级 干掉了第一个boss 第二个boss打不过 想要变成普通难度 再去攻略时不可能的 想要改变难度 就只能往上提升到地狱级 之前火舞他们 已经打到最终boss哪里 现在选择地狱级难度 一路上去 最终boss哪里是很安全的 众人 一听石峰这么说 都不由尴尬起来 对于地狱级来说 他们还是本能的很敬畏 好了 我们先去看一看 青火巫王吧 石峰笑了笑说道 随后火舞带路 一路向最终boss 青火巫王的巢穴走去 而石峰跟在后面 调出系统界面 他现在的等级 足有34级 已经远超30级的 手通副本的等级 必须把等级降一降才行 而且 地狱级的青火巫王 非同小可 就凭高出4个等级的属性 根本没有什么用 还不如化为战力 石峰直接选择了技能栏 点击火焰爆裂 直接提升火焰爆裂的技能等级 光是9级的火焰爆裂 就已经非常恐怖 在闪烁了数次后 火焰爆裂晋升到1阶4级 数据直接提升1大截 火焰爆裂 引导时间1秒 蓄积所有火焰力量于1点 对目标造成900%的伤害 攻击次数为15次 冷却时间3分钟 目前等级1阶5级 晋升1阶6级技能 所需要经验值4亿8千万 原本的攻击次数为12次 每一击伤害提升750% 现在不仅多出了三次攻击次数 伤害也提升了不少 造成的总伤害远远超过9级火焰爆裂 不过石峰的等级也是哗哗直掉 立刻就掉到了30级 正好符合手通的等级条件 不愧是超级技能 以后再想提升火焰爆裂 起码要等到40级以后了 石峰暗暗估算到 足足4亿8千万经验值 如果再提升1级 他的等级 恐怕立刻就会掉到25级以下 如果换成其他玩家 掉得会更恐怖 不过花费4级的代价 把火焰爆裂提升到1级5级 还是非常划算的 仅此一招 石峰就有信心 让满血的领主怪中伤 以后击杀领主怪物时 能轻松不少 半个小时后 石峰等人终于来到了巫神殿 也是青火巫王生活的地方 好大 黑子望向远处的青火巫王 嘴巴大张 困难级的时候 青火巫王足有30米高 已经让人惊恐 但是现在的青火巫王 足有50多米高 困难级的青火巫王 根本就是一只幼崽 青火巫王 大领主 等级30级 生命值2700万 这还让人怎么打 光是生命值 就比高等领主级的青火巫王 多了不止一倍 可乐吞了吞口水 之前十足的干劲 消散殆尽 他们虽然 可以开启黑暗之力 让属性提升30% 但是青火巫王的属性 可不止提升了30% 简直比他们在没有使用黑暗之力 对付困难及时的差距 还要大得多 火舞越美紧咒 就算是他 也没有底气 敢面对如此强大的boss 团长 我们还打吗 水色强威 转头看向石峰问道 众人原本还有一点信心 因为有石峰带领 不过他们 还是小看了地狱级的可怕 就算有石峰领队 也不可能击败如此强大的boss 打呀 为什么不打 要不然 我们过来做什么 石峰白了一眼众人 地狱级的可怕 石峰早就不是第一次见识了 面对足足2700万的生命值 就算石峰全力输出 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更不用说战斗恢复 每五秒恢复1%的生命值 光是 这就是一个恐怖大杀器 所以说 在团队副本里 个人的力量真的很有限 哪怕石峰可以短时间 抵挡住青火巫王 团队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消耗掉这么厚的生命值 当然他敢来 自然是有一定把握 要不然 就不会选择地狱级难度了 是该用到你的时候了 石峰打开背包 看着黑暗之书 皎洁一笑 众人看着自信满满的石峰 沉重的心情 也跟着舒缓起来 大灵主及青火巫王 虽然强大无比 但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怎么说 副本就是让玩家用来攻略的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 好的攻略之法而已 只见石峰拿出黑暗之书 开始迎唱书中的咒语 出来吧 恶魔之门 随着石峰一声轻贺 半空中凝聚的黑雾 形成了一扇银灰色的恶魔之门 不过比起夏莲所召唤的恶魔之门 要差远了 不仅恶魔之门更小 散发出来的气势也很普通 并没有那种令人心悸的感觉 虽然这一扇较小的恶魔之门 对于石峰来说没有什么 但是对于第一次见到的火舞 他们来说 却神情凝重起来 一个个死死盯着恶魔之门 因为 随着和恶魔之门渐渐打开 众人感到了的心中 感到一丝良意 或者说是危机感 不一会 恶魔之门里 就走出一个 体型足有两人高大的紫色恶鬼 这只紫色恶魔 不过是扫了一眼众人 机敏的火舞等人 就拿出了武器 严阵以待 不用担心 这是我召唤出来的恶魔 石峰挥了挥手 示意众人不用担心 看来这次随即的运气不错 竟然是二阶恶鬼是新鬼 是新鬼 恶鬼 等级35级 生命值120万 二阶恶鬼 相当于领主及怪物 虽然生命值 没有领主怪那么厚实 但是在技能和智能方面 超过领主及怪物 在下团队副本时 可是相当大的助力 虽然玩家的直属护卫 也可以跟着下副本 只是凯特等级过高 而且万一死了 想要复活很不容易 最重要一点是 直属护卫 还要占据一个副本名额 所以划不来 但是召唤恶魔 就没有这样的估计 而且每个恶魔 都有很多技能和自个擅长的领域 像是弑心鬼 就擅长辅助 不仅能弱化敌人 还是增强自己人的力量 所以时风才说运气好 二阶恶魔 水色强威 看着是新鬼 神情惊讶不已 神域里的召唤技能不少 像是召唤师 就是专门召唤生物的职业 不过就算是一阶召唤师 也很难召唤出一只一阶生物 绝大部分 都是召唤出大量灵阶生物来对敌 就连召唤职业的一阶召唤师 都极难召唤出一只一阶生物 更别说二阶生物 那可是灵主怪物 完全能在玩家中横着走 在副本中 都准备一下站位 两人之间保持十码距离 之前怎么打困难级的青火巫王 现在就怎么打 时风也不再浪费时间 立刻指挥起来 上一世的地狱级巫神废墟 时风早就打烦了 只是那时候 他们是以等级碾压的方式 每个队员的等级都在40级以上 一身装备也是在密营级以上 地狱级的巫神废墟 和困难级并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在基础属性上 核技能上有了大幅加强 别没有多出什么新技能和陷阱 算是中等程度的大型团队副本 还是比较好攻略的 要是换成高等程度 时风就只能放弃了 世心魔辅助魔法 世心魔点了点头 尖锐的力找书写出一段段皱纹 二阶魔法铁壁强化 二阶魔法血之光辉 二阶魔法魔力增幅 二阶魔法狂牛之力 一个个二阶魔法 让全员的实力提升一大截 尤其是可乐的防御和生命值 防御力提升一倍不说 生命值也跟着提升了60% 让可乐的生命值达到16000多 至于排名第二的MT夜无眠 生命值也将近15000点生命值 因为防御 生命值 力量的增强 大龄主机的青火污王 也别像秒掉它们 我靠 有二阶辅助魔法 真是太爽了 黑子发现自己的魔法伤害和治疗效果 一下提升20% 让输出和治疗上了一个层次 此时众人才明白 石峰为什么会要挑战地狱级难度 就凭这个二阶魔法的辅助 对付困难级的青火污王根本没有悬念 上 石峰抽出深渊者 力声喊道 可乐和夜无眠两人一马当仙 当冲到距离青火污王 还有150马的距离时 青火污王就发现了可乐和夜无眠 哦 青火污王发出一声鸣叫 翅膀一扇 一根根足有一人大小的黑色羽毛 就飞掠向两人 密密麻麻的黑色羽毛碗 如雨点一般落下 让人避无可避 也就只有可乐和夜无眠这样的MT 可以用巨大的盾牌在抵挡 这羽毛的伤害好高 可乐惊讶道 困难级的羽毛攻击 也就是对它造成两三百的伤害 不过因为数量不少 累积起来 一秒就能掉一千多点生命值 伤害还是挺高 但是现在每次的伤害都有三四百 而它们的防御力 可是提升了足足一倍 如果没有二阶魔法的辅助 恐怕一下就是七八百的伤害 在可乐和夜无眠 距离青火污王还有50马时 青火污王也终于停止了羽毛攻击 嘴中凝聚起青色的火焰 对着守护骑士可乐和顿战士 夜无眠两人喷射而去 可乐和夜无眠两人 早就习惯了闪躲火焰 纷纷一个翻滚 就躲开了青色的火焰 接近来到青火污王的身前 顿机 1042 猛机 895 可乐和夜无眠 当场倒地一口冷气 我靠 这防御力也太强了 可乐双眼大睁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自己造成的伤害 经过狂牛之力的力量强化 力量提升百分之十五 造成的伤害应该提升不少 要是换成高等灵主机的青火污王早就突破1500以上了 可是现在才1000出头 就在可乐愣的一瞬间 青火污王翅膀一挥 拍向可乐 可乐反应很快 连忙提顿抵挡 哄 可乐整个膝盖都陷入了地面里 头上冒出超过4000多点的伤害 大灵主机的青火污王也太强了 冲上去的众人看到这一幕 心中震惊不已 这伤害还是没有盾牌抵挡 恐怕就是被顺秒吧 如果不是防御力提升一倍 直接伤害就破8000了 石锋不以为意 如果没有二阶魔法的辅助 可乐就要直接开启黑暗之力来应付财行 要不然很容易被秒 不过因为是星鬼的出现 让这一场战斗轻松了很多 到你了 石锋再次对是星鬼命令到 是星鬼早已经准备好 对天一旨 一道七星魔法阵出现在了青火污王的身上 二阶魔法七星的制裁 瞬间青火污王发出一声悲鸣 七芒星的魔法阵不断压迫着青火污王 仿佛一下让青火污王陷入了泥沼一般 行动力瞬间缓慢下来 原本落向可乐的巨大的黑色翅膀 顿时速度骤减 好强的魔法 可乐趁机一个翻滚 好不容易躲开了青火污王的羽翼攻击 身为主MP的可乐能闪避波SS的攻击 一下就能让后排的治疗轻松很多 而且少量的治疗并不会引起波SS的关注 好 所有人上 十峰点了点头 让所有输出职业开始输出 二阶魔法七星的制裁并不是伤害性魔法 但是对单体能造成极大的限制 哪怕是大龄主机的波SS也会受到影响 有了视星鬼 维持七星的制裁 不管是远程输出还是近战都轻松起来 尤其像是火舞 飞影 哪怕两人过高的输出会引起青火污王的注意和攻击 两人也能闪躲掉青火污王的攻击 根本不用担心吸引仇恨的问题 在黑暗洞窟里的青霜 对付大龄主时使用阵魔结界 虽然要比七星的制裁压制的更狠 但是玩家能维持的时间却不长 全因为法力值太少 但是七星的制裁 却不用担心这一点 视星鬼是二阶龄主一级别 法力值非常雄厚 是同级玩家的十多倍 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 足以支撑到战斗结束 而且使用七星的制裁 团队不用浪费战力 非要分出来一批人维持魔法阵 总体效果比起使用阵魔结界还要强一丝 黑暗之书还真是可怕 难怪上一世千欢万灭 可以带领团队随便攻略各大团队副本 时封对于黑暗之书是满意无比 普通的传说级物品残片根本比不上 随后时封也冲上前去输出 青火污王毕竟是大领主 虽然有各方面的魔法加成 但是众人造成的伤害都不高 目前DPS排名第一位的火舞 一次平坎也就900左右 使用技能才能超过2000 刺客一阶的最强爆发技能 绝影一击 也才打出5000 其他人的输出 大部分普通攻击也才6700 使用技能才破千多 少有2000以上的伤害 但是 面对生命值足有2700万的 青火污王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青火污王因为战斗恢复 每5秒就能恢复27万点生命值 相当于每秒恢复5 4万生命值 直接就抵消了大部分人造成的伤害 而且这是副本战斗 不是战装输出 全团的人都要时刻关注和闪避青火污王的攻击 不可能时刻输出 也就是说 如果输出不够强力 就根本无法击杀青火污王 会先被青火污王耗死 石锋开启风行步 一下绕到青火污王的侧身 开启火之环 炼狱之力 幻影杀 九头龙斩 开始攻击 青火污王的行动受限 根本闪不掉石锋的攻击 石锋每一次平坎的伤害都超过1500多 暴击就是3000 不过因为深渊者的缘故 随着暴击率高达50% 而且造成伤害后可以增幅伤害 不过一小会的时间 普通伤害就能达到1800多 暴击就是3600多 更不用说 分身一出现 就开启剑刃解放 哪怕属性 只有石锋的70% 但是剑刃解放后 力量和敏捷提升90% 比起石锋本尊的伤害都要高 普通伤害就高达2400以上 暴击就是5000左右 攻速比起石锋 还要快一点 只是石锋的普通平坎伤害 就超出火武数倍 更不用说使用技能 双斩击 11420 15432 双咽雷暴 14266 20164 一个个破万的伤害 从青火乌王的头上冒出 让青火乌王不断发出惨叫声 生命值一小节一小节地掉下去 众人看到这个伤害 一个个嘴巴都合不拢了 会长你也太猛了 会长你简直不让我们活了 众人看着一个个跳动的过万伤害 一次次触动着他们的神经 过一万也就罢了 时不时还能突破两万甚至三万的伤害 输出远超他们的十多倍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 原本众人把火武就当成怪物 因为在副本输出里 火武每次的总输出不光是第一名 更因为总输出超过第二名一半多 可是时封呢 只是一小会的输出 已经完爆护五八倍以上 一个人抵得上半个团的输出 众人都不明白时封是怎么办到的 会长 你就不能教一教我们怎么提升输出吗 黑子看着时封的输出 仿佛第一次认识时封一般 他怎么说也是跟着工会的主力团 东征西套 对于团队副本输出 有不少心得 可是和时封这种从来不怎么下副本的人来说 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 顿时众人也都纷纷竖起耳朵 很简单 提升技能完成度就行 时封看着众人认真的眼神 不由笑着说道 他的技能完成度几乎都在95%左右 差不多把技能效果提升五成 再加上他手中各种强力装备 打出来的伤害自然是远远超过主力团的成员 会长 你的技能完成度是多少 水色强威也好奇道 时封的技能完成度高 他很清楚 不过他的技能完成度也不低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 基本能维持在83%到85%之间 这个完成度放在整个白河城已经是最顶级之列 火舞和紫烟流云也就是85%左右 95% 时封没有隐瞒 95% 众人都倒吸一口气 在神域完成第三次进化后 众人都能看出技能完成度的重要性 所以都在苦练提升 可是不断怎么练习 想要提升1%都不容易 尤其是到了80%这里 根本就是一道天斩 更不用说85%以后的提升 可以说 每提升1%都要高出一个层次 可是时封却达到了95% 比起主力团的最强的火舞 还要高出10% 众人都明白 技能完成度达到85% 技能效果能发挥到100% 以后每多出1% 技能效果都要提升很多 达到95%的效果 简直让人无法去想象 原本众人对于时封的实力 还没有具体的认识 不过现在算是充分明白了 95% 火舞也是吃了一惊 看着时封心中暗下决心 我一定会达到95%的 这就是会长的实力吗 剑影双眼闪着金光 头一次感觉自己之前 做的决定是多么明智 其实不光是剑影 在场很多人也都内心激动 一时间 众人对时封变得更为敬畏和仰慕 都渴望着有一天能达到时封这样的水平 时间一点点流逝 因为时封的刺激 众人也变得更为认真去思索 怎么提升技能完成度 不知不觉中青火巫王的生命值 也在不断下降 98% 96% 90% 只是几分钟时间里 青火巫王的生命值就降到了70% 青火巫王怒鸣一声 一跃飞行天空中 大家小心 波SS进入第三阶段了 时封立刻大声提醒道 青火巫王在被七星的制裁压制后 青火对于众人基本没有威胁 再加上时封及时提醒喷火的时间点和方向 团队还没有一个中招 不过青火巫王到了第三阶段 才算是真正发威的时候 众人对付青火巫王不下数十次 一直卡在青火巫王的第三阶段 此时 青火巫王开启了第三阶段 众人都不免紧张起来 如果换成困难级的青火巫王 他们还不会担心 毕竟他们的战力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 想要通过太简单了 但现在是地狱级 技能自然会有强化 只见青火巫王一声怒吼 足足十八只青火巫从天而降 相比困难级的第三阶段 地狱级的第三阶段 不仅在生命值到70%的时候开启 这些青火巫 一开始就是头领级 困难级一开始 不过是特殊精英 主力团的单个成员都能应付一支 但是头领级就大不一样了 全团能应付的人不超过十个 而且地狱级的头领级青火巫生命值更高 足有九十万生命值 比起困难级的头领级青火巫 还要高出二十万生命值 这对DPS的要求 提升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要知道青火巫的成长技能 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 就能让它们变成领主级 到时候更难对付 可是十八只青火巫的总血量 高达一千六百二十万 这些BOSS也太不要脸了 黑子神色凝重 如果换成困难级 它一直预留的光之星辰 还有些帮助 可是九十万的生命值 就算是光之星辰 也作用不大 都开启黑暗之力 十风一声令下 全员都开启了黑暗之力 属性提升百分之三十 身为主MT的可乐 一下生命值暴涨到两万出头 顿战士夜无眠的生命值 也有一万九千 两人不管是造成的伤害 还是反应速度 都要快出一大截 凭借七星的制裁压制 和属性提升的紫烟流云加血 完全三人就能短时间内 抗住青火巫王 班纠你去建立青火巫的仇恨 所有法系职业 听我号令 使用群攻技能 十风不急不慢到 生命值足有一万七千多的守护骑士 班纠立刻冲到青火巫群中 用出钢铁抑制 范围内的足足十八只青火巫 都被吸引过去 随后 班纠又用出保护祝福 一阶的保护祝福 可以让伤害减免百分之七十 比起临阶时的百分之五十强出很多 持续时间也稍长一点 足有二十秒 不过头领级的青火巫非同小可 足足十八只 一只青火巫的灼击 就让班纠受到将近五百点的伤害 幸好能围攻班纠的数量最多六只 也就是说 一波伤害将近三千点 对于生命值达到一万七千多的班纠来说 并没有什么威胁 随着一道道治疗术落下 每一道都能恢复一两千的生命值 轻松就能稳定住班纠的生命值 只是保护祝福 只能维持二十秒 时间一过 那可就挡不住六只青火巫的伤害了 好 十风一笑 找准位置 用出天轮循环之剑 一道道金色圣剑 从天而降 立刻就封锁了十八只青火巫 顿时冒出一片四千多点的伤害 一些暴击就是八千多点伤害 当然 站在中间的班纠也会受到伤害 这也是副本里不好使用群弓技能的原因 不过 班纠因为保护祝福和钢铁抑制的作用 只是造成七百多点伤害 对于班纠来说 不疼不痒 不过十风还不满足 黑子 给班纠使用光之守护 十风说道 光之守护 能让目标免疫所有魔法伤害 物理伤害降低百分之八十 每秒恢复百分之五的生命值 持续时间二十秒 是绝对的超级保命技能 黑子法杖一挥 班纠的周身 就绽放出一抹淡淡的金色光韵 随后 十风也不再保留 用出了龙之力 力量提升百分之一百 随后用出火之环的技能 严灵风暴 眼看冲天大火要吞噬班纠了 十风把火之环 换成了水之环 给班纠使用了生命绽放技能 因为治疗效果提升百分之一百的缘故 班纠 班纠每天可以恢复百分之六十的生命值 持续四十秒 凭借班纠的生命值 几乎是拥有了不死之身 严灵风暴 虽然每秒能对轻火屋造成四万多点伤害 触发暴击是八万多点 但是对于班纠来根本没有 因为免疫所有魔法伤害 而且还有生命绽放 每秒就恢复一万多点生命值 加上治疗职业的治疗术 还有牧师的真眼盾 面对轻火屋的攻击 根本就是挠痒 站着不动都死不了 众人顿时看呆了 只见女骑士班纠 在漫天大火中 对战着一只知青火屋 这些破坏力十足的火焰 仿佛轻风吹拂 安然无恙不说 还越战越勇 仿佛火焰的女神 令人敬畏 所用所有群攻技能攻击 石峰连声命令道 不一会 团队中的法系 也都用出群攻技能 虽然比不上大型毁灭魔法厉害 但是也能对青火屋 造成几千点伤害 其中 黑子用出的光之星辰 又给青火屋造成大量伤害 第一道星辰 就能造成四千多点伤害 随后每一道伤害 递增百分之十 持续十五秒 石峰也找机会用出龙溪 风雷闪 阎神之怒 烈的斩 燕雷暴 等群攻技能 十五秒之后 十八只青火屋 都变成了半残状态 生命值不到二十分之一 甚至一些青火屋处 发暴击太多 直接就死了 十八只青火屋的数量 只剩下十一只 石峰身形一晃 对这些青火屋几件一个 再加上团队的输出 不到十秒钟 全部解决 青火屋全灭后 接下来对付青火屋王 就轻松多了 而且 石峰开启龙之力 伤害再次提升一倍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里 青火屋王的生命值 就剩下一百多万 总算到了 石峰淡淡一笑 青火屋王 一共有四个阶段 众人一直都以为 第三个阶段就要命 却不知道 第四个阶段 才是青火屋王的最大底牌 而第四阶段的开启 就是青火屋王的生命值 低于一百万 也是整个团队 最疲乏最放松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青火屋王就会化为烈焰 变成火屋 但凡五十码的所有人 都要受到每秒一千点伤害 不过是困难级 而地狱级 是每秒一千六百点伤害 如果能在全团死前 干掉青火屋王的一百万生命值 就是团面 上一世不知道多少团队 在第四阶段死了又死 就是全团 缺乏一个真正的大爆技能 所以总是过不了 眼看青火屋王生命值 要降到一百万时 时封开启了剑刃解放 力量提升百分之九十 敏捷提升百分之九十 一个无声部 出现在了青火屋王的身后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光运 而手中的深渊者 绽放出耀眼的火焰之光 神恩天赐 火焰爆裂 一剑剑砍在了 青火屋王的后背上 -122154 -61846 -122454 一连十五剑 一百万出头生命值 立刻见底 青火屋王只是发出一声悲鸣 重重摔在地上 无神废墟内 一袭白袍的相貌堂堂的青年男子 正指挥着团队 全力攻击青火屋王 这位青年牧师的手中 不断在半空书写神文 用出一道道治愈魔法 这些治愈魔法 并非普通的治愈魔法 而是一阶的治愈魔法 用起来就好像其他人 使用灵阶魔法一般快捷 表现得非常轻松惬意 挥洒自如 残血的MT 转眼就恢复成满血 而这个青年 正是天葬的主力团团长掩血 还差3%的生命值 再加大输出 严血力声喊道 此时全团50人 已经剩下不到一半 每个人都被青火的火焰所灼烧 每秒要掉1000点生命值 哪怕是虚拟游戏的 十大新人之一的严血 这时候 也只能保证主MT 和自己的生命值 最多给一些主力DPS 使用一些顺发的治愈魔法 不过效果很弱 虽然众人疯狂用出绝招 但是青火乌王 在第四阶段变成火乌后 也是彻底进入狂暴状态 不仅攻击速度增加了 就连攻击范围 也跟着有了提升 一些队员闪躲不及 就会被秒杀 没有任何悬念 哪怕此时青火乌王 只有3%的生命值 对于剩下来的人来说 也是一读 怎么都攻不破的铁壁堡垒 其实不光是天葬 与此同时的一笑倾城 也是如此 只是一笑倾城的情况 更好一些 面对生命值4%的青火乌王 剩下来的成员 还有40多名 死去的那几个人 全是运气太差 没有闪开青火乌王的攻击范围 50人团队副本的手通 果然不会那么好拿下 苍狼战天 疯狂闪躲青火乌王的攻击 凭借熟练无比的观之眼 虽然不可能全部闪掉 青火乌王的攻击 但是也能闪避掉 三分之一的攻击 这对于治疗说来 可是轻松很多 能有多余的力量 来治愈其他人 维持全团的生命值 如果不是苍狼战天 这个主MT非常强力 对于青火乌王的攻击引导 做得非常好 此时根本不可能活下来这么多人 不过就算是如此 一笑倾城 已经是第三次挑战 青火乌王的第四阶段了 眼看青火乌王的生命值 一点一点下降 3% 2% 1% 白河城区域系统公告 祝贺灵异 成为白河城首个攻略 地狱及巫神废墟的团队 团队内所有玩家 奖励经验值200万点和50银币 奖励白河城声望80点 新月王国声望20点 新月王国区域系统公告 祝贺灵异 成为新月王国首个攻略 地狱及巫神废墟的团队 团队内所有玩家 奖励经验值300万点 和二阶随即属性的宝石三颗 奖励白河城声望100点 新月王国声望50点 神域南部大陆系统公告 祝贺灵异 成为南部大陆首个攻略 地狱及巫神废墟的团队 团队内所有玩家 奖励经验值500万点 和三阶随即属性的宝石一颗 奖励新月王国声望80点 人足声望5点 一连三次的系统公告 不断回荡在众人的耳边 这怎么可能啊 不管是一笑倾城还是天葬 两个团队的人都心中震撼无比 困难及的巫神废墟 已经让他们绞尽脑汁 距离通关还差一丝 可是灵异宫会却先通过了 地狱级的巫神废墟 这怎么能不让人震惊 不过震惊归震惊 众人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只是在击杀青火巫王时 已经没有那么十足的动力 不一会后 青火巫王躺在了苍狼战天的脚下 系统公告再次响起 白河城区域系统公告 祝贺一笑倾城 成为白河城首个攻略 困难及巫神废墟的团队 团队内所有玩家 奖励经验值100万点和20银币 奖励白河城声望30点 新月王国声望10点 新月王国区域系统公告 祝贺一笑倾城 成为新月王国 首个攻略困难及巫神废墟的团队 团队内所有玩家 奖励经验值200万点 和二阶随即属性的宝石一颗 奖励白河城声望50点 新月王国声望20点 只是现在的公告 相比之前的公告 这个公告已经没有意义 别人灵异都通过地狱级了 一笑倾城才通过困难及 不但不会成为荣耀 反而会成为笑柄 通过对比 更能看出两个公会的差距 不是一笑倾城太弱 而是灵异太强 终究是输了 苍狼占天苍白的脸色中 浮现出一抹苦笑 之前他就已经得到消息 知道黑炎带领主力团 进入了地狱级巫神废墟 他虽然认为 灵异公会有可能会通过地狱级难度 但是绝对没有想到 会比他们更先通过巫神废墟 另一边的天葬主力团 灵异不愧是白河城的霸主 不过我们天葬可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迟早会追上 言写的目光中 流露出一丝坚定的斗志 追上是肯定的 我可是好久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了 看来那个黑炎的确有两把刷子 而一旁干净利落 有着一头飘逸秀发的青年刺客 也是兴致满满 只是眼神中带着一缕不易察觉的冰冷 仿佛是盯上了欣喜的猎物一般 言写笑了笑看着青年刺客打拒道 看来黑炎这下是惨了 以后天葬在白河城发展就容易多了 虽然我现在就想去会一会他 不过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够 等到手里的这个任务做完 倒是可以去探一探黑炎的底 鬼影子摇了摇头 收起手中两把漆黑的短剑 拿出回城卷轴开始读取 对于青火雾王的掉落是 没有一丝兴趣 相比天葬和一孝青城主力团成员的震惊 整个白河城 或者说整个星月王国都轰动了 武士人团队副本 不是没有团队拿下手通 但是地狱级的难度 绝对是周边十多个王国和数个帝国 都没有完成的壮举 而这个荣耀 却被一个新兴公会灵异拿下 简直不可思议 一下子灵异的声望 又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之前灵异公会能抵挡住龙凤阁的攻势 已经引起其他十多王国和帝国的公会关注 不过灵异只是自保而已 而且依靠的还是NPC护卫 根本不足为虑 但是现在不同了 一个能拿下50人地狱集团队副本手通的公会 公会的整体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灵异 凤千宇听到系统公告后 不由淡淡一笑 我还真是小瞧了黑炎的能耐 瞎儿准备一下 我们去白河城 小姐去白河城做什么 等一辉万神殿的会长 可是要过来 名叫瞎儿的俏丽女子 差一道 当然是去见一见那位神秘的黑炎了 凤千宇轻笑道 黑炎 瞎儿不由好奇道 黑炎是谁 能比得上超级公会万神殿的会长吗 就在外界纷纷议论灵异公会 拿下巫神废墟的手通时 石峰还在整理清火巫王的掉落物品 系统 首次通关地狱级巫神废墟 掉落提升100% 原本使用神恩天赐击杀清火巫王 就能爆出不少好东西 现在掉落提升100% 导致满地都是掉落物品 一眼扫去 数量绝对超过30个 虽然大部分都是各种稀有原材料 这就是大型团队副本地狱级的掉落吗 黑子嘴巴大张 看得两眼发光 虽然石峰还没有鉴定 不过从外在的帅气造型和精致的魔法纹路上 就能知道这些武器装备不简单 绝不是秘银级这种武器装备能比的 而且 清火巫王是30级的大领主 掉落的所有武器装备都是30级 这对于穿着25级装备的成员来说 可是相当大的诱惑 30级的武器装备 工会里有不少 毕竟工会主力团的成员等级 差不多都是29和30级 已经可以取下6人小副本和30级的10人副本和20人副本 只是这些副本的装备品质并不是很好 一般都是青铜级和玄铁级 少有秘银级以上的装备 要知道装备等级提升5级 相当于品质提升一个级别 如果能穿上30级的金金级装备 那就相当于25级的暗金装备 如果穿上30级的暗金装备 那可是相当于穿着25级 非常接近史诗级基础属性的装备 目前各大工会的极品装备 都是25级金金品质 少有暗金级 此外还有30级的秘银级和非常稀少的金金级 要是此时有30级的暗金装备 绝对是除了史诗级装备和一些套装外 最顶尖的装备 玩家的战斗技巧虽然很重要 但是基础属性同样重要 眼下一个大领主BOSS被干掉 掉落提升100% 掉落一些30级暗金级装备 再正常不过 时封收起所有物品后开始一个个鉴定装备 而水色强威则发放攻略BOSS后 工会贡献点 但凡副本里掉落的装备 攻略的成员都可使用工会的贡献点优先购买 如果没有人要了 才会放到工会仓库里标上合理的高价 让工会里其他人去兑换 攻略一个大领主级的BOSS 每个人的贡献点都增加不少 不过此时 众人根本无心关注这些贡献点 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石峰身上 一个个都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 作为大型团队副本地狱级的掉落 主力团里除了个别玩家 如活无水色强微紫烟流云可乐夜无眠黑子 低调北风等人外不太需要 其他人的装备可是远远比不上 因为这些人的装备都是石峰给予的一阶套装 是在一阶职业里仅次于史诗级套装的最好装备 他们一直到转职为二阶职业都不需要换装备 除非他们能弄到史诗级装备 不一会 石峰就鉴定完毕所有物品 一共33件 其中19件物品都是材料 如魔水晶就有8颗 还有建造寿篮用的百寿木 建造魔法传送阵的魔源之金等等 这些材料都是超级稀有的材料 平常就算是击败了大领主级别的boss 也不见得会掉落一个 现在每样掉落两三个已经是非常走运 手通地狱级的好处就是大 竟然连青虎无王的家底都爆出来了 石峰看着背包里的武器装备 不由笑道 会长 到底出了什么好东西 竟然这么高兴 水色强威可是知道石峰的眼光 绝对是整个星月王国里 数一数二的高 能让石峰感到满意的物品 肯定是非常非常好 对啊 会长赶快把数据发出来吧 黑子虽然早就有了史诗级法杖 不过还是喜欢看极品武器装备的数据 我也不多说 就先让你们看一下这件物品吧 石峰拿出了一把深红色 冒着淡淡青色火焰的双手剑 不仅外形帅气的一塌糊涂 给人的感觉也异常可怕 轻火双刃 大剑 暗金级 装备等级30到35级 攻击加702 30级 力量加54 敏捷加41 耐力加44 攻速加2 攻击时有30%的几率 发动轻火攻击 额外对目标造成120%的火焰伤害 并对削减对方30%的防御力 持续7秒 有20%的几率造成双倍伤害 有10%的几率发动轻火乱舞 对前方追行范围造成300%的火焰伤害 无视等级加10 虽然轻火双刃没有主动技能 不过被动技能非常多 单纯攻击力就比30级的深渊者还要高一些 是一把纯输出的暴力武器 众人看到轻火双刃的属性后 无疑不到一口凉气 我靠 史诗级武器也不过如此吧 黑子愕然 他自己就有史诗级武器 所以一样就看出 轻火双刃是多么极品的武器 绝对是火舞手中真火流刃一个级别的武器 如果让一个狂战士拿上这把轻火双刃 恐怕DPS立刻就飙升几个层次追上火舞 而且 轻火双刃可以提升到35级 就算是放到40级的武器里 也是顶级之列 也就是说 轻火双刃就能用到40级 都不用换武器 顿时团队的狂战士们 都喘着粗气 看着轻火双刃 望眼欲穿 好强大的属性 光是一把剑 就能让一个狂战士的输出 达到顶级之列 火舞也感慨道 你们先别吃惊 轻火双刃 不过是这次 掉落排名第三的武器装备 时锋摇头失笑 又从背包里 拿出一件红黑色圆盾 这是排名第二的武器装备 听到时锋这么说 众人也都吃了一惊 如此极品的轻火双刃 竟然还不是这次掉落最好的装备 怎么想觉得不可思议 红黑色圆盾的面积不大 只有普通盾牌的三分之一大小 不过再在盾牌的上面 刻画着一只轻火巫王的标记 四周还有诸多魔纹 一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盾牌了 轻火圣盾 盾牌 暗金级 装备等级30到35级 装备要求力量达到200点 火炕达到20点 防御1950 防御率42% 力量加31 耐力加47 回避加15 攻速加2 30级 附带被动技能轻火之盾 所有来自正面的 伤害吸收30%化为轻火 当伤害吸收到5000点时 对前方三乘以十码范围 造成150%的伤害 主动技能火流升降 生命值下降20% 生命值会化为轻火 变成火焰之铠 防御率提升150% 力量提升40% 持续时间30秒 冷却时间30分钟 轻火圣盾一出 顿时所有MT都红了眼 就连可乐都喘着粗气 盾牌对于任何一个MT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 相当于MT的半条命 没有那个MT 不想要一个极品盾牌 目前灵异工会里 最好的盾牌 不过是25级暗金级的盾牌 但是和轻火圣盾一比 简直就是破铜烂铁 超高的防御力不说 还附带强大的伤害技能和爆发技能 如果MT装备上 就不再单纯是一个肉盾 而是伤害并不比其他输出弱多少的进展 这轻火圣盾的属性 已经远超神域盾牌排行榜第一位的蓝霞之盾 水色强威 看着并不大的轻火圣盾 心中震撼不已 这恐怕是整个神域里最好的盾牌了吧 作为一个工会的管理者 通常都会收集各大工会的信息 如最近有哪些工会比较活跃 各个工会主力团的成员 有哪些高手 最新出现的强力装备等等 蓝霞之盾是30级的暗金级盾牌 不过这个盾牌是超级工会 做任务得到的极品盾牌 献煞其他超级工会 不少财团甚至愿意开出1000斤的天价购买 而轻火圣盾 却可以用到35级还是暗金级别 不说基础属性 就被动技能轻火之盾 和主动技能火流声响 都是极品技能 价值远超蓝霞之盾 除了史诗级盾牌外 说是目前神域的最强盾牌 并不夸张 不过水色强威 很快反映过来一件事情 对于一个工会如此重要的轻火圣盾 都只能位列这次掉落物品的第二位 第一位又会是什么 很快众人也都反映过来 满是期待地看着石峰 想知道排名第一位的物品是什么 好吧 我现在就让你们看排名第一的物品 石峰笑了笑 从背包里又拿出来一串青紫色的水晶项链 这东西 恐怕没有那个法系不疯狂吧 轻火之星 项链 暗金级 装备等级30到40级 装备要求 智力达到200点 力量加持 敏捷加10 耐力加10 智力加40 精神加35 施法速度提升20% 魔法伤害和治疗效果提升20% 被动技能魔力之星 法力值上限提升15% 回魔速度提升50% 主动技能 以轻火吞噬 燃烧30粒 换取轻火之粒 所有技能效果提升200% 消耗提升200% 持续30秒 冷却时间30分钟 主动技能 二轻火召唤 召唤三只精英 及轻火屋 为其作战30分钟 冷却时间5个小时 轻火之星的基础属性一般般 但是所拥有的技能 就让轻火之星 提升了数个级别 几乎弥补了法系 所有的弱点 还加强了炮台的强项 最可贵的一点是 轻火之星是项链 饰品一类的物品 在神域里很稀少 同级别同质量 都是武器价值的几倍 仅此一件轻火之星 光是技能 就算是转职成为三阶职业 也不会被淘汰 所以比起轻火盛顿 还要珍贵的多 好东西已经看完了 那么现在就开始竞价吧 石峰看了一眼呆滞的众人 笑着说道 首先是第一件轻火双刃 保底价2万贡献点 目前灵异工会的贡献点 一点贡献 差不多等于30个铜币 2万贡献点 差不多就是60枚金币 众人听到这个价格 并没有感到惊讶 对于轻火双刃这个级别的大价而言 已经很便宜了 要是放到拍卖行里 价格起码破两三百斤 两万一千 两万四千 两万六千 一时间 全团的狂战士和剑士都竞争起来 作为工会的主力团 平常的副本很多 尤其是小型团队副本 更重要是 一直冲在团队副本的第一线上 把一些不要的装备 全都兑换成工会贡献点 加上各种工会高级任务 所以积累的贡献点非常多 不过 最后还是被目前狂战士排名第一位的 一刀成风 花费四万点贡献夺走 第二件青火圣盾 也被可乐花费九万点贡献值夺走 不过这是可乐全部家当 相当一段时间内 可乐都别想再去竞争其他装备了 第三件青火之星 被水色强威 花费十五万点贡献值拿走 作为工会的副会长 原本福利待遇就极高 加上经常组织副本任务等等 积累的贡献值非常多 就连主力团的团长活武 也远远比不上 整个灵异工会 也就十风能比得上 团队里的众人都羡慕不已 这些装备都是神域目前最顶级的装备 能拿上 实力绝对会提升一截 毕竟神域里 还有那个工会通关地狱级大型团队副本 随后 其他的暗金级装备和金金级装备 都被工会里其他人买走 让团队整体实力又提升不少 至于其他材料都会放入工会里 大家都回程休息吧 之后就是百人副本的挑战了 十风缓缓说道 黑子活无可乐紫烟水色 你们留陪我去完成一个任务 任务 众人不由感兴趣起来 十风乃是新月王国的第一高手 就连十风一个人都没办法完成的任务 会是什么任务 不过众人也只是想一想 毕竟那种级别的任务 就算给他们几条命也不够赔的 必须要达到一定实力才行 要不然 十风也不会叫上工会排名前列的高手去 在众人回程离开后 黑子忍不住问道 会长 到底是什么任务 这么神神秘秘 会长 不会是史诗级任务吧 我可是早就想要看一看 史诗级任务是什么样子了 可乐两眼冒光道 史诗级任务 整个工会里还有人做过 首先非常稀有不说 完成的难度太大 万一完成不了 后果相当严重 但要是完成了 报酬也是惊人无比 说是任务 不过是我想要去抓捕一个野兽而已 十风摇头失笑道 抓捕野兽 众人诧异 神域的确有抓捕野兽一说 不过抓捕的难度 要比击杀的难度大太多 而且 就算是抓捕了 也没有任何用处 只能放着观赏而已 最重要一点是 抓捕需要不少的钱 所以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没有人去做 难道你们不想 抓个野兽 当做棋玩一玩 十风笑着说道 众人一听 双眼闪着期待之色 可是我听说 想要抓捕野兽 当成做棋 需要工会里建造兽篮 水色强微无语道 会长 兽篮可不是我们现在能打出来的东西 那需要去挑战百人副本才行 十风笑而不语 难道会长 已经有了 水色强微美眸大争 看着十风不可置信道 兽篮设计图的意义 除了水色强微有些认识外 其他人是一脸茫然 不过想一想也正常 在场除了水色强微是工会管理者 黑子管理工作室的一些事情外 其他人都是沉浸在提升战斗技巧上 又怎么会去关心工会建设上的问题 风点头默认 水色强微都不禁颤抖起来 神域各大工会为什么要拼命攻略大型团队副本 甚至不惜花费巨资武装MT 把能用来攻略大型团队副本的东西全部用上 其实主要目的只有一个 工会做棋 神域的地图非常大 到了三十集以后的地图 就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跑路 更不用说四十集以后的地图 能弄到强力的做棋 自然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不过更大的作用是吸引玩家加入工会 市面上普通的做棋 都要需要城市里达到一定的声望不说 需要的金币也不少 足足四十斤 哪怕是玩家提升到了四十集 想要弄到四十斤也非常不容易 除非愿意花费大量信用点去兑换金币 不过最终买到的做棋 也不过是普通做棋 但是工会做棋不同 虽然要达到一定的工会贡献值才能购买 整体花费的金币也比普通做棋高不少 但是做棋可以培养 可以晋升 而且类别繁多又帅气 对于很多自由玩家和神豪玩家来说 可是致命的诱惑 工会就可以借机发展壮大工会 获取大量资金 毕竟工会成员要购买工会做棋 也要是花金币的 不过一部分金币会流入工会的口袋里 所以可以赚取大量金币来发展工会 就因为如此 各大工会才会不要命地攻略大型团队副本 不光是为了副本里面的武器装备 更多是为了尽快拿到寿篮设计图 水色蔷薇实在没有想到 时封竟然能这么快就弄到工会最大的赚钱机器寿篮设计图 当初的选择果然很正确 到时候还怎么说 水色蔷薇嘴角浅浅一笑 我都想起他不得不离开黄昏回响的原因 我一定会让灵异成为超越黄昏回响的工会 原本水色蔷薇并不认为灵异能超过黄昏回响 怎么说黄昏回响是老牌的一流工会 抵运资金渠道人脉各个方面都远超灵异 灵异虽然在神域里领先其他工会不少 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 那就是抵运太单薄 哪怕灵异领先其他工会那么多 积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才能把工会这个巨大的机器完全运转起来 但是现在不同了 就有了寿篮这个工会最要的核心之一 积累的速度可以提升数倍 随后石峰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众人回白合成准备一些必须的捕获道具 而石峰自己则去了回一趟烛火商行 捕获野兽在神域可不是那么简单 也是一门大学问 上一世因此还延伸出一个职业 捕兽师 一些玩家战斗水平不行 但是专门研究怎么去捕获各类稀有野兽 把这些捕获的野兽卖给各大工会 借此赚取大量金币 而捕捉野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笼子 只是捕获野兽的笼子是没有卖的 需要玩家自己去制作 所以不少玩家都会学习锻造学 至于笼子的设计图 各大锻造协会都有卖 而且很便宜 不过石峰不需要 他有更好的制作高质量兽笼的方法 所以 无需去学习那些普通兽笼的制作方法 石峰一路赶回烛火商行的锻造室内 拿出一堆矿石原料 炼制起来 兽笼也分为等级 一共十星 一星最低 十星最高 不同的星级可以捕获相应的野兽 也就是说 一星兽龙最多可以捕获一星野兽 根本无法捕获二星野兽 想要捕获需要二星兽龙 石峰接下来捕获的野兽 算是目前他能捕获的极限星级 也就是五星野兽 所以需要五星兽龙才行 而五星兽龙的制作成本 就将近二斤 还不定能捕获五星野兽 所以 捕猎野兽很花钱 石峰已经是初级锻造师 制作五星兽龙的把握将近三成 半个小时后 石峰制作出了四个五星兽龙 光是花费的材料成本就超过三十斤 更不用说 让水色强为他们 大量去购买的狩猎卷轴 和空间储存卷轴 每一张都超过三个金币 普通工会真的消耗不起 就在石峰离开锻造室后 耳边响起了系统通讯声 凤千语 石峰一系他的人名 不经诧异 凤千语几乎把所有事情 都交给手下去办 自从上次说定入谷竹火商行后 就再也没有联系 或者说也不屑再联系 毕竟在广阔的神域里 凤千语的会长 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对于凤千语 这样的大人物来说 竹火商行 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既然谈完了 自然不会再有什么交集 黑炎会长 恭喜你们凤千语 拿下了巫神废墟的地狱级手通 凤千语柔声轻笑道 我听到系统公告时 都吓了一跳 没想到黑炎会长 你隐藏得这么深 哪里哪里 石峰也笑了笑 开门见山道 不知道凤阁主有什么事情 竟然亲自联系我 黑炎会长果然是明白人 不知道可否来蓝莓餐厅一见 凤千语神秘一笑 说不定黑炎会长会有大收获忧 石峰一听蓝莓餐厅 心中暗暗惊叹 蓝莓餐厅是白河城的一家普通餐厅 但是凤千语却亲自过来白河城一趟 可见要说的事情非常重要 行 我马上过去 石峰答应道 上一次见凤千语 凤千语就拿来一个史诗级宝箱 让他收获不小 既然生意都上门了 自然要去见一见 其实 石峰多少也能猜到一点 凤千语为什么要见他 他刚通关地狱级大型副本 凤千语就后脚跑上门来 说明跟工会的团队实力有关系 说不定要他们灵异 去帮助完成什么任务 他还能借机大赚一笔信用点 之前为了购买训练器材 他可是把身上的信用点花得差不多了 要是能把凤千语这样的大船拉入灵异工会 这绝对能让灵异工会少去几年积累的时间 白河城 蓝莓餐厅 石峰才走进餐厅内 就能感觉到被树到视线盯住 凤千语的排场还不小 石峰在餐厅内环视一圈 发现这些人都不简单 等级清一色都是三十级 在神域目前的等级来说 绝对是最前列 而且 这些人给人的感觉明显不是虚拟高手 更是像精通武术的高手 这些人 有的阴毒冰冷 有狂暴压抑 不过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自由玩家 并非龙凤阁的成员 在石峰进来后 这些人只是看了一眼石峰 随后收回目光 黑炎会长 楼上请 一位年轻俏丽的女子 从二楼走下来 轻声说道 这位漂亮的女子 石峰也认识 凤千语的得力助手之一凌湘 同时也是龙凤阁的顶级高手 名气也很大 在风云高手榜里的排名前六百 实力极强 天赋也很高 上一世 可是五阶职业的巅峰高手 石峰点了点头 跟着林湘上了二楼 蓝莓餐厅的二楼 此时有凤千语 一人坐在靠近窗户的餐桌旁 静静俯视着街道外的景象 一边把玩着一本黑皮书 凤阁主 不知道你找我是要商量什么事情 石峰问道 凤千语悠然一笑 把手中的黑皮书递给了石峰 黑炎会长 你先看一看这吧 凤千语不紧不慢地说道 黑皮书并非任务道具 上面记录的东西 全都是玩家写的 不过石峰再翻了几页后 越看越心惊 这本黑皮书里面记录的东西 竟然黑暗竞技场的各个战队的 正式成员资料 而且相当详细 几乎是把这些人的生平 都记录了下来 甚至就连现在穿着什么装 也有大概的介绍 除了这些资料外 还有对于每个战队成员的 战力评估 这些评估非常详细 这些人擅长什么 不擅长什么 都有详细记录 黑颜会长 你觉得这些资料怎么样 凤千语越眉一弯 柔声问道 凤阁主是什么意思 石峰有些听不明白了 我之前已经打听过 听说贵公会 曾与光辉之师战队有一点联系 我想 黑颜会长也知道 黑暗竞技场的价值吧 凤千语收回黑皮书 甜甜一笑 不过想要加入这场博弈 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 但是我 恰好弄到这个资格 所以希望组建一个战队 进入黑暗竞技场里面玩一玩 原本我还想找 万神殿的会长商量 不过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想要和黑颜会长你商量一下 不知道黑颜会长有兴趣吗 凤阁主说笑了 堂堂超级公会 又怎么是我们灵异 这种小公会能比的 找万神殿不是更好 石峰虽然表面淡然 不过心中却很惊愕 完全没想到 凤千语的手段如此了得 竟然能弄到 参加黑暗竞技场的资格 不过这种好事 石峰并不认为凤千语会轻易给自己 怎么说龙凤阁高手如云 更不用说万神殿这种超级公会 找上十名顶尖高手 简直太轻松了 哪里需要灵异公会 我来找黑颜会长 就是因为灵异名气不大 对方才不会去调查 再加上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想要在黑暗竞技场 争一些名头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凤千语笑着说道 怎么说想要通关地狱 巫神废墟 可不是那么容易 地狱级的50人团队副本 凤千语亲自下过 非常清楚 想要攻略地狱级的难度有多大 别说他们龙凤阁 就算是超级公会的主力团 也不可能现在攻略掉地狱级难度 虽然下副本 更玩家之间的PK不一样 但是能攻略掉地狱级难度 就是实力的证明 尤其是他之前还研究过灵异的高手 先不说通过地狱级 恐怕就是困难级兜选 可是灵异公会 就是通过了地狱级 这说明什么 灵异公会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所以 他才会临时改变想法 立刻赶来白河城 楼下的那些高手 黑炎会长也看到了 他们之前都不是职业玩家 是我暗中组织训练的高手 其他战队根本没有这些人的信息 到时候可以出其不意 说不定就可以争个前百名 至于报酬 黑炎会长 你可以拿到10% 如果你能带领战队夺得前百名 可以拿到20%怎么样 凤千宇提出的条件非常丰厚 比起战无极提出的 要高出太多太多了 最重要一点是自由 他只是和凤千宇合作 凤千宇提供参赛资格 他来战斗 暗黑竞技场内的战斗 可以说是最快赚取信用点的方法 没有之一 而且在黑暗竞技场有了一定名气后 就可以得到很多人脉 以后购买S级营养药剂 各种锻炼器材 虚拟实境仓就会容易很多 最重要的一点 黑暗竞技场是提升实力的最佳场所 就连主神系统 开启的神魔竞技场都远远比不上 毕竟神魔竞技场 是和普通玩家交手 或者是系统对战 比起和高手交手对战 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如果拿到前30名呢 时封虽然对10%和20%的报酬很满意 不过本能的还是要再争取一下 前30名 凤千宇不由笑了 如果黑暗会长真的 能让战队成为黑暗竞技场的前30战队 那报酬就提升到40% 在凤千宇看来 别说前30名 就是前百名都非常难达到 毕竟 那是全世界的各大财团组织的战队 每一支都不可小失 好 我们立下契约吧 时封嘴角一翘 虽然他也不认为能达到 不过工会史诗级任务上股战场 还没有揭取 如果让工会排名前几的高手 去训练一段时间 说不定可以去争取一下第30名 不一会后 凤千宇和时封就立下了契约 走吧 我带你去看一看你的队员 凤千宇收起契约 起身走向楼下 凤千宇刚一下楼 一楼大厅内数十人都纷纷站了起来 一连恭敬 完全没有之前高手的气场 就连之前气势狂暴的几个壮汉 都收敛的气势 真不愧被誉为妖精女王 气场真不是一般的强 时封暗暗震惊 感谢观看